得胜的生命 作者 尼托生 第一篇 我们的经历 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为基督徒所定归的生命 从圣经里 我们能看见 神所定归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个充满快乐的生命 是一个完全安息的生命 是一个和神交通 没有间隔的生命 是一个和神旨意 没有相悲的生命 神为着每一个基督徒 所定归的生命 是一个对世界不可的生命 是一个行走在罪恶之外的生命 是一个没有罪能胜过他的生命 是圣洁的 是能力的 是得胜的 是知道神旨的 是和神交通无间的 这是神在圣经里 所定归基督徒的生命 神为基督徒所定归的 是我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 藏在神里面的生命 有什么能摸着这生命呢 有什么能影响这生命呢 有什么能摇动这生命呢 基督如何不受摇动 我们也如何不受摇动 基督如何远超过一切 我们也如何远超过一切 基督在神面前是怎样 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怎样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该软弱失败的 没有这么一回事 哥罗西三章四节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远超过一切 是什么都摸不着的 阿里路亚 这是基督的生命 神为基督徒所定归的 是充满了安息的生活 是充满了喜乐的生活 是充满了生命的生活 是充满了能力的生活 是充满了神旨意的生活 但是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如果我们的生活 不是神所定归的生活 就我们需要得胜 需要过这个关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 我们的经历到底是如何 我知道说到这些 是不大好听的 是有些可悲的 但是我们要自卑 才能看见自己的缺乏 神才能施恩于我们 基督徒八种不同的失败 我们所过的是什么生活呢 是受罪的律所捆绑的生活 真是立志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的生活 是失败的生活 是受罪捆绑的生活 神所给我们的是 那么高的生命 但我们所过的是 失败的生活 按圣经所记载的 和我们所经历的 可说基督徒 有八种不同的失败 有八种不同的罪恶 一 灵性上的罪 骄傲是灵性上的罪 嫉妒是灵性上的罪 不信是灵性上的罪 吹毛求疵是灵性上的罪 缺乏祷告是灵性上的罪 不能信神是灵性上的罪 不能把自己交托神是灵性上的罪 许多基督徒在灵性上是得胜的 但是许多基督徒是特别在灵性上失败的 骄傲曾拦阻我 凡是骄傲都是灵性上的罪 凡是骄傲 凡是阻挡你进步的 就是灵性上的罪 骄傲的人就不能看别人比他好 不止在属事的方面 不能看别人比他好 并且在属灵的事上 也不愿别人比他好 若有谁在属灵的事上比他好 他总要把他的错找出来 若有谁在属灵的事上比他好 他总要把他压下来 在属灵的事上 极度是罪 在工作上 极度是罪 有人充满了不信的恶心 你问他信不信 他说 神的话没有一句不信 没有一字不信 你问他信神的应许吗 他就不能信 他稍微受一点的试炼 就慌张得了不得 他一点不能信神的话 好像路德马丁的妻子 有一天挂着笑堆路德说 像你这样忧愁 难道你的神死了吗 所以我要挂笑 许多人没有好好活在神的面前 没有好好和神交通 一天过一天 随便过日子 一天过一天 不祷告也能过日子 一天过一天 不读经也能过日子 一礼拜不见神的面 也可以过日子 一礼拜缺乏和神交通 也可以过日子 一天过一天 惧怕和神交通 也可以过日子 这就是缺乏神的生活 我们有罪 我们失败 我们没有属灵的生活 许多人从来没有好好学功课 对付他的自己 许多人从来没有好好学功课 把自己摆下来 有两位弟兄闹一件 不过 唯一点最小的是 因为他们是吃包饭 有一位弟兄吃饭的时候 总是先吃那几块肉 另一位弟兄看见这光景 一天不说 两天不说 到两礼拜受不住了 就和他分开 你是什么重的人 在小事上就把你显出来了 我很喜欢 独代德生先生的传记 他出门传道 最坏的房间定规是他的 最坏的床铺定规是他的 事虽然是小 但小事能告诉你 他在神面前的生活是如何 二 属肉体的罪 罪不只有属灵的罪 还有属肉体的罪 像犯奸淫是属肉体的罪 像眼睛不受约束 是属肉体的罪 像和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是属肉体的罪 许多人在这些事上失败 许多人的眼睛犯罪 许多人的眼睛没有受约束 许多人在友情的来往上是不正当的 这一个是属肉体的罪 是关乎外面的罪 有的罪不是关乎身体的 有的罪是关乎身体的 弟兄姊妹们 你的眼睛受过约束没有呢 我承认在这些年间 眼睛犯罪的机会很多 你在神的面前 你得对付这件事 我知道有许多基督徒 他的眼睛如果不受对付 他就不能进入神的得胜的生活里 说起友情 也是要注意的一件事 一个是弟兄 一个是外教人 他们两人的友情 是超乎众人之上的 这样的是 按外教人看不是罪 但按我们看是罪 就是姊妹也是如此 有一位西教士说 有人和他要有 超乎众人之上的友情 这是罪 所以他拒绝 三 思想上的罪 罪不只有属灵的 有属肉体的 也有属乎思想的 许多人没有属灵的罪 肉体也受了对付 但是许多人的思想不能得胜 有的人有流荡的思想 有的人有周游的思想 有的人有不能集中的思想 有的人的思想 虽然不是流荡的 虽然不是周游的 虽然不是不集中的 但是他的思想太误会 他的思想太梦幻 有的人充满了疑惑 有的人充满了求知欲 样样要知道 非知道不能过去 凡有这种思想的 就是没有进入得胜的生活 不要说我们是不错的 很少人是在思想上得胜的 许多人的思想是流荡的 许多人的思想是不集中的 许多人的思想是漂流的 漂流还不要紧 更厉害的就是 有的人思想是污秽的 有的人思想是肮脏的 有一种不洁的思想 一直盘旋在他里头 这次我碰着一位姊妹 她说 不知为什么他的思想 一直是流荡的 又碰见一位基督徒 他说 不知为什么他的思想 一直是污秽的 我们没有活出神的生活来 我们必须对付这些事 幻想害了很多的基督徒 疑惑害了很多的基督徒 比方 你在路上碰见一位弟兄 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你以为他对你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不满 但是 等你去到他的家里 才知道他是没有睡好 他的头疼得很 他的遭遇太难受 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和你有事 那之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的幻想害了我们 我们还以为 自己是见察人心肺腑的 我们要知道 只有主说 我是见察人心肺腑的 许多人都是幻想某人怎样 某人怎样 我们的思想有罪 我们的断案太多 我们的幻想太多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对付这些事 我们的思想如果没有受对付 就我们并没有进入神的得胜的生活里 有一位弟兄是充满了求知欲 什么事都要知道他的道理 无论什么他都要分析 无论什么他都要知道 他的头脑有了过度的活动 他样样要知道 他不能信托神 弟兄姊妹们 这种的求知欲也是罪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付 四 身体上的罪 还有的罪 是关乎身体上的 不一定是无悔的 按人看来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但是在基督徒身上就是罪 有的人是注重吃 有的人是注重睡 有的人是注重卫生 有的人是注重修饰 有的人是喜欢零食 有的人是爱惜自己的性命 这些事在神面前也是罪 有许多基督徒非吃不可 自从做基督徒以来 从未济食过 你和他一同吃饭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重的人 他一举注 你就能知道他是什么重的人 有一位弟兄说 我的胃口很大 很特别 但是弟兄姊妹们 在饮食上没有节制 也是罪 他在这件事上 不能管住他自己 这是罪 有的人稍微睡得少一点 脸色就不好看 办事也得起急来 说话也模糊不清了 这是罪 有的人喜欢零食 许多钱花在零星食物上 有的人注重修饰 无论何时 非整理不可 有的人真是卫生 什么都不能差一点 这个有毒 那个不好 一切都管住他 都叫他感觉有危险 弟兄姊妹们 这是爱惜自己的性命 许多人太爱惜自己的性命 稍微叫他吃点苦 稍微叫他亲近病人 他就受不住 这都是被身体管住了 保罗说 我是攻克己身 叫身扶我 但是把身体摆到下面去 如果把身体摆在上面 就是罪 身体是该摆在下面的 多少人把早起的祷告牺牲了 因为要睡觉 多少人把读经的时间牺牲了 因为要吃东西 许多人不能是奉神 因为贪灵吃 重修饰 凡是在这些事上 不管住自己的 都是罪 五 个性的罪 个性就是人的特性 就是人的特点 每一个人一生下来 都有他的个性 都有他的特点 但是主来不止就我们脱离罪恶 也就我们脱离个性 有的人生下来就很硬 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公义 二加二等于四 公义是很公义 但是很硬 是的 错了就是错了 不错就是不错 但是很硬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是最高法院院长 公义是很公义 但是有角 他对待弟兄缺乏温柔 他对待弟兄缺乏甘甜 公义得很 但是很硬 弟兄姊妹们 这是罪 有的人很软弱 很怕事 在他什么都好 什么都不错 他和刚才所说的硬 完全相反 人以为烂好人是圣洁的 但是 请问 神用了几个烂好人 神的儿子在世上 是不是一个烂好人呢 弟兄姊妹们 这个特点也是罪 也得对付 有的弟兄也不刚硬 也不是烂好人 但他的特点是喜欢出头 无论在那里 他总要显露 无论在那里 他总要说话 无论在那里 他就是没有机会 至少也要招待招待人 无论在那里 他总要给人看一看 才知足 无论在那里 他总要显出来 他不能做一个隐藏的人 有的弟兄很退缩 无论在那里 他总不出来 无论在那里 他总坐在角落里 这也是罪 这也得对付 有的弟兄很急 很急 有的弟兄是非常之慢 有一位弟兄说 感谢神 我的脾气发得快 指得也快 我早起在家里发一个大脾气 五分钟就过去了 到了公事房就忘了 但是他的师母 还了却苦了一天 他从公事房回家 看见他的师母难受 他还觉得奇怪 他还以为自己 好得很的 但是 这是罪 这也得对付 有的人 一点不急 事情摆一天也好 摆十天也好 这是懒惰 这也得对付 许多人 各有各的特性 有的人 虽然得救了 但是 他的形式 为人是很厉害的 样样都是针锋相对 样样事情 都是很紧很紧 他不占人的便宜 他也没有便宜给人占 他不伤人的眼睛 也不损人的牙齿 但如果有人伤他损他的话 他就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了 他很厉害 一点不放松人 有许多人 不是厉害 但是 很卑鄙 只有几个童子的上算 他都要 他不是抢人的什么 他对用人 对车夫 总是要自己上算 有的人很多话 什么地方 只要有他在那里 总不会寂寞 他不是说东家长 就是说西家短 有的人在真理上 也是不能不说 不知则已 一知就说 有的人很喜欢夸大其词 他不是说谎 但总是过一点 这都是人 在言语方面的个性 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要在神的面前 做一个得胜的人 进入得胜的生命里 就这些事 都需要对付 我们如果不能对付这些事 我们就需要得胜 弟兄姊妹们 我为什么今天讲到这些呢 因为基督徒的生活 太不像神的生活了 有的弟兄 眼睛只会看人的短处 不会看人的长处 从他的口中 只听见他说 弟兄的短处 这次 有一位弟兄 过了得胜的观 他是东北人 他说 我从前不知道 为什么总是看弟兄有毛病 这一位弟兄来 我看他有六七样不对 那一位弟兄来 我他看他有六七样不对 我说 你看弟兄是这样 就是因你有毛病 这是他的个性 这是他的天性 弟兄姊妹们 这些都是罪 每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是活在这些之上 不是活在这些之下 六 没有存心遵守神的话 我们不止在消极方面 有以上许多罪恶 从圣经看来 我们在神面前所缺的 没有存心遵守神的话 也是罪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有多少神的命令 你读过了 你就顺服呢 有几个丈夫是爱妻子的 有几个妻子是顺服丈夫的呢 有一位师母说 顺服丈夫是知道的 但每一件事起头 总要闹一下 后来才肯顺服 这次才看见我 从来没有按着神的命令 顺服过 这是罪 有几个基督徒 觉得忧愁是罪呢 圣经是说 要常常喜乐 有几个基督徒 遵守了这命令呢 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知道 忧愁是罪 凡不欢喜快乐的人 都是犯罪 神的命令 是应当一无挂虑 如果你挂虑 就是犯罪 按神的命令看来 忧愁是罪 挂虑是罪 按人看来 忧愁不是罪 挂虑也不是罪 但神的话 是看忧愁是罪 挂虑也是罪 我们应当凡事谢恩 神的命令 是该凡事谢恩 凡事要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就是你碰见了难处 还是要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有一个故事说 一个妇人 有九个孩子 她说 圣经说 应当一无挂虑 定规 不是指着 一无挂虑说的 我看一个做母亲的 定规要挂虑 如果不挂虑的话 就是罪 我有两个孩子 已经挂虑到去世了 还有七个孩子 要挂虑到他们长大 这位师母 没有看见 挂虑是罪 她还以为 挂虑是她的责任呢 要常常喜乐 是神的命令 应当一无挂虑 是神的命令 要凡事谢恩 是神的命令 有得胜 有能力 就能遵守神的命令 凡事没有得胜的人 就不能遵守神的命令 七 没有把神所要求的给神 神要求我们把自己 完全奉献给他 神要求我们把妻子儿女 奉献给他 神要求我们把事业 完全奉献给他 神要求我们把钱财 完全奉献给他 每一个基督徒 总想留下一点为自己 但是 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知道 旧约的奉献 有十分之一的条例 但是 新约的奉献 乃是十分之十 你的自己 你的房屋 你的田产 你的妻子儿女 都要奉献给神 有很多的基督徒 很怕神难为他 有一个基督徒 他把自己奉献给神 他说 如果我把自己奉献给神了 神给我苦吃怎么办 我把脸沉下来 对他说 你想你的神 是怎样的神呢 比方 有一个孩子 从前不听父母的话 现在听话了 就去对他的父母说 从今以后 我要顺服你们 你想 他的父母 是不是故意地 要他做所不能做的 故意地 给他苦头吃呢 如果这样 父母就不是父母 乃是法官了 如果是父母的话 就必定特别连续 他的孩子 你想你的神 是故意给你苦头吃吗 你想你的神 是故意捉弄你吗 你忘了 他是你的父亲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 唯独奉献的人 有能力 他的买卖 能摆在神手里 他的父母 妻子 儿女 能摆在神手里 他的钱财 能摆在神的手里 他不能把神给他的 拿到世界里去 不止 他连自己 也奉献给神了 凡是在事情上 在物质上 在人情上 怕奉献给神的人 就不能得胜 越奉献给神的人 就越有能力 甘愿奉献给神的人 好像把东西塞给神 对神说 你多拿几件去 奉献是快乐的生活 奉献是有能力的生活 所以 人如果不肯奉献 就不只是罪 也是没有能力 八 不懊悔 所当承认的罪 有许多人 样样都对付了 但是 心里不肯承认 那是罪 这就是诗篇66篇18节 所说的 心里注重罪孽 心里爱舍不得除去 不只是羡慕 而且施爱 是注重 不能除去 这是对罪 还有私下爱的心 对罪 还有不肯承认的心 有多少是 我们外面 没有说我心里喜欢 口里没有说我心里喜欢 但是 脚还没有走 心就已经先亡了 有许多时候 罪不只是外面的行为 罪也是心里所爱的 如果你心里有所注重的罪孽 你就必须得胜 有许多人 不止心里有爱罪的心 并且还有罪 没有承认 许多时候 你得罪一位弟兄 你想起来了 你也承认是你得罪了他 所以 从此 你就把外面改变改变 待他要特别好 见面使手拉得很紧 很殷勤地接待他 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知道 改变态度是我们最好的办法 但这并不是神所承认的办法 神不承认改变态度的办法 许多东西还需赔偿 许多钱财还需赔还 虽有许多人不能听你的长故事 但是 你总得认你的罪 认到认罪 圣经并没有教训 叫你把仔细的罪都告诉人 圣经的要你认罪 并不是要你像讲小说书那样的告诉人 主说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得罪你的罪很多 但是 他来向你认罪说 弟兄 我得罪了你 你就当饶恕他 许多隐藏的故事 是不必说的 世界上 没有一个耳朵 配听那些故事 也没有一个耳朵 能听那些故事 弟兄姊妹们 有多少罪 你的心还在那里爱吗 有多少罪 你还摆在那里吗 如果你还有 就必须得胜 不得胜 就不能胜过你这样的罪 得胜是需要的 也是可能的 弟兄姊妹们 以上所说 八类的罪 如果你有的话 就是说 你这个人 是绝对需要得胜的 我不知这八种的罪恶中 你有几种 也许在这八种的中间 你只有一 二种 一直地累你 也许有好几种 一直地累你 但是 神不允许 有一两样的罪 或者有几样的罪 一直地累你 一位弟兄走到你面前 你知道他有那几样不好 又一位弟兄走到你面前 你知道他有那几样不对 又有一位弟兄走到你面前 你也知道他有那几样不对 但是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不该的 这是不必须的 我感谢赞美神 无论什么罪 都踏在足下了 感谢赞美神 没有一个罪够大 是你必须服的 感谢赞美神 没有一个试探够大 是你不能胜过的 主为我们所定规的生活 乃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和神有一无间隔的交通 每一个基督徒都能遵行神的旨意 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完全割据情爱 每一个基督徒能完全胜过罪 每一个基督徒能胜过他的个性 每一个基督徒能把东西完全奉献给神 每一个基督徒能除去爱罪的心 感谢赞美神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 感谢赞美神 这是可以完全实现的生活 心存诚实 不欺骗自己 我们要求神 叫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 神只能祝福一种的人 就是在他面前心存诚实的人 费利说 什么时候你在神面前不说谎 什么时候神就要祝福你 你说 神啊 我从前是说谎的 求你赦免我 你这样行 神立刻要祝福你 弟兄姊妹们 也许你要对神说 神啊 求你叫我逮着满足 但是 我很值得告诉你们 不满足的人 不一定饥饿 要得着满足 饥饿是更需要的 浪子离开了父家 浪费了一切 后来恨不得 拿猪所吃的豆匣冲击 都没有人给他 这是不满足 但是 有的人天天都是不满足 天天度负 都被豆来充满了 所以不满足是一件事 饥饿又是一件事 我们常常软弱 常常失败 那里能满足呢 虽然一点不能满足 但是 一天到晚 还是充满了这种生活 所以我们不止 该不满足 更好是该饥饿 神在这次的聚会中 只能祝福一种的人 就是饥饿的人 神不是要补满 那些不满足的人 弟兄姊妹们 我们现在要停止谎言 我们在神面前 说谎很久了 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失败的 我们在神面前 是失败的 我们在人面前的承认 是叫神的 明得着荣耀 感谢赞美神 所有诚实的人 都要得着祝福 感谢赞美神 这次有许多人 神要遇见他们 神要祝福他们 第二篇 圣经所 启示基督徒的生命 以福所书一章三节 愿送赞归 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基督徒失败的经历 当我们才得救的时候 因着神的恩典 真是满心欢喜快乐 当我们才得救的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 充满了盼望 当我们才得救的时候 我们以为从今以后 所有的罪恶都踏在我们的脚下了 当我们才得救的时候 我们以为从今以后 什么都是可以得胜的了 当我们才得救的时候 我们以为从今以后 没有一个试探是太大 是我们所不能胜过的 当我们才得救的时候 我们以为从今以后 没有一个难处是太难 是我们所不能解决的 我们的前途 真是充满了荣耀的盼望 我们头一次尝到赦罪的平安 头一次尝到喜乐的滋味 这个时候 我们和神交通是何等容易 和神交通是何等甘甜 我们真是充满了欢喜快乐 真是觉得天离我们很近 这个时候 是以为没有一件事是办不到的 这个时候 是以为没有一天是不会得胜的 但是可惜这美好的情景并不长久 这美好的盼望并未实现 你所梦想已经胜过的罪恶又回头了 当你得救的时候 你以为胜过了的那些罪恶又回头了 有一时 那些不找你的罪恶又来找你了 你的老脾气又回头了 你的老骄傲又回头了 你的老嫉妒又回头了 你是多读圣经 但是对于你没有用处 你也祷告 但是并没有从前那样亲切的滋味 对于旧人 热心也赶不上从前 爱心也冷淡下去了 有的事实对付了 但有的事实在无法对付 你每日的音调是失败并非得胜 你每日的生活是失败多得胜少 你觉得你有一大缺乏 当你和保罗和约翰和彼得 和头一世纪的基督徒比一比 你就觉得你是如何与他们不同 你不能帮助人 你只能把你得胜的一段告诉人 你不能把你失败的一段告诉人 你觉得你得胜之日何短 你觉得你失败之日何长 你就是这样天天忧愁过日子 这是许多基督徒所共有的经历 我们一得救以为罪都得了赦免 罪就永远不来找我们了 我们一得救以为一次觉得喜乐平安 就永远觉得喜乐平安了 那支罪又来了 试探又来了 那支高的时候并不多 低的时候是更多 那支喜乐的时候并不多 忧愁的时候是更多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和我做两件事 一方面是试探回来了 骄傲回来了 嫉妒回来了 脾气回来了 一方面你和我就想多做一番克制的功夫 当这些罪恶一回头 你就多多地用功夫克制这些罪恶 不让它们往外表显出来 克制成功的人就以为得胜了 失败的人就天天度失败 得胜 得胜 失败 犯罪 懊悔 懊悔 犯罪 循环不已的生活 因此就灰心的了不得 自从得救以后 你若不是用力把罪恶压下去 就是以为得胜是不可能的 你真是心都灰了 胆都寒了 你一面得胜 一面失败 你克制能成功 就不过把罪恶压住一下 你克制不成功 就要以为犯罪是免不了的了 但是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站在我所侍奉的神面前问你 当我们的主耶稣往十字架去的时候 他曾否想到 你和我今天所要有的经历 他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曾否想到 你和我今天的生活 是成功一下 失败一下 是上午成功 下午失败 是上午得胜 下午失败 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 是不是不够叫 我们用圣洁公义式奉他 神在十字架上流血 是不是只看见了地狱的刑罚 没有看见罪恶的痛苦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是不是只救我们将来 永远脱离罪恶的痛苦 今天的还是留给我们自己办 弟兄姊妹们 我说到这里 就不能不说 阿里路亚 主在十字架上 已经把一切都做成了 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不只想到地狱的痛苦 他也想到罪恶的痛苦 他不只想到罪恶刑罚的痛苦 他也想到罪恶权势的痛苦 他有一句法 是叫你我活在地上 如同他活在地上一样 弟兄姊妹们 他在十字架上 不只顾到地狱的痛苦 也顾到了罪恶的痛苦 换一句话说 他救赎的工作 不只预备了地位 根据 叫我们紧紧得救 也是预备了地位 根据 叫我们可以完全得救 叫你和我能够 不像今天这样生活 今天你和我要说 阿里路亚 因为你和我有福音 传给罪人 也有福音 传给基督徒的罪人 今天有福音 传给基督徒的罪人 像当初 传十字架救你一样 阿里路亚 今天有福音 是传给基督徒的罪人的 神所定归基督徒的生命 昨天 我们已经看见了 我们的经历是如何 今天我们要来看 我们的神 所定归的基督徒的生命 到底是如何 按神所定归的 每一个基督徒 该活出什么生命 这不是说 怎么生的基督徒 乃是说 每亿得救的 每亿得众生的 每亿得永生的基督徒 他们到底 该活出什么生活来 然后才知道 他们的缺乏有多少 圣经里对于基督徒的生命 到底是怎样讲的呢 我们现在要来看几处的圣经 一 是脱离重罪的生命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次在烟台 在北平 有几位弟兄对我说 我从前喜欢称呼他做基督 但从今以后 我要说耶稣 我的救主 为什么他要名叫耶稣呢 因为这名是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已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了 你已经接受赦罪的恩典了 不错 感谢神 赞美神 耶稣是你的救主了 你的罪是得着赦免了 但是 到底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神所定规的 这是耶稣所成功的 现在的问题是 你还是活在罪恶里呢 还是已经从罪恶里出来了 是不是你的就脾气还来找你 你的罪恶仍然捆住你 你的思想仍然缠累你 你的骄傲照就是那样 你的自私照就是那样 或者你已经从罪恶中出来了呢 我多次用的一个比方 今天再用一次 就是救生圈和救生船的不同 当一个人落在海里 你把救生圈投下去 他抓住这救生圈 不会沉下去 但是也不会从水里出来 沉是不会沉 但是上也上不来 就是这样死又不死 活又不活的光景 若是救生船 就不是这样 乃是把落在海里的人 从海里救到船里来 我们的主的救法 不是救生圈的救法 乃是救生船的救法 他不是叫你不死不活 他乃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他没有把你我留在罪恶中 所以圣经里的得救 是从罪恶里救出来 但是你和我得救是得救的 并莫从罪恶里出来 还是活在罪恶中 难道圣经错了吗 不 圣经没有错 是我们的经历错了 耶稣来 还做了什么事 圣经里面 说他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们再往下看 二 是与神有亲密交通的生命 路加福音一章69节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74至75节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 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神替我们在大卫的家中 兴起了拯救的脚 拯救的脚 我们已经得着了 这拯救的脚 为我们做了什么 救我们到什么地步 他救我们从仇敌手中出来 他把我们救出来之后 要我们怎样生活呢 他救我们从仇敌手中出来之后 就是叫我们用圣洁公义事奉他吗 不过就是这样吗 若是这样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用公义事奉他 有的时候用圣洁事奉他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 他是叫我们终身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我们活在世上多久 我们用圣洁公义事奉他也有多久 这是神所定规的生活 我们该一生一世用圣洁公义事奉神 但是我们要很惭愧地说 虽然神已经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终身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如果圣经的话没有错 就是你的经历错了 如果圣经的话有错 那么你的经历就不错 在过去的日子中 我常想圣经所定规基督徒的生活是如何 照圣经看来 凡主所拯救的人 都该终身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圣经如果有错 你的经历就不错 圣经如果不错 就是你的经历出了毛病 三是因主完全满足的生命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这一句话多宝贝 神不是说一个特别的基督徒 给着主一个特别的恩典 这人里头才能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他是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如此说 他是对一陌生的妇人如此说 他是说 你如果相信 你就要得这活水 就是这活水 要在你里头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弟兄姊妹们 什么叫做渴呢 渴就是不满足 喝主所赐的水 就要永远不可 感谢赞美主 每一个基督徒 不只是知足 而且是永远满足 若有一个基督徒 不过是知足 他就还是不够 神所给我们的 都是叫 我们永远满足的 但是多少时候 你走过大马路 可不可呢 你走过永安公司 先师公司 可不可呢 你想你如果有这个多好 有那个多好 这岂不是可呢 你看见你的同学 你看见你的同事 可不可呢 你想有那些多好 但主是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 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他所给我们的 是那一种的生命 而我们却是这种的经历 主是说有主够了 我们是说有主不够 我们是说有了别的事情 有了别的东西 才能说够了 但主是说有主够了 是主所给我们的错了呢 是我们的经历错了呢 二者总有一错 主不会开空头支票 他说给我们多少 就给我们多少 我们从前的经历 好像一首诗所说的 半得救 他说信的人为什么不可呢 是因他里头不同了 他的里头有了新的要求 他的里头有了新的满足了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们一件事 你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 天天用圣洁公义事奉他呢 你是不是像祭司撒加利亚 所说的 天天活在神面前 用圣洁公义事奉他呢 或者你里头有一件东西 是一直涌出来 可以指别人的渴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无为 但是我们基督徒 可以说是无求 可以说有主够的 你有主够了吗 你有主耶稣真够了吗 你如果没有够 就你那个生活 必定是不对的 四是充满感力的生命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 至三十八节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是谁的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 不是特别的基督徒 不是使徒 不是保罗 不是彼得 不是约翰 是信的人 是像你和我这样 简单信的人 是从像你我这样的人的腹中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叫人同你和我一接触 就能得着满足 这叫人同你和我一接触 就能不觉得渴 我有一个朋友 当你和他一接触 你就晓得爱世界是何等的俗 雄心是何等的笨 贪求是何等的无味 有一天 你好像对于某件事 以为不满足 但是你只要和他一接触 就觉得主已够满足你了 有一天 你好像对于某件事 以为很满足 但是你只要和他接触一下 就觉得这算不得什么了 主事说 信的人要从他腹中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是普通的基督徒所 共有的经历 我今天所说的 并不是特别的基督徒 才有的经历 乃是普通的基督徒所 应当有的经历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人和你接触的时候 是否不渴呢 或者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渴呢 你说苦得很 我也说苦得很 你说忧愁 我也说忧愁 你说不行 我也说不行 这样 我们就不是活水的江河 乃是干旱的沙漠 别人的草 都要被你吸干到死了 这种情况 不是神错 就是你错 神是不会错的 错的岂不是我们吗 五 是脱离罪的能力的生命 我们再看 使徒行传如何说 三章二十六节 神迹兴起神的仆人 就先拆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彼得在圣殿的走廊所传的信息 还是一样的 主耶稣所成功的 还是叫你们离开罪恶 基督徒起码的经历 是脱离罪恶 基督徒起码所知道的罪恶 是该胜过的 我不说我们要胜过我们所不知道的罪 我是说所有知道的罪 靠主该能胜过 有多少缠累你的罪 有多少年缠累你的罪 每一次缠累你的罪 靠主你应当胜过 圣经是说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但是我们的经历是偶然得胜 这是何等反常的经历呢 罗马书六章一至二节这样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我们每一信主耶稣的基督徒 都是在罪上死了的人 我们每一信主耶稣的基督徒 是不该再在罪中活着的 但是我怎么知道 我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呢 可看一下一节 三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 换一句话说 每一个受了尽 得了救的人 就是在罪上死了的人 你受尽 就是归入基督耶稣的死的人 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尽力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这是我们每一基督徒 所该有的日常生活 每一受过尽的人 都该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这一般人 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基督徒 乃是才受尽的救的人 我们个个都受了尽 所以我们个个一举一动 都该有心生的样式 这是神所定规基督徒 该有的经历 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呢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最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以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这一节圣 尽我很宝贝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是谁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呢 是穆安德烈吗 是保罗吗 是彼得 约翰吗 或者是所有信的人 都不在律法之下 都在恩典之下 今天在这里 有几个是在恩典之下呢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个个都是在恩典之下的 没有一个是在律法之下的 但是上文还有话 除非罪不能做你的主 感谢赞美神 罪不能做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神 得胜并非特别基督徒的经历 感谢赞美神 得胜乃是普通的基督徒 所能有的经历 感谢赞美神 每一得救的基督徒 都是在奔典之下的 我才得救的时候 看这一节很宝贝 我承认有许多得胜 我承认有许多的罪我胜过了 我承认神恩是我 但是有一件罪做了我的主 有几样的罪常常回头 来找我 有几样罪我得胜了 有几样罪常来找我 这好比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 碰见一位弟兄 我向他点一点头 我到一个铺子里 买了东西出来 又碰见他从那边走过来 我又向他点一点头 我又到一个铺子里 买了东西出来 又碰见了他 又向他点一点头 隔了一条街 我又碰见他 又向他点一点头 再隔一条街 我又碰见他 又向他点一点头 我一连碰见他五次 一连向他点了五次头 我们碰见罪 也像碰见那位弟兄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专门碰见他 一直碰见他 好像他是一直跟着你 有的人是脾气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骄傲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嫉妒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懒惰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说谎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小气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卑鄙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自私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误会的思想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是污秽的情欲 一直跟着他 各个人都有一个 罪是一直跟着他的 我自己有几样罪 是一直跟着我的 我只得承认说 罪是做了我的主 我只得对神说 你说 罪必不能做我的主 我只得承认说是我错 我只得承认说 错是错在我身上 不是在神的话语上 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过的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你要知道 这不是神所定规的 如果罪还是做你的主 你要知道 这不是神所定规的 神的话是说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罗马书八章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定罪这一个词 我已经说过多次 二十多年前 有人从地里决出古卷 说这词有两个用法 一是民间的用法 一是法律的用法 按民间的用法 可一左无能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一左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再无能了 弟兄姊妹们 这是多好呢 但是我还要问你们 这一节是谁的 是魏斯里的吗 是路德马丁的吗 是戴德生的吗 圣经是怎样说呢 是说如今那些 在基督耶稣里的人 就不再无能了 那些人是谁呢 是所有的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在基督里的 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都不再无能了 二节 因为自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我说一遍 说一百遍 就是说 不是特别的基督徒 才脱离罪和死的律 乃是 每一个基督徒 都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什么叫做无能呢 就是罗马七章所说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无的 我倒去做 力指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无能 我办不到 许多基督徒的历史 是一直立制 一直破制 一直立 一直破 但是 感谢赞美神 神的话是说 每一个基督徒 都不再无能了 什么叫做律呢 就是有一件东西 是一直回头的 一个律 是在任何地方 任何光景中 对于一种同样的做法 都有同样的结局 律 常有的一个习惯 常会回头的一种情形 比方 地心是有吸力的 什么时候 你把一样东西一丢 这东西 总被这吸力吸之时下 这吸力就成了一种律 有的人的脾气 成了一个律 一次忍耐 两次忍耐 三次就起手有点动 四次就大发脾气了 碰碰这位弟兄是这样 碰碰那位弟兄也是这样 起先还能忍耐 后来脾气乍转了 每一次碰着试炼 总是这样结果 许多时候 骄傲也是这样 人家赞美你一句 你的心还不动 人家赞美你道两句 你的脸上 好像就有光了 凡是经过同样的手续 有同样结果的 就是律 我们犯罪犯成律了 有许多的弟兄 对各样的事 都是很喜欢的 就是对某一件事 碰一碰就生气 有许多东西能胜过 但是有一件东西 一碰就动了 弟兄姊妹们 不是特别的基督徒 才能脱离罪的律 乃是每一个基督徒 从今以后不再无能 乃是每一个基督徒 从今以后脱离罪的律了 以上这些圣经节 都是事实 不是命令 这些是每一个基督徒 所该有的经历 但是 我们的经历 和神的话不大合得起来 这是何等的可惜呢 六 是胜过环境的生命 罗马八章三十五节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三十七节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这是基督徒 所该有的经历 我们不要说是患难 是刀剑 只要人的面色 有一点不好看 就立刻不觉得 基督的爱了 但保罗是说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这是基督徒 所共有的经历 得胜才是基督徒 正常的经历 不得胜才是 反常的经历 按着神的定规 每一个基督徒 都该得胜有余 不管是患难 是困苦 是逼迫 是饥饿 是赤身露体 是危险 是刀剑 我们不止得胜 还能得胜有余呢 难处再多点也不要紧 外人要看基督徒疯了 阿里路亚 我们是疯了 我们靠着基督的爱 这一切都不在乎 都得胜有余了 感谢赞美神 这是基督徒的经历 这是神所定规的经历 但是 我们的经历如何呢 不是圣经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 乃是我们的生活不得法 还没有多大的患难 我们就嚷着说 我要忍耐 我在这里受苦 我要忍耐 我在这里受苦呢 如果我们生活得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一切的事情上 都要得胜 有余了 哥林多后书 二章十四节 感谢神 常率领 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阳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乡气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们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有时得胜 有时失败 不是上午失败 下午得胜 基督徒的生活 乃是常常得胜 如果今天你受了一个试炼 你晚上要欢喜地睡不着觉 你如果不得胜 就是可稀奇的 你如果得胜 乃是很平常的事 乃是常有的事 七 是有行善能力的生命 以福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欲被叫 我们行的 弟兄姊妹们 你们都记得 以福所二章十节 是继续在八 九两节之后的 上文说了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 这里就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欲被叫 我们行的 这也不是每一特别 基督徒的经历 乃是每一得救的 基督徒所共有的经历 神救了我们 就是叫 我们能行善 弟兄姊妹们 你行善 是按着神所定规的呢 还是在那里 一面行善 一面埋怨呢 比方你在那里 抹地板 你一面抹 一面想 为什么只有我们一 二人在这里抹呢 为什么别的人 都不来抹呢 你这样想 不是骄傲 就是埋怨 这并非行善 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都该满心喜乐 会行善 不会小气 不会不谦卑 不会私心 能舍得给人 能导出来给人 如果只有很好的基督徒 能行善 就是可悲伤的了 神所定规的 都是普通的基督徒 所普通有的经历 八 是满有亮光的生命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是神为基督徒 所定规的生命 不是有一般 特等的基督徒 能不在黑暗里走 能得着生命的光 乃是 凡根从主的基督徒 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要得着生命的光 满有亮光的基督徒 不过是正常的基督徒 没有亮光的基督徒 才是反常的基督徒呢 九 是完全成圣的生命 铁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愿自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 与身子 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这是使徒保罗 位在铁撒罗尼加的信徒 所祷告的 既说使你们全然成圣 就是说完全成圣是可能的 并且在一个基督徒身上 找不出一点错来 也是可能的 神能叫我们全然成圣 神能叫我们完全无可指摘 今天我所说的 都是主为基督徒所预备的 主的拯救 叫每一个基督徒 能完全胜过罪恶 能完全不受罪的禅类 能够把罪都踏在脚下 能够和神有无间隔的交通 这是主为我们所定规的生命 这不是说一说的 这乃是事实 因为这是主所预备的 需要经历神完全的拯救 弟兄姊妹们 你们的经历到底是如何 如果你的经历和圣经不一样 你就还未得着完全的救恩 你得救了是事实 但是你没有得着完全的救恩 今天我报给你一个信息 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 不止救你脱离罪恶的刑罚 也是救你脱离罪恶的痛苦 它是预备了一个完全的拯救 叫我们可以天天在地上 不止有那初步的得救 并且有天天的得胜 得胜是什么呢 得胜就是得救的补课 是得救的 但是得救的时候还缺了一点 神拯救我们 给我们救恩 祂并没有意思叫我们在地上 过漂流的生活 祂是要我们得着完全的拯救 不过我们在得救的时候 没有得救的好 所以才有今天的补课得胜 就是把得胜补进去 弟兄姊妹们 难道神救了我们 仍叫我们一面犯罪 一面懊悔吗 难道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 我们仍可以犯罪吗 难道没有得救的时候 要犯罪 得救了也不能不犯罪吗 难道没有得救的时候 罪掌权得救了以后 罪仍要掌权吗 罪是和神相反的 罪是不该有一点留在身上的 罪是一点都不可容留的 难道神自己的做法是相反的吗 断乎不是 罪是何等的可恨恶 无论是个性的 是软弱的 是生理的 是心理的 罪总是罪 让我们对主说 主啊 感谢赞美你 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 不止救我脱离罪恶的刑罚 也救我脱离罪恶的权势了 所以 求求主教我看见我得救的时候 不是完全的 求求主教我看见 我是需要得胜的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的经历 与圣经所说的生命不合 我们就需要得胜 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光照 叫我们看见自己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说 犯罪是基督徒免不了的 我想没有一句话 比这更伤主的心了 弟兄姊妹们 你想到主的十字架 到底成功了什么事 你想主到十字架 叫你不过就是如此吗 你不要说谎 你不要说 我能压住我自己 我能管住我自己 压住 管住 并不是得胜 主的得胜 是罪 完全被破坏了 阿利路亚 罪已经踏在主的脚下了 凡未得着 与神有不间断交通的人 凡未得着 胜过罪的能力的人 这个人就需要得胜 但愿神师恩祝福我们 第三篇 得胜生命的性质 撒末尔记上 十五章二十九节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知说谎 也不知后悔 因为他窘非世人 绝不后悔 请注意 以色列的大能者得者 原文是没有的 在西伯来文 这句话做以色列的能力 或做以色列的希望 小著作以色列的得胜 什么是得胜呢 全部新旧约圣经 头一次提起得胜是在撒上十五章二十九节 这里说的胜是不会说谎的 说得胜是不会后悔的 得胜是一个人 东西不是一个人 事情不是一个人 以色列的得胜是一个人 得胜不是一样东西 得胜不是一种经历 得胜不是一件事情 得胜乃是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 就是基督 所以我昨天告诉你们说 得胜不是我们的自己 得胜不是我们的经历 得胜乃是一个人 得胜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得胜是基督替你活出来 所以我们所得的得胜 是不会说谎 也不致后悔的 感谢赛美神 得胜乃是一个活的人 今天晚上要比昨天晚上 更进一步地讲什么是得胜 就是要讲到 得胜生命的性质 到底是如何 按圣经来看 得胜生命的性质 是有好多点 今天晚上不能一一提起 弱势可能就提五点 这生命的意义是改换的生命 不是改变的生命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注意 得胜是改换的生命 不是改变的生命 得胜不是我改变了 乃是我改换了 有一节圣经是我们很熟的 就是加拿太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这节圣经有什么意思呢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生命改换了 根本上不是我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坏我变做好我了 不是误会的 我变做清洁的我了 乃是不再是我了 今天人有个最大的误会 就是以为得胜是一直进步的 失败是因为一直不进步 所以就说 如果我这个人不发脾气就多好 如果我这个人 和神有亲密的交通就多好 如果我能这样 能那样 就得胜了 但是请你记得 得胜根本和你没有关系 得胜根本和你没有分 有一位弟兄哭着说 我不能得胜 我说 弟兄 你不能得胜 他又说 我不能得胜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说 神从来没有叫你得胜 神从来没有叫你坏脾气 变为好脾气 神从来没有叫你刚硬 变为温柔 神从来没有叫你忧愁 变为喜乐 神的办法是改换另一个生命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一位姊妹说 别人容易得胜 我难得多 我比别人脾气坏得多 我比别人思想污秽得多 我比别人调皮得多 我管都管不住 我说 是 你不止难得胜 并且难道没有办法得胜 你是不是说 一个人若老实一点 若脾气好一点 若思想简单一点 就更容易得胜呢 我告诉你 没有这件事 一个人就是在温柔些 在圣洁些 在完全些 他这个人还得搬出去 还得让基督摆进来 他才能得胜 一个人就是在坏些 在污秽些 在残缺些 他这个人也还得搬出去 得让基督摆进来 他才能得胜 一个人脾气坏透了 道德坏透了 他需要信主耶稣 一个人脾气好得很 道德好得很 他还是需要信主耶稣 照样 不是脾气坏透了的 道德坏透了的 需要得胜 就是脾气好一点的 道德好一点的 也需要得胜 感谢赛美神 得胜是基督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碰到过一位姊妹 我没有看见一个姊妹 像她那样难得胜的 她用了两点钟之酒 说到她从小时 到五十岁的失败 她没有办法胜过她的骄傲 她没有办法胜过她的脾气 她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 我没有看见一个 要得胜像她的 我也没有看见一个 难得胜像她的 她说 你如果碰见一个 要得胜的就是我 你如果碰见一个 难得胜的也就是我 她为着她的失败悲伤 她因为她的失败 曾想自杀 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笑了 我说 主耶稣今天又碰见 一个好病人 主耶稣今天有门诊了 她充满了 她自己的罪恶 她充满了她自己的骄傲 她充满了她自己的脾气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得胜的话 听她讲了这么多 你都要被她传染了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得胜的话 听她这一番话 也许要说 真的没有盼望了 但是感谢赞美神 有一个福音 如果你改不来 一换就成了 感谢赞美神 得胜的生命 不是一个改变 乃是一个改换 如果是你 你办不到 如果是基督 什么都不难了 问题在于 是你得胜呢 还是基督得胜 如果是基督得胜 你就是再坏十倍 也不要紧 弟兄姊妹们 什么叫得胜呢 得胜 不是你自己得胜 得胜 是基督替你得胜 圣经里只有一种的得胜 就是加拿大二章二十节所说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福建人 有一句骂人的话 就是死无变 意思是死都变不好的 我在北平曾对弟兄们说 我们个个都要对自己说 死无变 感谢赞美神 不是我改变了 乃是把我改换了 有一位姊妹来问我 什么叫做改变 什么叫做改换 我就用一个比方 我手里拿一本破旧的圣经 如果要把它改变的话 就得加上一层书面 书籍还得用胶水沾一沾 书面还得把字用津贴一贴 里面的字没有了的 还得补一补 不清楚的 还得描一描 要费这么多手续 还不知道要用多少日子 还不知道改的好改不好 但是如果要换一本 一秒钟就成了 你把坏的给我 我把好的给你 一换就成了 谁是把他的儿子给你 你用不着花一点力气 一换就成了 我在以一个比方几年前 我买了一支表 表公司担保两年 但是这表在我家里的时间 还没有在公司里的时间多 走走不准 过两天送到公司里去修 走走不准 又送到公司里去修 我跑了一趟 跑了两趟 跑到十趟 人都跑累了 一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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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总是修不好 我就要求公司说 能不能换一支表给我 他们说 不能 没有这个规矩 公司担保两年 一直替你修好 这样弄了八个月 公司不肯换一支表给我 只是一直修 又老修不好 我跑也跑累了 只好说 这支表放在你这里 我不要了 人的方法是一直修 一直修 一直修 两年之内 天天修 人没有法子调换 人的法子是一直修 就是就约 也给我们看见 神的法子 不是修理 不是改变 乃是代替 我们看以赛亚六十一章三节 赐华观 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 代替悲哀 赞美医 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义术 是耶和华所在的 叫他的荣耀 代替是神的法子 神不是把灰尘改变改变 神乃是把华观 代替灰尘 神不是把悲哀改变改变 神乃是把喜乐游代替悲哀 神不是把忧伤改变改变 神乃是把赞美医 代替忧伤之灵 改变从来不是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乃是改换 感谢赞美神 这多年 我一直改不来 神却把我换了 这一个叫做圣洁 这一个叫做完全 这一个叫做得胜 这一个是神儿子的生命 阿里路亚 从今以后 基督的温柔是我的温柔 从今以后 基督的圣洁是我的圣洁 从今以后 基督祷告的生活 是我祷告的生活 从今以后 基督和神的交通 是我和神的交通 从今以后 没有够大的罪 是我不能胜过的 从今以后 没有够大的试探 是我不能胜过的 因为得胜的是基督 不是我了 难道基督 还怕什么大的罪恶吗 难道基督 还怕什么大的试探吗 感谢赞美神 我不怕了 从今以后 是基督 不是我了 这生命的原则 是一个恩赐 不是一个赏赐 一件事请你记得 得胜是一个恩赐 不是一个赏赐 什么是恩赐呢 恩赐是一个礼物 是人白白送给你的 你自己做工得来的是赏赐 你白白得来 一点没有花力气的是恩赐 一个是白白送给你的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一点不要花力气 一个是需要你自己做工 需要你自己花力气才有的 我们所说的得胜生命 是不必你花力气的 我们可以看 林前十五章五十七节 不过中文译的不很好 照希腊文当一作 感谢神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得胜 得胜是神预备的一件东西 来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得胜 是白白得来的 不是自己用力赚来的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个很大的错误思想 就是以为得救是白白得来的 而得胜却是靠自己 我们知道 得救不能用一点点功劳 不能加增一点点行为 就是简简单单的来到十字架下 接受了主耶稣 做救主就可以了 这是福音 我们想说 不能靠行为得救 但是我们想说 得救了之后该做好 你是说 你不能靠做好得救 但你却说你想靠做好得胜 我告诉你 你不能靠做好的胜 像你不能靠做好得救一样 神根本说 你一点做不好 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死 他也在你里面替你活 出乎肉体的总是肉体 出乎肉体的神一点都不要 我们都是想 得救是靠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替死 等到得救了 就想做好 就要做好 就盼望做好 但是 我问你 你得救这么多年 到底做好了没有 感谢赛美神 我们一点都做不好 我们一点都不能做好 阿里路亚 我们一点都做不好 感谢赛美神 得胜是他赐给我们的 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 上文说到罪 说到律法 说到死 下文就说神把的圣赐给我们 得胜 不只胜过罪 也胜过律法 不只胜过律法 也胜过死亡 神所预备的救赎 不只能胜过罪恶 也是能胜过律法的 不只能胜过律法 也是能胜过死亡的 我在这里 巴不得走一个大圈子 S告诉你们说 有一个福音 就是神把的圣赐 给你们每一个人 你在那里是想 我怎样能胜过试探呢 你在那里是想 我怎样能胜过我的脾气呢 你在那里是想 我怎样能胜过我的骄傲呢 你在那里是想 我怎样能胜过我的极度呢 你不知要花多少力气 也不知多少次都是失望 但是 我有一个福音传给你 就是主耶稣的温柔 是白白送给你的 主耶稣的圣洁 是白白送给你的 主耶稣那样的祷告 是白白送给你的 主耶稣的一切 都是白白送给你的 你一接受主耶稣 主耶稣所有的你就都有了 阿里路亚 这不是福音是什么呢 你想 常常祷告 不知要花多少功夫 你想 和神有无间断的交通 不知要花多少功夫 还有消极方面的 你想不犯罪 不知要花多少功夫 你想不发脾气 不知要花多少功夫 你认罪做得到 但是 不犯罪你做不到 你常常说谎 虽然花了多少功夫要改 可是谎仍是照就说 我碰见好多弟兄姊妹对我说 想不说谎 但是 怎样也改不来 说两三句 谎又来了 今天 我有一个福音传给你们 神把主耶稣的圣洁 主耶稣的人爱 主耶稣的完全 主耶稣的人爱 主耶稣的信实 白白送给你 要的人 神就白白送给他 像他那一种 和神亲密的交通 像他那一种圣洁的生活 像他那一种 完全的美丽 神送给你 这是一个恩赐 你若想靠自己得胜 你就再花二十年的功夫 你的脾气仍是改不好 你就再花二十年的功夫 你的骄傲还是去不掉 二十年后还是一样 但是 神在这里 有一个完全的救恩 就是叫 基督的忍耐 成为我的忍耐 叫基督的圣洁 成为我的圣洁 叫基督的和神交通 成为我的和神交通 叫基督一切的美德 成为我的美德 阿里路亚 这是神所预备的救恩 这是神愿意 白白赐给我们的 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看见罪人 打算用行为得救呢 我碰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你碰见一个罪人 你就告诉他说 你不必做什么 基督已经成功了 神把主耶稣赐给你 只要你接受就好了 照样 弟兄姊妹们 我今天也传一个信息给你们 你不必做什么 基督已经成功了 神把主耶稣赐给你 你一接受就好了 得胜了 得救如何用不着你做功 是神白白的恩典 照样 得胜也如何用不着你做功 也是神白白的恩典 得救是用不着我们花力气的 得胜也是用不着我们花力气的 我这里有一本圣经 如果要送给你 这本圣经里面的字 不是你写的 书面不是你装的 金字不是你烫的 都是人做好了 白白送给你的一个礼物 得胜就是这样 是神白白送你的一个礼物 我们不能慢慢得胜到得胜 不能慢慢圣洁到圣洁 慢慢完全到完全 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得胜的人 他的得胜必定是从主耶稣得来的 最近我碰见一位姊妹 她说她花二十年的功夫 盼望能够胜过她的骄傲 盼望能够胜过她的脾气 结果不止二十年来没有胜过 并且越弄越不好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就对她说 你如果盼望用功夫胜过你的骄傲 胜过你的脾气 你就是再花二十年也不成 你今天如果要从罪的释放 你立刻接受神的恩赐好了 这是神白白赐给你的 你接受就是你的 主耶稣基督就是得胜 你接受他做你的得胜 你就得胜了 感谢赞美神 他接受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恩赐 今天你看见工作的虚空 生活的失败 若你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能得胜了 有一节圣经是我们很熟的 就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罪怎能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呢 是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呢 我说过多次 在律法之下 就是说神要人替神做事情 在律法之下 就是说神要我替神做事情 什么叫做在恩典之下呢 在恩典之下 就是说神替人做事情 在恩典之下 就是说神替我做事情 如果是我们替神做事情 罪必定做我们的主 我们做工的工价 就是罪做我们的主 如果是神替我们做事情 罪做主就办不到 在律法之下 是我做工 在恩典之下 是神做工 神做工 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 是神做 这是得胜 一切花功夫做出来的 定规不是得胜 得胜是白白得来的 如果在这里 有人犯罪犯到够了 犯罪犯到烦了 犯罪犯到不像一个基督徒了 犯罪犯到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我就要告诉你 你在这里 一接受这个恩赐 你立刻可以做一完全得胜的人 因为得胜的原则 是恩赐的原则 不是赏赐的原则 你接受这个恩赐 就什么都好了 得着这生命的方法 是得到的 不是达到的 得胜的生命 你只能得到 你不能达到 你只能得到这件东西 你不能达到这件东西 什么叫做得到呢 得到就是得到一件东西 什么叫做达到呢 达到是一条很长的路 你要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还不知走到那一天才达到 阿里路亚 基督徒的得胜 不是慢慢走 慢慢走的 有一次我上古岭 于信良弟兄 要我同走上山 我们慢慢地走 慢慢地走 我越走越累 走一段了 我问于弟兄说 还有多远 他说快了 但是慢慢走 还没有到 还得慢慢走 问问于弟兄 他总是说快到了 后来总算是走到了 我如果坐骄子上山 就是得到古岭 不是达到古岭了 得胜都是得到的 不是达到的 所有关乎圣灵的事 都是接受的 所有关乎得胜的事 都是接受的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在这里 神说的圣是一个恩赐 只要你接受就好了 得胜不是要你慢慢去达到的 得胜是一个恩赐 是送在你的手里 一点不要你花力气的 张弟兄 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 你要花多少力气 才能得着呢 一伸手 一秒钟就得着了 送给你这本圣经 是一个恩赐 你要不要回家去计时呢 你要不要一日三次 朝着耶路撒冷跪下呢 你要不要立志 以后再不发脾气呢 都不必 你只需要接受就好了 你接受这本圣经 经过了若干手续呢 一点手续都没有 伸手一接就是你的了 得胜是一个恩赐 不是你能达到的 乃是你能得到的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 是我们很熟的 我可以背给你们听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义 圣洁 救赎 智慧是总题 可以把它摆在一边 这里说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三件东西 义 圣洁 救赎 那么我要问你 神在什么时候 叫他成为我们的义呢 我们都能答应说 是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 做我们的义的时候 你是不是哭了三天才得着的呢 你是不是去陪了 不是才得着的呢 感谢赛美神 是他的儿子替你死了 你一信就立刻得着了 但是可惜人在接受主耶稣 做他的圣洁这件事上 却都是自己绕圈子 都是花冤枉功夫 你接受主做你的义 是立刻得到的 照样 你接受主耶稣 做你的圣洁 也是立刻可以得到的 你若想慢慢走 慢慢走 盼望有一天达到圣洁 你就永远达不到 凡想成功自己的义的人 不能得救 凡想成功自己的圣洁的人 也不能得胜 得到和达到的分别在那里呢 只有一个分别 就是时间的问题 一个是立刻的 一个是慢慢的 有一个故事 说到一个人是偷鸡的 本来他一礼拜要偷七只 后来他想改良自己 每礼拜少偷一只 到六个礼拜以后 就完全不偷了 慢慢不偷 慢慢不偷 他的不偷是慢慢达到的 不是立刻得到的 但是主的得胜 是立刻得到的 这次在烟台 我碰到一位弟兄 他的脾气很厉害 发起脾气来 他家里的人都怕 他的妻子怕了 他的儿女怕了 他店里的伙计也怕了 连弟兄们也怕他 因为他有时在聚会的地方 也闹起来 他对我说 我的脾气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说 如果你接受主作你的得胜 你立刻就得胜了 感谢赛美神 他接受了 他得胜了 有一天他问我说 倪先生 我得胜有多少日子了 我们算算才一个月 他说 在这一个月内 有一天 我的妻子病得立刻要死 要是从前 一个小孩子病 我都急死了 急得从这间屋子 走到那间屋子 脸上没有好颜色 很容易发脾气 这次我的妻子病了 麦西跳得很不好 我小声音对神说 你如果要他早去也好 我的脾气也不知道那里去了 他的妻子有一点起色 请了一个针灸医生 扎了几针 他也耐心服侍他的妻子 我动身的那一天 他赶来送我的行 他对我说 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二十个钟头之内 好像是别人的妻子病了一样 一点不发急了 他是做花边生意的 他说 那些女工不知多难办 这一个月之内 不知发生了多少事情 要是从前 我要大吵大闹了 这次 好像不是我的事一样 我还笑着说 你们怎么做得这样呢 我的脾气不知道那里去了 这就是得到 如果是达到的话 再花二十年功夫 还不知达得到达不到 感谢赛美神 得胜是得到的 不是达到的 今天在这里 如果你要得到的话 你就立刻能得到 有个西教士到印度去 他别的没有带去 他的脾气却带去了 他常常发脾气 发到一个地步 自己说 我如果能忍耐的话 全世界的人都能忍耐了 有一个帮助他灵魂的朋友 北着了这接受基督 做个人得胜生命的秘诀 就写信 把这得胜的方法 告诉他说 得胜的生命是得到的 他接着信以后 就按着信上所说的而行 他的朋友 到三个月后 才得着他的回信 他的信 大概如此说 你的信以来 我就知道这是福音 基督就是忍耐 我一接受 我的脾气 就不知道到那里去了 但因我过去的失败 太厉害了 我要失到三个月后才敢说 这些印度用人很调皮 很愚笨 每次我关门的时候 总是要把门使劲地碰上 同他们这样发脾气才行 自从我照你所说的实行后 在关门的时候 不止再没有使劲地 把门碰上 并且连这样的心都没有了 可见 圣不碎 完全是主给你成功的 用不着你花力气 如果你要靠自己做 再做一百年也不行 弟兄姊妹们 我再说 得胜不是达到的 乃是得到的 得着这生命 是一个神迹 你记得 保罗在腓利比书二章 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们能行出来 是按神的美意 是神叫我们能行出来 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 叫我们能圣洁 不是我们自己花力气 完全是神在我们里面 做成功的 这一个圣洁的生命 这一个完全的生命 不是我们出力做成的 完全是神做成的 我承认 地上有许多人 若非神迹 就不能除去他的败坏 有的人不觉得 自己的失败 就还看不见 他是如何的不能 有的人的脾气 没有法子想了 有的人的骄傲 没有法子想了 有的人的个性 没有法子想了 如果不是神行神迹的话 就一个都没有办法得胜 有没有人能胜过罪呢 人的办法 是把罪压下去 如果是神做 神是用神迹 除去你的旧人 叫你的心都清了 如果你看见了 什么是神的得胜 你真不知道 如何欢喜快乐了 有一 为姊妹 脾气凶到超乎常人之外 她的丈夫 孩子 用人 无意不怕她 但她又是一个基督徒 脾气这样凶 真是没有办法 过了多少年 她接受了主耶稣 做她的得胜 但是 她遇见一个很大的试验 好比她昨日接受了主耶稣 做她的得胜 第二天 她早起在楼上梳洗 还没下楼 她的丈夫和用人 在楼下 要挂上一盏水晶灯 水晶灯一盏 是值不少钱的 那至她的丈夫 和用人挂的时候 一不留意 这盏水晶灯 净落在地上砸碎了 刚好 她从楼上下来 她丈夫看见她下来 有点发呆了 以为她不知 要怎样发脾气 那只她很安静地说 灯打碎了 扫掉她好了 她的丈夫 稀奇起来了 平时打破小杯 小蝶还要吵 今天也许要大吵了 看见她情形这样 就问她说 你昨夜睡得好吗 你没有病吗 她答应说 我没有病 是神行神迹 把我的救人除去了 她的丈夫就说 这真是神迹 这真是神迹 感谢赞美神 这真是神迹 伴主日学的 屈任伯先生 在灵性上 是很不错的 他承认得胜的生命 真是个神迹 他有一次 对一位长老做见证 他接受了主耶稣 做他的生命之后 不止没有发脾气 并且连发脾气的心 都没有了 那位长老说 你的意思是说 救的罪恶都能除去吗 屈先生说 是的 他说 我信这件事 在你身上是真的 因为我信你的话 但是 对于我却永不能成为事实 后来 屈先生请他一同祷告 那天 他们有一个很长的祷告 那位长老也接受了 有一天 屈先生碰着他 他说 我一生都未尝过 那天晚上所经验的 这是一种神迹 不用奋斗 不用能力 也没有欲望 连那样的心都没有了 这真是奇妙 这真是神迹 他过得不久 写一封信给屈先生说 在他职责所在的地方 有一懂事会 有一不正当的恶势力 他从前是一直在那里压制自己 但这次到了那里 不止喂饭 好像连那要饭的心都没有了 这是何等的神迹 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难办的事 有没有对付不了的罪恶 如果有 主耶稣基督能照样 为我们立刻行神迹 你多年没有办法 他立刻能行神迹 无论你的罪是灵性上的也好 是属肉体的也好 是思想上的也好 是身体上的也好 是个性的也好 是不能遵行神旨的也好 是不能奉献的也好 是不能承认罪的也好 主都能立刻行神迹 你不能奉献 他叫你能奉献 你不能忍耐 他叫你能忍耐 关乎以上各种的罪 他都能胜过 神能 神一行神迹 就能了 结局 是一个表示的生活 不是一个压制的生活 得胜生命的结局 是一个表示的生活 不是一个压制的生活 问题在这里 今天我们人所有的得胜 常是压制下去的 有一位老妇人 碰到事情是竭力 把脾气压下去 外面还是带着笑容 里面是勉强压制着 像这一种压制的生活 若是压得太紧 过几年要压得吐血了 因为东西都在那里 但是感谢赞美神 我们的得胜 是一个表示的生活 不是一个压制的生活 表示的生活 是把已经得着的做出来 这就是腓力比二章十二节所说 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 从前我们是遮得越言越好 现在我们所说 基督的得胜 是敢表示出来的 是敢把里面发表出来的 从前是越压制越好 现在是越表示出来越好 因为基督是活在我里头 我要在人的面前 把基督发表出来 编路易师母 有一女友会写诗 是一青年的女子 她很会领小孩 得着得胜的生命 编路易师母 有一天特别去看她 到底用什么方法领小孩 那天看见 她请十几个小孩 一同吃饭 吃完了 桌上还未收拾 忽然有客人来了 她就对这些孩子说 桌子这么脏怎么办呢 小孩子们就出个主意说 可用一块干净台布 把它盖起来 她说 好 就去拿那一块干净台布 把桌子上的脏盖起来 等到客人走了 她就问他们说 客人看见了桌子上的脏没有 他们说 没有 她说 客人虽然没有看见 但是桌子脏不脏呢 他们说 客人看是没有看见 桌子脏还是脏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们 许多人都是打算里头脏 不打算外头脏 我们心里的思想 感觉 都不能打开给人看 我们还以为是得胜 人赞美我们 我们还以为很谦卑 讲时那么讲 忍耐虽然是忍耐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底下 弟兄姊妹们 让我很值得告诉你一句话 凡是压在里头的 都没有得胜 必须你出去 基督进来 才是得胜 凡是能表示的 才是得胜 有一位姊妹 是很会发脾气的 有一天 她的女佣人 把一个花瓶打碎了 她立刻蒙着背去睡 免得看见了 又要发脾气 这就是压制的生活 卖水果的 一次来问你要不要 你说不要 叫她走了 她第二次来问你要不要 你又说不要 叫她走了 她第三次 还是来问你要不要 她是为着卖水果 不能不把脾气压下去 这那里是得胜呢 这不是得胜 这是做生意的方法 把脾气压下去 并不是得胜 基督得胜 是叫人心都清了 得胜是心清了 有一位弟兄 过了得胜的关 他已有五十多岁 一生读孔子的书 他信主有三年 虽然信主流血洗碎的事 但是还不知道 基督教与儒教有什么大不同 儒家的修身 是一直用涵养的功夫 用克制的功夫 涵养克制成功 才是圣人 所以他做基督徒后 还是用克制涵养的功夫 抱着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的态度 到了现在 他就说 我今天才知道 得胜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基督教与别的教的不同 不只是十字架的不同 还有在我们里面 有一位活得基督的不同 我们不只有一旧熟的道理可传 我们还有一里面 活得基督可传 他真是一个孔子的门徒 做孔子门徒的人 做每一件事都非常拘谨 不然就要出事情 里面的东西就要跑出来 但是他说 他现在放开他自己 一点不压制 一点也不出事了 弟兄姊妹们 我说阿里路亚 你能放开你的自己 你能表示出来 这是得胜 得胜的生命没有别的 就是基督 以上五点 是这生命的性质 最末了 让我说几句直话 请你们记得 得胜像得救的日子一样 是有日期的 你是某年某月 某日得救的 你得胜 你也当记下来 是某年某月 某日得着的 各个都该有日期 这是一个专一的关 你要过去 有就是有 无就是无 没有差不多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 差不多得救的人 得救就是得救 照样 全世界也没有一个 差不多得胜的人 得胜就是得胜 差不多得胜的人 就是没有得胜的人 你们个个都该过这个关 我今天不能说 将来有机会我要说 得胜不只是为我们个人 还有一个大关系 所以我们非得胜不可 第四篇 如何经历得胜的生命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已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 今天下午 我们在这里 要好好地把它再提一次 昨天在这里 我们已经看过了 什么叫做得胜的生命 得胜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 得胜的生命就是基督 我们知道 得胜的生命 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怎样能够进到这一个生命的里面去 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 祂能叫我们得胜 这是不错 但是 怎么能够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呢 怎么能够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活出祂的生命来呢 不错 我听见了福音 耶稣是救主 但是我怎么得着祂做我的救主呢 不错 我知道十字架的救法 但是我怎么与十字架的救法连在一起呢 所以 今天下午我们所要看的问题 就是到底 我们怎么才能与基督连在一起 到底我应该怎么样 基督才能做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生活 所以今天下午 我们要来看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对于这一节圣经 我们也不从开头说起 也不从末尾说起 我们乃是要从中间说起 你看见在这一节 圣经里有一句话很好 他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八个字是什么呢 这八个字就是得胜 这八个字就是我们这几天 所讲得胜的生命 得胜的生命没有别的 得胜的生命第一 就是不再是我 第二就是乃是基督 得胜的生命就是这一个 只要你能不再是我一下 只要你能乃是基督一下 只要不再是我 加上乃是基督就得胜了 就所有的难处都没有了 我们昨天已经看见了 得胜的生命就是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但是今天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基督徒 怎么能够达到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的地步 我们怎么能够达到 这一个生命 我们是从那一条路走 才能够说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所以我们要仔细一点 来读加拉太二章二十节 因为加拉太二章二十节 把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放在当中 他上面还有一句话 下面也还有一句话 所以我们要看 到底保罗是从那一点走起 走到那一个地步 才说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我们看见了 就能也从那一条路走 好叫我们也说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所以保罗所经过的 我们也得经过 他所用的那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所要用的那一个方法 他所走的那一条路 就是我们所要走的那一条路 怎样能够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怎么能够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我们要从第一句话读起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保罗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地步说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是很熟的一句话 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我出去了 我在十字架上 我过去了 所以我现在能说不再是我 但是弟兄姊妹们 十字架同死这面的真理 在我们中间 不是今天下午第一次听见的 我们早已经知道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为什么我们所知道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道 在我们身上不发生效力 陆弟兄 我问你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道理 你知道了多少年 陆弟兄说 十多年了 发生效力或者不发生效力 请你不客气地说 在你身上发生效力有多少 陆弟兄说不多 基弟兄 请你做见证说 你所知道十字架的道理 引导你多少 有没有效力 有没有保罗那样的能力 陆弟兄说 这两天力量大了 我告诉你们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道理 我已经知道十多年了 但是不发生效力 有 但是只有一点点 不多 简直与不发生效力差不多 我们不能与保罗一样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下面就说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好像那一个道理 在我们身上 没有发生那么大的效力 所以今天下午 我在这里 不是要把十字架的道理 再传一遍 我不做这件事 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多了 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 看见说 到底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这一句话 在我的身上要做什么 我应该做了什么 才能够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不是我们把他钉死 也不是我们在那里死 乃是基督死 神把我们包括在他里面死了 这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要问你们一句话 神把我钉死是不错 但是我自己应该经过什么手续 应该经过什么事情 才能够说实实在在 我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在过去的许多年之中 我们一直看见神替我们所做的 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一直看见 神怎么将我们钉死了 我们没有看见 对于我们自己的钉死 应该怎么看才可以 所以今天下午在这里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来看 对于这一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到底有什么责任 接受神对我们的估价 神为什么把基督钉死 我今天下午不打算讲道 我打算与你们谈谈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不单是我的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好好地想想 为什么神要把我与主耶稣一同钉死 或者我引一个比方给你们听 在这里有一个强盗 法官将他判决了 觉得这个人罪不太重 所以判他关键十年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他关键十年 还有一个强盗 法官说要枪毙他 你知道为什么要枪毙他 为什么一个要关键十年 一个要枪毙 这是什么缘故 因为这一个关键十年的强盗 法官对他还有盼望 国家对他还有盼望 盼望他做一个好国民 所以判决把他关十年 再把他放出来 但是还有一个强盗 国家对他没有盼望 看他罪太重了 他对于国家一点用处都没用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他枪毙了 神今天对于我们是怎么看法呢 神是将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 我老实对你说 这话有一点不大好听 但这是事实 神对于你一点盼望都没有 神没有盼望 神看你这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神看你没有办法变好了的 你的肉体是败坏到极点 真是没有办法 只有死 主耶稣的工作不能改变你的肉体 神的能力不能改变你的肉体 圣灵也不能改变你的肉体 你读经祷告也不能改变你的肉体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永远不能盼望 也永远不能改变 神看你的肉体除了死之外 不能得着什么 神对于你没有盼望了 所以才把你和我包括在基督里面定死了 你这个人除了死之外 没有别的盼望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 神对于他第一件事就是受尽 受尽就是宣告说 神对于他绝望了 把他定死了 受尽也是你说 我是该死的 所以我托人把我抬去埋了 你看见吗 受尽就是神宣告说 也是我们承认说 我们是死了 受尽就是我们对于神对我们的估价 说一声阿门 神说你该死 我说我进一步把他埋了 我对于我自己没有盼望 我自己一点盼望都没有 我只好死 今天我是站在死的地位上 但是许多基督徒都忘了受尽的时候所做的 许多基督徒也忘了 我们在神面前的估价是什么 神的估价是什么 神对于我们的估价就是死 我们只配死 除了死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是你修也没有法子修 就是你补也没有法子补 就是你要进步也进步不来 就是你要改也改不好 你这个人除了死了之外 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此神才将你包括在主耶稣的死里 他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对于我们一种估价的表示 所以请你们记得 十字架就是神对于你和我的估价 神用这一个来表示说 你这个人只配死 一点盼望都没有 但是我问你 你到底承认不承认这一个 我们人常常做矛盾的事情 我们对于自己也常常有矛盾的思想 我们一面在那里想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这一句话我们说了十多年了 一直在那里说 另外一面呢 我们对于自己还充满了盼望 我们在那里觉得自己不能 但是我们还在那里盼望能 我们软弱失败了 我们还盼望能得胜 我看见过一张照片 有一个女人 她的丈夫死了 她把她丈夫的棺材放在门口 放了三十多年 不肯让人把她埋了 她说她现在是睡了 她一直等她复活 我们对于自己也是这样的盼望 我们是相信我们是只好死了的 我们是相信我们是死在最灭力的人 但是我们还想说我还有一口气 恐怕我还有一点用处 所以我们一直想说 这一次因为我力智力的不够大 所以失败了 下一次力智力的大一点 就可以得胜了 这一次也许是因为不警醒 所以失败了 下一次好好警醒就可以站住了 这一次因为我没有拒绝 所以失败了 下一次我如果拒绝的话 就可以得胜了 这一次因为我祷告不够多的缘故 所以失败了 下一次如果祷告多一点的话 就可以得胜了 你看见了没有 神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神说你是死了的 但是今天你没有看见你是死了的 也没有承认你是死了的 你一直在那里盼望说 已经熄灭的火 山一山就会着 所以你一直在那里山 所以什么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要经历这一个 我们这一边有一个永远不能减少的条件 就是要对神说 神啊 你对于我失望了 我对于我自己也失望了 你看我一点盼望都没有了 我也看我自己一点盼望都没有了 你看我该死 我也看我该死 你看我是软弱的 我也承认我是软弱的 你说我不能 我也承认我是不能的 你就在这一个地位上 这一个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神所做的事是永远不能推翻的 是已经做成功了的 现在你这一边有你一部分的责任 就是要接受那一个估价 神对于我绝望 我对于我自己也绝望 我告诉你们说 什么时候你对于自己绝望 什么时候你立刻就看见说 不再是我 今天最难的就是许多基督徒都把眼睛闭起来 看不见神对于他是没有盼望 没有要求的 根本他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陆地兄 我不怕得罪你 我敢指着你在众人面前宣告说 陆地兄这个人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还是客气的说法 如果不客气一点说的话 陆地兄你坏透了 你坏透了 但是感谢神 我不只说你 我也说我自己 我们都坏透了 我们都一无用处 除了死之外 什么用处都没有 只好死了 我这一个人改也改不好 一点盼望都没有 坏透了 所以只配死 这是神的看法 我们在神面前不该有另外的看法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看法多得很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充满了盼望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看 到底在实行方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这一个而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不错 神对于我们是绝望了 那我怎么样呢 我们要对神说 我对于我自己也绝望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要进一步的来说 也许我们要把加拉胎二章暂时放在一边 到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再来看它 现在请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 还缺少一件的原则 这一段圣经 我自己很宝贝它 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 得胜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我盼望你们要忍耐一些 与我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到底是说什么事情 在这里有一个官 他来对主耶稣说 我要得着永生 我要得着那永远的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 这一个永生 得救包括在里面 得胜也包括在里面 所以下文也说起得救 也说起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看见这里所说的范围 是把得救何得胜都也扩在里面 这一个官对主耶稣说 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主耶稣就提出五条很厉害的条件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这是一个少年的官所办不到的 一个少年的官不能不奸淫 一个少年的官不能不杀人 一个少年的官不能不偷盗 一个少年的官不能不作假见证 一个少年的官不能孝敬父母 我告诉你说 一个少年的官 对于这五个条件是不能过去的 但是很稀奇 这一个少年人对耶稣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连一次都没有犯过 夫子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那我可以承受永生了 那我能够有那永远的生命了 主耶稣说 你还缺少一件 你还缺少一件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你还缺少一件 什么叫做还缺少一件 主耶稣说 你还缺少一件 有了这一件才弄得好 这是不是说 每一个人到主耶稣面前来 都得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了 是不是说 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 在地上必须什么东西都没有呢 不 我们承认许多有钱的人 他们能够得到永生 但是为什么不多 而是这么少呢 有的人说 要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 这个我不能 26节就是说到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然而在27节主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却能 主耶稣对那少年的 观所讲的一件事 就是要证明说 在人不能 那一个少年人 不肯承认自己的不能 他以为不见银能 不杀人能 不偷盗能 不作假见证能 要孝敬父母能 主耶稣的目的 却是要证明 给他看在人不能 在得救的事情上 人不能 在得胜的事情上 人也不能 但是他说他能 所以主耶稣 就在开出条件 给他看 好 你说 这五样能 我就再把一件事 放在你面前 以后再补进去一件事 再补上去一件事 看看你能不能 现在这少年的观 知道自己不能了 所以就悠悠愁愁地 回去了 我告诉你们说 你要得胜和得救 神常常把一个 还缺少一件 摆在你面前 许多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做得真不错了 我有一个急躁的脾气 现在我稍微能够管住他不急了 我这个人是很骄傲的人 现在我能够稍微谦卑下来了 我本来是很嫉妒人的 但是现在我不大嫉妒了 我这个人本来是多话的 现在话也不多了 我们想说得胜已经差不多了 我这个人能得胜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 我也不急 我也不骄傲 我也不嫉妒 我也不多话 可惜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缺点 其余的好像都做得差不多了 可惜还差一点 或者是一件很小的事 或者是我很喜欢吃东西 或者是我早晨爬不起来 到八九点还爬不起来 你不知道为什么缘故 所有的罪都能够胜过 就是这一个不能胜过 就是这一点总是没有办法 你在这里用很多的力气 请人来喊你 用闹钟来闹你 但是总不能起来 你莫名其妙 许多事情能 就是这一件事情不能 我告诉你们说 没有别的 这一个就是路加十八章 还缺少一件的原则 神是要证明给你看 你不能 你总的说 你不能 所以主在那里 有一些让你能 但是你还缺少一件 主要给你看见说 你总有一件是不能的 神如果要你得胜 神总得证明给你看见说 你是不能的 得胜是基督给你的 你自己不能得胜 所以神留下一样 留下两样 叫我们越不过去 神叫我们看见说 我们还缺少一件 得胜的第一步 是看见自己不能 我告诉你们说 这一个少年人 五个条件可以过去 五十个条件可以过去 五百个条件可以过去 但是神总把一件东西 放在那里给他看见 他不能 朋友 得胜的第一步 就是找出来说 我不能 你一看见你自己不能 第一步 你已经过来了 今天在我们中间 每一个人 都有所缺少的一件 你莫名其妙 你不知道为什么缘故 每一次碰着 这一个就失败 有的人 所缺少的一件 是他的脾气 或者是他污秽的思想 或者是他的多话 或者是他早晨爬不起来 或者是他喜欢多提议 或者是他的嫉妒 或者是他的骄傲 不知道为什么缘故 每一个人 都有他所缺少的一件 每一个打算得胜的人 都得找出来说 我在神面前 所缺少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 都有他特别的一件 起码特别有一件 也许还不止 我们在神面前 神就是要给我们看见说 我们不能 有一位姊妹 盼望要得胜 他在神的面前 对付了许多问题 他天天写信 向人陪不适 天天整天到山上去祷告 每一次他上山祷告下来 我就问他说 关过去了没有 他说 我在山上又挖了一个坟墓 把自己埋进去了 第二天我又问他 他说 神又给我找出我的罪来 我又埋了 我对付了许多事情 就这样有二十多天 他天天都对付罪 我问他 现在总差不多了吧 他说 对付了许多 现在差不多得胜了 我私下就对一个同工姊妹说 看他做 看他做 有一天我到他家里 我看见他很忧愁 我不问他为什么 忧愁总是好东西 不要停了他 所以我不说 就这样一连六天 看他都是忧愁愁愁的 过了六天之后 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 请大家吃饭 这位姊妹也在内 她也吃饭 很勉强地吃 她坐在我对面 面孔是笑的 但是实在是在那里忧愁 那一天弟兄有二十多个 姊妹只有三个 吃了饭之后 因为我才写了一首诗 我就请她弹琴 她唱了两节 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让她流泪 我不说 等了一会儿 我问她说 到底怎么一回事 她说 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一件事情 我不能胜过 怎么对付 都不能胜过 她是一个脸皮 很薄的姊妹 但是她在二十多个 弟兄面前哭 没有办法 一直哭 一直哭 我问她到底是什么事情 不能过去 她说 有一件事情 我弄了一个礼拜 都不能过去 她说 你弟兄 你知道在这几个礼拜里面 我天天对付我的罪 我把我所有的罪 都对付过去了 我承认 她实实在在 对付她的罪 她说 但是我无论怎么做 都证明我这一个礼拜 不能对付罪 我想这一位姊妹的罪 一定是不得了的罪 我就问她 到底有什么罪 不能对付呢 她说 小得很 但是没有法子对付 我这个人 从小起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零食 早饭吃了 喜欢零零碎碎吃一点 中午没有到 先要零零碎碎吃一点 吃完了午饭 又要零零碎碎吃一点 晚上要睡觉了 还喜欢零零碎碎的吃 这几天 我觉得我在主的面前 这一件事情不能过去 我不应该这样 零零碎碎的吃 所以我就对付这一件事情 她说 我对付了六天 天天都失败 我比我的三个孩子还会吃 一看见零零碎碎的东西 手就去拿了 我没有法子不吃 她一面讲 一面哭 但是我听了 很快乐 我在那里笑 我真是很快乐 我在那里快乐极了 那些弟兄姊妹 有的弟兄就到前面去了 有的姊妹也避开了 她在那里一直哭 哭得不得了 我在那里就一直笑 笑得不得了 她在那里一直哭 我就在那里一直笑 她说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说 我心里快乐极了 我心里快乐极了 某师母 你今天才知道 你不能吗 你做了二十多天 才知道 你不能吗 感谢神 也有一天你不能 我告诉你说 你不能 就有办法了 你要看见 整个原则 都在这里 再过一点多钟 她完全过了得胜的关 我告诉你们说 得胜的路就是这一个 还缺少一件 你自己以为这不差了 那也不差了 你以为自己会 你以为自己能 但是神要证明 给你看说 你不能 所以弟兄姊妹们 每一个要过得胜关的人 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出 这一个不能来 你凭着那一件事情 才会知道 到底你能或者不能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罪 有没有什么 特别不能胜过的罪 我告诉你们说 笼统的人 不能过得胜的关 你要专一地知道 自己特别软弱的点 这就可以拿来证明 你过得胜的关 有的人是他的骄傲 有的人是他的嫉妒 有的人是太容易 被人所摸着 稍微有一点点 他里面就觉得 有的人是他的思想不洁净 有的人是他的话特别多 有的人是喜欢吹毛求疵 有的人是喜欢背后说人 传话 有的人就是在身体上 不能节制 我告诉你们说 总有一件事情 许多人都是在那里 有一件事情不能过去 所以 等到今天下午聚会散了之后 我盼望你们回去 把圣经打开来 在圣经上写说 还缺少一件 你把你所缺少的一件写出来 那一个少年人所缺少的一件 就是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恐怕在我们中间 也有人是放不下他的钱 有的人不是放不下钱 但是总有一件是他还缺少的 如果不是钱 你要去写出来 到底你所特别没有办法的罪是什么 你知道了你的病在那里 就是你在神面前可以专一地过得圣观 每一个人必须清楚知道 他特别的点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软弱的点 他必须求神用光来光照 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件 起码有一件 有的人也许还不止有一件 你要看见你所不能的那一件东西 当你看见了你不能之后 你也就能够看见神能 如果你不能看见你自己的软弱 你也就不能看见基督的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们 神为什么放一件 二件东西在那里 就是为要给我们看见 我们不能 我告诉你们说 这是圣经里一个很普通的原则 也是一个很要紧的原则 当我们每一次说 我们的主耶稣 已经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所很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一个原则 神知道你无用 神也知道我无用 神知道凡处于你肉体的都没有良善 神知道了 神早就知道了 但是你不知道 你并不知道你的肉体没有良善 所以你一直盼望 你一直尽力量想讨神的喜悦 神知道我们的肉体没有用处 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没有用处 所以神就把律法赐给我们 神赐下律法来是要证明人有罪 是要证明给你看你不能 律法赐下来并不是要你遵守 神知道你不能守律法 律法赐下来的目的 是要你多犯几条 律法赐下来不是要人守 律法赐下来是要人犯 神知道你定规要犯律法 但是你不知道你定规要犯律法 所以神就将律法赐下来 神让你犯律法 这样你才知道神所已经知道的 这样你才知道你是一个无用的人 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说 我们基督徒是在律法之外 我们以为十条件是律法 我们忘了所有新约的命令都是律法 神就是借着这些命令给你看见 你能做或者不能做 谁要带领你到一个地步说 我不能 而后你才会对神说 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没有错 我实在不行 除了死之外没有办法 不然的话 神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钉错了 你以为你还会做什么 罗马七章的宝贝就是在这里 我们看见罗马七章的那一个人 一直在那里挣扎 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神对于他早就完全失望了 但是罗马七章的那一个人 对于他自己还是充满了盼望 他一直想要得神的喜悦 想要行律法 但是完全失败 结局才肯承认说 神把我钉在十字架上 并没有钉错 神说我该死 真的我是该死 我告诉你们说 许多基督徒不得胜 是因为他失败不够多 许多基督徒犯罪犯的不够多 所以他不得胜 所以如果多犯一点 就容易得胜 如果真是看见肉体的败坏 就更容易得胜 罗马七章的那一个人 到末了 没有法子了 就太一口气说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他看见他自己不能 问说谁能呢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当他看见谁这一个字的时候 就得胜了 当他看见谁这一个字的时候 立刻就有人救他了 所以请弟兄姊妹们 今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看见说 我们在神的面前 按着神的看法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神是看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我们自己也得看 我们自己是不能的 你如果没有看见自己是不能的 你就不能接受十字架的估价 你就不能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你就不能说不再是我 如果说我还有盼望的话 那我还有用处 你就不肯说不再是我 不能也不打算能 我想在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再看一些 许多弟兄姊妹知道自己是不能的 你知道你自己不能 或者让我再问一句话 到底你能不能 弟兄 你对于你自己的心死了没有 你能得胜不能得胜 昨天下午我们所看的都是客观的 今天下午才是第一次看主观的 不错是基督替你得胜 但是基督替你得胜是有条件的 这条件就是看见你自己不能 你到底能不能 神已经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面 给你这许多失败 你的心还没有死 到底能不能 这是所有的问题 以后你能够不能够进步 关键都在这里 你如果心里以为说能 一直说你自己能 我告诉你 基督不能替你活 基督只替那些完全不能的人活 得胜是为着完全失败的人预备的 只有完全失败的人才有得胜 人如果没有完全失败 神不能替他得胜 这是第一个条件 我不能 我不能 但是在这里 不能是一件事 不打算能又是一件事 你听见过这一句话吗 不能又不打算能 许多时候我们知道不能 但是我们还打算要能 得胜第一个条件是不能 同时又不打算能 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不能 又加上我不打算能 我们就得胜了 难处就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 但是我们却打算能 我们要加尽自己的力量 我们想 如果我们多倒高一点 我们就能了 如果我们多励志一点 我们就站住了 不能 但是还打算能 比方这里有一个担子 有三百斤重 你自己只会挑二百斤 你知道你不能挑三百斤 但是许多人明明知道 担子太重不能挑 却对你说挑是挑不起 让我试试看 他不能却要去试试看 所以不能是一件事情 不去试试看又是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了就不去试试看了 主啊我不能了 我也不打算能 我也不试试看 你要完全放手 放手这一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你知道你自己是不能了 你自己就得停在那里 不打算能 我这一次碰着好些弟兄 他们一直犯一个罪 他们说 他们不能胜过 我问他们 你打算不打算能 他们说 还能挑什么呢 没有办法了 神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神说 你没有办法了 你呢 你就得承认 你自己没有办法 你就得那么样的承认 但是我们还打算能 什么叫做 还打算能 我想可以拿脾气 作为比方 比方 你有一个很急的脾气 你没有办法 管住自己的脾气 你一直做 一直做 但就是一直失败 对于你的脾气 你承认 你没有办法 那怎么样呢 我们明明知道 脾气没有法子管 但还是用力气去管它 我们怎么做呢 同人讲话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与我 交情不大好的 少去同他们来往 顺我意思的那些人 就多于他们来往一些 那些叫我有次的人 就不与他们交通 不见他们的面 每一次 脾气快要发的时候 我就尽力量地压制 我要多祷告一点 把它压下去 这叫什么 这就是叫 不能还打算能 不能还在那里 试试要能 不能还要加上一些能力 想叫他能 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得胜 这样的人永远不能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记得 得胜的条件就是不能 但是得胜最大的难处 就是我们打算能 得胜是基督给我们得胜 是基督替我活 这得胜的生命 必须要你站在一个地位上 对主说 主啊 我不能 我也不打算能 求你替我能 我不假冒我的得胜 若是这样 你看见你要得着得胜 神所没有办法的一般人 就是在那里打算能的人 这样的人 神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在那里试试看药能 你在那里打算药能 你一做 神就不做了 基督在你里面 要显出他的生命来 但是难的就是 你要保守自己工作的完整 你必须完全拒绝自己的工作 基督才能够显出他的生命来 若是你在那里想帮助一些 你看见人的行为 一加进去 神的恩典就出去了 如果不是基督替你得胜 就是你自己得胜 基督的力量 并不是为着 补你自己工作的不及 基督的生命 不是为着补你生命的缺陷 他要在你里面替你活 如果要基督替你活 你就必须不活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自己 不能才有办法 并且不要再恋战 一战就败了 你盼望你能 你就是想 如果我能的话就好了 你在那里用力气的时候 基督就不能在你里面活 我们人做事 常常有重叠的可能 我家里有一个佣人 他要辞工回去了 我就再去请一个新的佣人 我对那一个老的佣人说 你再住两个礼拜 你教那一个新的佣人做事 教会了以后才回去 我们人做事总有重叠的时间 老的佣人要回去 新的佣人在两个礼拜之前就来了 但是基督永远不肯做这样的事 你这一边还没有走 他就不起头 你什么地方停止 他就什么地方起头 如果盼望他在那里 你自己也在那里 那办不到 什么时候你完全停止你的工作 什么时候基督就起手工作 什么时候你自己还在那里做 基督就一动都不动 昨天我们看见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什么时候乃是基督呢 要等到不再是我的时候 你打算我与基督有重叠的时候 这永远办不到 所以不只要不能 并且还得不打算能 你的手要完全挪开 从今以后全部交在主的手中 从今以后 所有的事情都交在主手里 我不能 我也不打算能 我告诉你 你就得胜了 虽然是这样 还不够 许多人看见他不能 就在那里流泪 你哭起来了 自然流泪 哭是很好的 许多时候 我们常常要掉了眼泪 才能把罪面洗得干净 洗罪必须要有眼泪 才得干净 许多的时候 我们在主的面前 流泪太少了 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很稀奇的 许多基督徒打算得胜 他看见他自己有难处 他看见他自己还缺少一件 他就效法那少年的官 悠悠愁愁地回去了 他想说 我不能 谁也不能 他想 我不能把所有的产业 都拿出去 周济穷人 他想 完全没有盼望了 不 还有盼望 我常常想 路加十八章和十九章 连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十九章是什么事情 十九章是撒该的故事 撒该是什么人 撒该是老人 十八章的官是少年人 少年人有钱 撒该也有钱 按着人来说 少年人总是阔一些 老年人总是紧一些 但是很稀奇 当撒该从树上下来的时候 主耶稣没有说要把钱拿出来 他自己说 我如果勒索了谁 我愿意以四倍偿还 我还要把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 他把钱一下都拿出来了 主耶稣叫少年人拿出钱来 他不能 这老年人 主耶稣没有叫他拿出钱来 他到一下都拿得出来 原因在那里呢 在人不能 在神却能 少年人表明说人不能 撒该表明说神能 神能什么呢 主耶稣说 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所以是神救他的 这个少年人真知道他自己不能 但是没有求神救他 人不能 神能 今天许多基督徒看见自己 有一个坏的脾气 看见自己有污秽的思想 看见自己有身体上的罪 有灵性上的罪 他怎么做呢 他就在那里觉得说 如果我没有这些难处就好了 我曾听见好几位姊妹对我说 你弟兄 如果我的脾气忍耐一点就好了 但是我总是对他们说 要感谢神 因为你脾气急得很 你看见你不能就好了 你要快乐 因为你不能 夸自己的软弱 以后十二章九节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你看见吗 软弱不是一件可悲 可流泪的事 软弱反而是可夸的事 你能夸口说 感谢赞美神 因为你叫我得胜 但是你有没有说 感谢赞美神 因为你叫我大失败 你在那里感谢神 赞美神 因为神叫你忍耐 你有没有感谢神 赞美神 因为你有一个胜不过的脾气 你有没有感谢神 赞美神 因为你骄傲 你有没有感谢神 赞美神 因为你嫉妒 你有没有感谢神 赞美神 因为在你里面有污秽 因为在你里面充满了罪恶 我告诉你说 如果你有这些难处 你要感谢赞美神 所以第一是不能 第二是不打算能 第三就是感谢神 赞美神 因为我不能 阿里路亚 我不能 阿里路亚 我不能 为什么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你知道夸自在原文就是荣耀 保罗说 我把这软弱当作我的荣耀 这是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有机会给基督显出他的能力来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没有软弱的人 基督的能力不能复辟他 有软弱的人 基督的能力才有机会复辟他 所以我在这里夸我的软弱 因为我软弱 就叫主有机会做工 我有机会证明主的能力 我给主机会替我做什么 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什么罪 是你所不能承认的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要奉献给神 但是奉献不来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能除去的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恩典 是你在神面前 不能得着的 你怎么做 忧愁 那么你是那一个少年人的朋友 他忧愁 你也忧愁 结局你和他都走一条路 他忧忧愁愁地回去了 你也忧忧愁愁地回去了 我们不必忧愁 少年人的错 不在于他看见自己的不能 少年人的错 是在于他没有看见神的能 少年人错 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办不到 少年人的错 是因为他没有从神那里知取 办得到 找出自己的软弱不是罪 不相信神的刚强 这是罪 看见自己的钱拿不出去不是罪 不相信神能叫你把钱拿出去 这是罪 有一个坏脾气不是罪 不相信神替你忍耐 这是罪 有一个不能胜过的罪不是罪 不相信神能替你得胜 这是罪 看见自己无依无靠 是很荣耀的一件事 主的目的是要那一个少年人 看见自己的无依无靠 但是那一个少年人回家去的时候 不快乐 是悠悠愁愁的 主一旦证明给你看见你不能 立刻就要你看见神能 主给你看见自己不能 不是要你灰心 主给你看见自己不能 乃是要你相信主 今天有一个好机会在你身上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对主说 主啊 我不能 主啊 我也不打算能 感谢你 赞美你 我不能 当你看见自己不能做的时候 当你看见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 当你看见主能叫你能的时候 你能感谢神 赞美神 你看见说 感谢主 赞美主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从前的时候 你为你的软弱忧愁 从前的时候 你为着你的罪流泪 你今天能够夸口 你今天能够赞美 你今天能够对主说 主 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能 主 我感谢你 因为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得胜 我不能 感谢你 我不能 我快乐 我不能 我快乐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能 我告诉你说 这时候你就要得胜 主耶稣指一绝证 这一次在烟台 有一个弟兄 过得胜的关 这一个弟兄 是从东三省来的 他在军队里 过了十多年的生活 他是一个大夫 当他在东北的时候 弟兄们引导他相信主 信主之后 他就来到烟台行医 有一年多的功夫 我在烟台 有一个礼拜的聚会 他也在那里 我在聚会的时候 提起得胜的问题 有一天 他来找我 很急地说 好不好 明天来找你 我说 明天早起 恐怕有事情 今天夜里 说好不好 他说 我的事情很要紧 今天夜里 时间太少 非有一个 长的时间不可 所以就定归明天早起 他说 我明天早起 九点来找你 你明天不再约别人 明天整个上午 都要给我 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一个人 真是像一个军人 又高又大 很魁梧的 好 我们约定 明天早起到 李弟兄家里谈 我在九点前到那里 他已经早在那里了 我们见了面 他一坐下来就说 你弟兄 我的故事常理 他就说 他从前怎样 在军队里过日子 后来怎样相信主 怎样来烟台 他告诉我 现在怎样 把所有的罪都胜过了 从前在军队里 所有的罪都胜过了 但只有一件事情 没有办法 我一听 心里就快乐了 又有一件了 总有一件 不能说 一件都没有 我说 是什么事呢 他就把手拿给我看 告诉我 是吃烟的是胜不过 他说 各种各样 很厉害的罪 很不好的罪 都胜过了 但就是 这一件胜不过 他吃烟已经有十年了 相信主 已经有三 四年了 在烟台 已经有一年了 在这三 四年之中 甚至一年戒七 八次 总是戒不掉 没有办法 他说 我在这里吃烟很苦 烟台地方又小 弟兄姊妹又多 如果给他们知道 我是某人吃烟的话 不得了了 所以 只得偷着吃 如果在家里吃的话 不行 因为我的师母 又是一个姊妹 在家里监视着 如果在外面吃 又怕被弟兄姊妹碰着 所以这烟不能公开地吃 我把烟放在口袋里 如果在医院里 我还能够在我的房间里抽 但是又不能明抽 总是在门口那里抽 听见人的声音时 就只好偷偷地把烟弄吸了 因为在医院里 也怕护士们知道 去通知弟兄姊妹 如果给师母看见了 那又要闹 所以吃烟真是苦得很 弟兄姊妹又是很亲热 两下子又有人来看看你 这一边在抽烟 听见弟兄们来 就只能把人丹放在口里 怕口里的烟味给他们闻到 这一年在烟台 被这烟弄得真是苦 我不喜欢吃 但是想尽方法总是不能见 你看见他坐在你的面前 很高的身体 很魁梧的身体 真是像军人 但是他在那里哭 哭 真是像一个小孩子 一样在那里哭 我就对他说 这是一件可快乐的事情 为着这一件事情 你该感谢赞美神 他说 你不知道别人戒烟戒得掉 我戒不掉 你如果看见我在那里戒烟 你就知道 我的苦了 我有一次成功了三天 没有吃烟 手里没有拿烟 但是思想里 头脑里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都是充满了烟 没有办法 后来只好再吃 我恨我的自己 我没有法子 我说 这是可快乐的一件事 这真是可快乐的一件事 他问我说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就对他说 你使大夫是一个国手 医道很好 但是你碰着我 你某人 就没有用处 我身体很好 你是全烟台 很好的医生 我是全烟台 身体很好的人 我也用不着你 你也用不着我 如果你今天能把烟戒掉了 你对于主 也就像我与你一样 你就用不着主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身体多病 任何的大夫都医不好 而你是一个国手 那么我到你这里来 你就有机会 有地方显本事了 我又对他说 史大夫 你敢不敢在你医院的门口挂一块牌说 专医绝症 他说 我不敢 如果医不好怎么办呢 我说 但是主耶稣别的病一个都不医 主耶稣只医一种的病 就是绝症 主耶稣只医绝症 今天你是不是一个绝症 你今天戒烟是一个绝症 他说 当然是绝症 我四年以来 一年之内戒七八次都戒不掉 这不是绝症吗 我说 那么好 主耶稣能医治你了 那是不是可以快乐呢 你要感谢神 因为你有资格给主耶稣看病 你的病绝了 你对主耶稣说 主耶稣 我不能戒烟 我没有办法 主耶稣 我把我自己放在你面前 耶稣肯收留你这一个病人 所以你要心里快乐 但是他问我说 你弟兄 你不要和我闹玩笑 你要知道 我真是没有办法 他又在那里哭了 后来 我就把离后十二章九节 打开来给他看 念给他听 我问他说 那对于你的软弱 应该怎样 流泪吗 不必流泪 怎么办 我喜欢我的软弱 我夸我的软弱 我喜欢夸我的软弱 因为我的软弱 基督的能力就能复辟我 我说 你今天能不能到主耶稣的面前去 对他说 我十多年了 我一直吃烟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不能戒烟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戒了四年 都完全失败了 主耶稣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因为我去年戒了七 八次 还不能得胜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软弱 主耶稣 我感谢你 因为我没有办法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会吃烟 主耶稣 从今以后 我不能戒烟 我自己也不打算能戒烟 你替我戒 你不替我戒 我自己也不戒了 我无论如何 不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戒了 你替我戒 感谢你 赞美你 因为你的能力 要显在我的身上 好 我们跪下来祷告 他就说 好 我祷告 他真是像一个军人一样 很快地跪在那里了 我就先祷告 我祷告说 主 我感谢你 因为今天有机会 在一个绝症的人身上 显出你的能力来 他真是没有办法 我们在这里 要看你行一个神迹 我祷告完了 后来他自己祷告 他祷告得很好 他祷告说 我赞美你 因为我自己吃烟 我也不会戒烟 因此我来到你的面前 主 从今以后 我不戒了 你替我戒吧 我也不打算戒了 我把事情交在你的手里 感谢你 赞美你 你能 祷告完了 他真是快乐 他爬起来 把桌子上的帽子 拿了就走 我就说 慢一点 我还有话要问你 你从今以后 会不会再吃烟呢 他给我一个 很好的回答 他说 我会吃烟 我当然会 是在灵会吃烟 我这个人会 但是主耶稣 替我戒烟 说了 他就走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 他又来聚会 他对我见证 他告诉他的师母说 一年多来 你一直和我炒 一直说我吃烟不对 但是 我怎么戒都戒不掉 你看我昨天早晨 到神的面前去 只有半点钟 烟就不吃了 你炒没有用处 到神的面前 去半点钟就好了 我问他 那你还会不会吃烟呢 他说 我怎么不会 会啊 我就说 你还要吃 那怎么办呢 他说 我永远是会吃烟的 我使在灵再过五年 十年 还是会吃烟的 叫我不吃烟的是主耶稣 我听了这话 心里就平安了 我知道 事情好了 他认识他自己 他也认识他的神 他知道 这不是他改变 这是主耶稣 把他改换了 当我离开烟台的时候 过了两个月 他一支烟都没有吃 弟兄们说 他一直进步 进步得很快 我们不能 神能 我告诉你说 神能 所以 你如果要看见 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第一件事 就是要看见你 自己不能 第二件事 就是要你不打算能 第三件事 就是你在那里感谢神 赞美神 说你不能 我们的软弱 不会拦阻我们 我们的失败 也不会拦阻我们 我们的思想 也不会拦阻我们 我们的嗜好 也不会拦阻我们 我们的脾气 也不会拦阻我们 主耶稣能 我告诉你说 主耶稣能 今天下午 主耶稣在这聚会之中 要替每一个承认自己 不能的人行神迹 所以在这里 你要看见你不能 你要站在神所给你的地位上 神是给你看见你不能 神是看你只配死 你说 主 我只配死 我不打算把我改变修理 我就是这样 不能地到你面前来 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能 我告诉你说 在过去的几个月之中 多少时候 撒旦来对我说话 他从来不放松 他一直在那里说 你得胜了吗 你看你还是不好 我就回答他说 如果是我 我就忧愁了 但是 是主得胜 他说 你看 你这样不好 我就说 感谢神 赞美神 我是不好 他说 你很软弱 我说 那好 基督就有机会 彰显他的能力了 在这里 你看见软弱宝贝 你看见 软弱是可以快乐的事 你不怕 你心里能充满感谢和赞美 因为你自己不能 弟兄姊妹们 不能不是一个拦阻 不能是一个帮助 我们越不能 基督越有机会 显出他的能力来 他专门 把我们的不能 软弱解决了 在我身上 我越没有 越失败 越软弱 越不能 就越有机会 给我的主 在我身上 显出能力来 阿里路亚 耶稣是救主 阿里路亚 耶稣是我的主 阿里路亚 他是我们的生命 阿里路亚 他的能力 是专门 复辟我们的软弱 在这里 我们的眼睛 要看他 不要看自己 第五篇 如何进入 得胜的生命 加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但是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这几天晚上 我们在神的面前 已经看见 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如何 已经看见 神所要我们 过的生活 是如何 已经看见人 是用什么方法得胜 已经看见神 是用什么方法得胜 已经看见 什么是得胜的生命 已经看见 这生命的性质 是如何 今天晚上 我们要说到 我们如何进入这生命 我们要看一个很紧要的问题 就是怎样能进去 怎样能得着基督 今天晚上 读的这一节圣经 就是给我们看 怎样能进去 请你不要先读第一句 我们先读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这个是我们 所要进入的生命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在肖级方面 我能说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在基级方面说 就是前两天所说 得胜的生命 乃是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今天我们看保罗 写给加拉太人的信 说他达到这地位了 说他逮着这经历了 说他已经进去了 现在我们要看保罗 是如何达到的 是如何得着这经历的 是如何进去的 我们看见保罗 是如何进去的 照样我们也能 如何进去 保罗进去 只有两句话 一句在这话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 活着的上面 一句 在这话的下面 头一句 我已经与基督 同定十字架 是进去的 头一个条件 第二句 但是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是进去的第二个条件 保罗是借着这两个条件 对着基督做他的义 对着基督做他的圣洁 对着基督做他的得胜 我们现在好好来看这两件事 相符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第一个条件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必须是我已经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才能得着这得胜的生命呢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今天住在你里头的 一共有几个人 我们承认说 我们一信的时候 就有主住在我们里面 以后 十三章五节说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我们已经信了的人 都知道 我们不是可弃绝的 所以有主住在我们里面 是的确的事实 但是 有一件很可惜的事 就是不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连我们自己也住在我们里面 今天如果我们要得着 主做得胜的生命 我们自己就要搬出去 我们自己就要挪开 我们自己就要放手 如果我们的自己出去了 我们就能得着这得胜的生命 昨天有一位姊妹问我 怎样能得着这得胜的生命呢 我说 请你搬家 一个屋子住两家人 那一个同居的不好 他一搬家就好了 现在的问题 不是你里头有没有基督 因为你一信的时候 就有基督住在你里面 今天的问题 不是他不在你里头 乃是你应该搬家 是你这个同居的太误会了 是你这个同居的什么罪都有 你一出去就好了 头一个条件 就是你出去 头一个条件 就是你搬家 神的话是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但是 我们岂不是说 我多次想搬家 总搬不出去 我多次装死 仍然是不死 我多次想自杀 又自杀不成 我多次好像死 又死不成 我多次想钉死 又定不死 到底难处在那里呢 今天晚上 要稍微看一看这件事 一 我不能 今天在这里 弟兄姊妹们 都看见了十字架的事实 我们知道 主替我钉死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不止担当了我的罪 并且也把我这人 带去钉死了 罗马六章的教训 是我们多年知道的 就是主死 在十字架上 不止担当了我的罪 并且我的救人 也已经和他同钉死了 所以我们不止知道 罪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并且也知道 我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 这是我们这多年 一直注意的 不错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但是 为什么在我身上 不发生效力呢 不错 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但是 为什么我总是不死呢 主已经把我带去钉死了 但是 我还是我 我照就受捆绑 我照就发软弱 我照就有失败 我照就无力量 虽然圣经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但是 为什么我今天还是无力呢 所以 有许多得了救的基督徒 就一直在那里做 做 做 盼望能得胜 但是 得胜 总是远离他 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知道 主耶稣替我们成功 这救恩是一件事 但是我们 接受这救恩 又是一件事 好比做饭是一件事 吃饭又是一件事 主耶稣替你做成是一件事 你接受主所做成的 又是一件事 使徒保罗是叫我们看见 我们当如何接受主的死 罗马六章给我们看见 我们每一个都已经死了 阿里路亚 我们每一个都已经死了 罗马七章给我们看见 既然每一基督徒都已经死了 为什么我还是不死呢 既然我已经死了 为什么到如今 我还不死呢 罗马六章是客观的真理 罗马七章是主观的经历 罗马六章是事实 罗马七章是经历 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在这里 很懂得罗马六章说 我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 也懂得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脱离了律法的捆绑 并且也懂得天天向罪算 自己是已经死了 懂是懂得 但是一点不行 道理还是道理 我还是我 道理是说 我已经和基督同钉死了 但我是说 我还是活着 道理是说 我已经脱离罪了 但我是说 罪仍在我身上 道理是说 我已经脱离律法的捆绑了 但我是说 我仍是在律法之下 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呢 罗马七章告诉我们 一个最大的窍 就是神所做的我们不赞成 我们不肯接受神的断案 弟兄姊妹们 神为什么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呢 神所以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神对你说 你这个人一点都不行 一点都不中用了 你这个人 修理又修不好 改良又改不良 进步又不进步 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 除了把你钉死之外 是一点盼望都没有的 我曾拍徐仲杰弟兄的肩说 徐仲杰坏透了 他坏透了 如果罚他有盼望 就还可以罚他 如果监禁他有盼望 就叫他坐坐监 但是 罚也不行 监禁也不行 一点盼望都没有 所以 只好把他枪毙了 徐仲杰坏透了 徐仲杰一点盼望都没有 徐仲杰只好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我都是和徐仲杰一样坏透了 不中用了 你我也都只好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十字架没有别的意思 十字架是我们的估价单 十字架的估价是说 你只配死 神对你的估价是说 你只配死 神对我的估价是说 我只配死 如果我们知道 十字架是我们的估价单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点好思想都没有 我们就要说 我只有死 只配死 神说 你只有死 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还想不想做一点好呢 中国政府最近颁布了一条新戒烟法 凡事经过强戒之后又吸大烟的 查出就枪毙 假使有个人是吸大烟的 已经强戒了又在吸 被政府查出了 就定规要枪毙他 你想他怎么做呢 他是不是想明天要枪毙了 就快到上海请一位医生来 打几针戒烟针 把烟戒了再死呢 如果他这样做 就真是没有意思 一个被定罪的死球 他不想做好 他不想改良 他不想进步了 他只等候死 神说我们只配死 是修理不好的 改良不了的 进步不成的 神对于我们的断案 是只有死 只配死 但是 我们是以为在得救之心 修理又修不好 改良又改不良 进步又不进步 只好让他去 但是得救了之后 我们却打算修理修理 改良改良 进步进步 好的神的喜悦 所以得救了之后 就立志要做好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你立了多少次制 你做了多少的好呢 你在神面前的应许很多 很属灵 你对神说 你要我做这样可以 你要我做那样也可以 你应许神明天要早起 应许神后天要热心 你应许了这么多 到底你做成了多少呢 有一位西国姊妹说 她应许了神三十几件 可是结果一件都没有做好 我们没有接受神对我们的估价 我们没有承认神对我们的断案 我们是已经定规要枪毙的了 但是我们还在那里打算请医生 还打算在那里换一件好的衣服呢 什么叫十字架呢 十字架是表示神对人的绝望 十字架是表示神对人的无办法 什么叫十字架呢 十字架是说 神说叫我把你们来修理 又修不好 叫我把你们来改良又改不良 叫我使你们来进步又不进步 所以我只好把你们定在十字架上 很稀奇的是 我们已经知道这事实 已经知道神说我们坏透了 只好定十字架 但是我们一面还说 我还不错 所以我们今天也立志 明天也立志 神啊 我应许你做这个 神啊 我应许你做那个 神啊 从今以后 我再不发脾气了 但是 结果一点都不行 就想 也许那次立志立得不坚 这次总要好好的 就再一次立志 上次发了脾气 下次再不发脾气了 可是结果又发脾气了 于是又立第三次的志 保罗过的 就是这日子立志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一直立志 一直失败 一直立志 一直失败 这不只是保罗 从前所曾度过的生活 更是我们许多人 今天所常有的经历 弟兄姊妹们 你立志立构了没有 神说 你这个人只配死 神说 你这个人一点不中用了 神说 你这个人一点盼望都没有了 什么叫我已经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 就是说 神对我已经绝望了 我对我已经绝望了 神把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 就是说 神绝望了 我说 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 就是说 我绝望了 神看透了 我们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神看透了 我们是一点盼望都没有 什么叫我已经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 就是我对我自己绝望了 我承认我不能做好的 神的喜悦 神不能不叫我死 在肉体里的人 什么盼望都没有 只有死 只配死 弟兄姊妹们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 有没有病人 我到过五 六家 有的是丈夫病 有的是妻子病 有的是儿女病 每当十分绝望的时候 他们就对我说 倪先生 如果是神的旨意 早一点 接他回去吧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不忠用了 不忠用了 所以盼望早死 神就是对你说 你不忠用了 只好把你钉死 如果你也说不忠用了 只有钉死就好了 我们今天的难处是 一面对于罗马六章很熟 一面又有罗马七章的例子 我们还应许神 还以为自己有一点忠用 罗马六章尽管说得够清楚 但你所做的还是罗马七章 罗马六章是神说 保罗 你不忠用 罗马七章是保罗也说 我不忠用 弟兄姊妹们 神把我们看透了 神对我们早绝望了 神看我们 一文不值了 神说 我们不忠用了 现在就看你如何说 如果你也说我绝望了 如果你也说我不忠用了 你就要立刻得着拯救 神一直让你发脾气 神一直让你骄傲 神一直让你嫉妒 神一直让你不诚实 神一直让罪恶把你弄得颠颠倒倒 就是神对你说你不行 我们呢 却以为上次励志不够大 第二次励志够大一点 也许行 但是结果仍不行 这个就是罗马七章的经历 罗马六章不过是道理 罗马七章是要领你说 罗马六章是事实 在这里如果有谁说我坏透了 我要说巴利路亚 阿们 我泥拓神坏透了 巴利路亚 保罗一点办法都没有 保罗吃了多年的苦 保罗只配钉十字架 今天在这里 你如果说我不忠用了 你立刻要得着拯救 所有打算做好的人 永不能得救 所有打算立志做好的基督徒 永不能得胜 弟兄姊妹们 神的十字架 一点没有把你说错 我天天欢喜一件事 昨天我不忠用 今天我还是不忠用 明天我还是不忠用 我是永远不忠用的 为什么神要我们接受十字架的估价呢 因为你若接受十字架的估价 你才肯接受主做你的圣洁 你才肯接受主做你的完全 你才肯接受主做你的得胜 如果你还有一点的盼望 如果你还有一分的盼望 神就要把你带到一点的盼望都没有 神就要把你带到一分的盼望都没有 神这样做 就是要我们接受十字架 神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 就是要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能 也承认说我不能 不过有许多人已经看见自己的不能了 但是还没有得胜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神还要我们履行一个条作 就是 二 不打算能 我昨天碰见一位姊妹 她用两个钟头 对我说到她几十年失败的历史 她一直讲 我一直笑 我对她说 你现在甘心乐意了没有 你还有盼望吗 你失败够了吗 她已经承认她的不能了 但她还缺少一件 神第一件 是带领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能 对自己绝望 但是 我们还不能得胜 我们承认不能是一件事 我们有没有打算 不能又是一件事 所以 我对她说 你承认不能是好的 是不错的 但是 你难道还看不见你 还在打算要能 你既然知道 你自己的不能 你就该停止你自己的工作 你难道还看不见你 口里是说你不能 但是 你还是在那里一直做吗 她一直说她不能 但是 她一直不能看见 她还是在那里做一点 还是盼望她自己能能 所以 我一连好几次对她说 你难道还看不见你是在这里做吗 你难道还看不见你是在这里打算得胜吗 她在那里一面挣扎 一直打算 所以 她还是不能得胜 我又对她说 你只要接受十字架 承认你不能 并且你不打算能 也不怕盲能 她说 那么做什么 我说 如果做什么 就必定失败 她说 什么都做还失败 什么都不做 岂不更失败 许多人的难处 就是在此 明知道 自己一点用处没有了 明知道 自己一点力量没有了 却还在那里挣扎 在那里用苦功 所以结果 还是没有得胜 还是不能得胜 得胜 在降服这方面 有两个最要紧的条件 第一 承认神对你的估价是不能 第二 连想能都不想 你完全绝望了 有一位弟兄对我说 我信不来 我说 你不信好了 他说 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说 只要你对神说 我不能信 神只要你承认 你不能信 什么叫我已经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 就是说 从今以后 得胜我不管 从今以后 失败我不管 我的事情 都摆在基督手里 比方 一位姊妹 拿一碗茶送给你喝 你的手拿住一边 她的手却不放掉 你要喝 她拉着 她说 给你喝 她又不放手 她不放手 你就没有法子喝 什么叫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 第一个意思 就是我放手 第二个意思 就是我不管 你对神说 神啊 从今以后 我把我交给你 从今以后 得胜是你的事 从今以后 忍耐是你的事 有一位弟兄问 怎样能得胜呢 我说 你要撒手 撒手 一级常规 撒手一级 这不是我的事 有一次 我碰见一位姊妹 我告诉她说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对神说 从今以后 我什么都不能 从今以后 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不发脾气不能 压制不能 降服不能 从今以后 我不管了 从今以后 我不理了 从今以后 我不踩了 我们到神的面前 虽然说我不能 我无法了 但是 回来又把自己 带回来了 弟兄姊妹们 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所带给神的 等我们走的时候 要丢给神 知道丢给神 就得拯救了 有一次 我拿一篇稿子 要托一位姊妹抄 特别到那位姊妹那里去 但是 我走的时候 又把稿子 带回家了 她虽然愿意抄 但是 有什么法子抄呢 这就是我们 今天祷告的方法 口里说 神啊 求你帮助我 祷告完了 还是自己带回来 所以 很要紧的是放手 对神说 神啊 我这个人 不能得胜 我这个人 也不想得胜 我这个人 也不是是得胜 这就是 我已经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多好 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 早起 撒旦说 你真不好 你还是这样 你还是那样 你又忧愁了 我问你 你在这里 又打算做什么 你只要说 我早知道 我坏透了 我绝望了 我不打算进步了 你这样说 就立刻好了 这很稀奇 因为问题不是在改变 问题乃是在改换 你要抓住神所成功的事实 你若有一点用处 神就不把你定在十字架上了 你坏透了 所以 神就把你定在十字架上 把基督放在你里面 所以 你要放手 实际方面 怎样做呢 你只要说 神 我这个人做不好 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好 主啊 从今以后 我了了 从今以后 我绝对不能了 从今以后 我也不打算能了 弟兄姊妹们 你敢不敢放手 我已经讲过 那位吸血其焉的医生的故事 他差不多是七十多岁的人 是一直和吸烟这件事打架 有一天 他在一个聚会中 说到他要和吸烟打架 有一个少年人是认识神的 就对他说 如果是我就不打架 他说 你知道吗 打架还戒不掉 不打架 岂不更难吗 那位少年人说 不然 如果是我就对神说 神啊 我不能不吸烟 神啊 你替我戒 他看这少年人 那样讲法 也许有道理 所以他就真的向神说 神啊 我不能戒烟 现在我也不花力气戒了 神啊 我托给你 我不管 求你替我戒 他每日从十二支 吸到二十支 并且吸了五十年之久 自从经过这次降服后 他第二天告诉人说 照他所记得的 自有生以来 这是头一次的 早起不想吸烟 弟兄姊妹们 你如果想你能圣洁 就必定失败 你如果想你能完全 就必定失败 你如果想你能忍耐 就必定失败 神看我们是没有办法修理的 神看我们是没有办法改良的 今天晚上 你能不能和保罗一同说 我已经定十字架 我这个人坏极了 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只配定十字架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 我在北平 问一位弟兄说 你了了 没有 他说 感谢赞美神 我了了 这是一个条件 你必须在神的面前 看见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点都修理不好 一点都改良不来 你只要对主说 主啊 从今以后 一切都交给你 从今以后 一切都是你替我做 有好些弟兄姊妹 已经承认自己不能 已经承认自己来了 已经承认 自己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但是 为什么到如今 还没有得胜呢 为什么到如今还失败呢 为什么缘故 还没有看见得胜呢 所以 弟兄姊妹们 还有一句话 请你们不要忘记了 相信 但是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我已经来了 神说 我坏透了 我也说我坏透了 神说 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也说 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神说 我只配死 我也说 我只配死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事实 在事实上 今天不再是我活着了 在事实上 今天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了 为什么缘故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呢 二件一等于一 从我里面减去亚当 就当然只剩下基督 二人同居 一人搬家了 只剩下基督了 这是事实 但是 我怎样能显出来呢 这没有别的 只需要相信 一 相信神的事实 神的福音给我们看见 神已经将他的儿子 赐给我们了 神的儿子 已经成为我们的义了 成为我们的救赎了 不止 也成为我们的圣洁了 我们并不必接受 他来做我们的生命 让他把他的完全 忍耐 温柔分给我们 因为 他已经是我们的生命了 圣经给我们看见 基督已经是我们的头 头对于身体 是如何为他感觉 为他负责 为他支配 基督对于我们 也是一样的 我们并不是要求 他来做我们的头 我们去做他的身体 今天他已经是头了 我们已经是肢体了 这里需要信心 我们在消极方面 已经降服了 现在我们在积极方面 能否信基督 是我们的头 他现在正在为我们感觉 正在负我们的权责 正在为我们支配 所有的事 我们能否信他 就是按圣经所说的 真的做了我们的头 真的负了头 所有的责任 神的话说他是头 你能信他 现在实在是你的头吗 你能信所有的 是用不着你负责 从今以后 他要为你负责 并且他现在 已经起手负责了吗 神的话也给我们看见 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不是他要做我们的葡萄树 我们要做他的枝子 不是在不久的将来 当我们灵性 比今天进步一点的时候 我们要变做他的枝子 他要成为我们的树干 我们该结出果子 像他结果一样 我们该充满了美德 像他充满了美德一样 乃是他将水枝 生命 结果子的力量 赐给我们 他现在已经是葡萄树 我们已经是他的枝子 他现在正在我们里面 将他的生命 他的圣洁 他的完全 他的一切 攻击我们 弟兄们 你能信吗 你能信他 现在已经是你的树干 你已经是他的枝子了吗 当你信他做救主的时候 你已经与他完全联合了 你能信吗 你不必打算怎样才可以将你自己与他联合 神已经叫你和他成为一树了 你现在能否信 树干对于树枝如何 他也要如何对待你 不是你为他结果 不过是他经过你结果 神也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和我们的联合 如同粮食之与我们一样 他是我们所饮的血 所吃的肉 他是维持我们生命的 粮食如何在我们里面 攻击我们所有的需要 我们如何一失去了这个 攻击就要死 主耶稣对于我们 也是一样的 神就是在他的话语中 给我们看见 我们是与主耶稣联合的 他做了我们的头 我们的树干 我们的粮食 我们不是求生给我们能力 叫我们能活着像主耶稣一样 神是将他儿子赐给我们 叫他替我们负责 替我们活着 做我们生命的能力 神将他赐给我们 叫他将他所有的完全 交通 喜乐 丰富 从我们里头活出来 我们从前不明白的时候 一直的想要建立自己的圣洁 就不服神的圣洁了 我们现在在消极方面 已经停止了自己的作为 但是这个还不够 神的话说 神将他赐给我们做生命 我们必须信他是我们的生命 他能将他所有的一切 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 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 他就将什么分给了我们 我们要信他已经是这样做了 得胜的秘诀就是 不必逐渐来得胜 我们借着信心 就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得胜 得胜就是基督 信心使基督的一切 能实现在我们身上 神的恩典 已经将主耶稣赐给我们了 今天 我们的信心 就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 使基督的生命 能力 自由 圣洁 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 这一个奥秘的联合 是神做的 叫基督所有不可推测的 丰富都变作我们的 我们相信吗 基督所有的 都是我们的 我们信吗 神已经将他的圣洁 完全 生命 能力 丰富 都给了我们 我们信吗 神叫我们和他联合 叫他做我们的头 我们的树干 我们的粮食 现在他是我们的义 圣洁 救赎 现在他要从我们里面 活出他的生命来 我们信吗 神现在请我们 也命令我们相信 我们是与主耶稣合一的 像主耶稣与神是合一的一样 因此 他的忍耐 温柔 清洁 善良 都是我们的 从前我们怎样 信他做我们的义 现在我们也照样 信他做我们的圣洁 弟兄们 你们知道 许多人的失败 就是在此 他们知道了 神得胜的方法 但是他们并没有信心 他们知道了 自己的无能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基督的有能 他们知道了 自己肉体的 完全败坏 却看不见 基督的丰富 已经都是 神给他们的恩赐 我们如何 得这一个恩赐呢 我们并没有做什么 只要接受就是 我们相信神的话 我们就接受神的恩了 这就是福音 我们用信心接受 圣灵便叫我们的信心 成为神神祭的起点 人若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 就要觉得这个没多大用处 但是有经历的人都知道 这是何等的实在 我们信一切在主里面的 都是我们的 圣灵便叫 一切在主里面的 都成为我们的 这是何等的福音呢 一切属乎基督的 因信都是我们的 因信基督那完全的生命 要天天从我们 必死的身上活出来 因信 不止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并且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的确 毫无疑惑的 是基督 在我们里面 替我们活着 但是都因着信 二 信是已经得着的 就已经得着了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们 神不能叫你们信 你们所不能信的 有的弟兄姊妹 你叫他放手 他能放 你叫他撒手 他能撒 但是他一面说信 一面又说 再过两天看看 不错 放手很要紧 但是很要紧的 是主耶稣 正在我里面 活出他的得胜来 一放手 就得信 神是说 你如果信主 在十字架上 替你死了 神就赐给你永生 你如果信主耶稣 活在你里面 神就赐给你得胜的生命 我知道 有许多人的失败 就是在此 就是不能信主 已经活在他里面 不能信主 替他得胜了 有一位姊妹 你问他 放手了没有 他说 放手了 你问他 怎样叫放手 他说 我对神说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管了 从今以后 得胜也好 失败也好 神啊 一切我都交给你 但是 你问他 得胜了没有 他说 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呢 他说 我还不觉得 我是得胜了 我还没有看见果效 我就对他说 你如果相信神的事实 相信主耶稣 就是得胜 他既活在你里面 你就立刻该相信 你已经有得胜了 你如果看果效 你就永远得不着 弟兄姊妹们 对着得胜的恩典 像得着赦罪的恩典一样 你告诉一个罪人说 耶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了 你一信 你的罪就能得着赦免 如果他信了 他的罪就必得着赦免 你问他说 你信了没有 他说 信了 你再问他说 你的罪得着赦免了没有 他说 没有 什么缘故呢 他说 我曾听见人说 罪得的赦免 就有喜乐和平安 我还没有喜乐平安 我还得跪下祷告 等到有了喜乐平安 才敢说我的罪的赦免了 你听见了 你必定告诉他说 你跪一年 你等喜乐平安 你必定没有喜乐平安 什么时候 你能有喜乐平安呢 你什么时候信 什么时候就有喜乐平安了 照样 你履行了神叫你得胜的条件 你放手 你撒手 你绝望了 你立即信说 你已经得着得胜的生命了 神的儿子 现在正在你里面 活出他的得胜来 你这样一信 果效也就来了 如果你等果效 你跪着等果效 我告诉你 你永远得不着果效 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要等有了果效 才敢说你有得胜生命的话 就你所相信的是 自己的经历 不是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一相信神的话 经历也来了 感觉也来了 得胜也来了 保罗没有说 我感觉我得胜了 保罗是说 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你虽然觉得很冷淡 你虽然觉得不能笑 但是你可以感谢赞美神说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你们不要看我精神很好 但是 没有一天 我不感觉累的 我没有一天 是感觉很大兴趣的 我没有一天起来的时候 不是冷冰冰的 撒旦多次来说 你一点感觉上的喜乐都没有 你天天这样冷冰冰的 这就叫主耶稣 在你里头活吗 前些日子 你是那样冷 你是那样没有感觉 现在你还是那样冷 还是那样没有感觉 这就叫基督得胜吗 神立即给我一个答复说 我觉得 那是我自己活 但是 我信 这是信神的儿子而活着 我觉得 是肉身觉得 我信 是信神的儿子而活着 我觉得 是肉身觉得 我信 是信神的话 你信神的话 主就在你里面 替你活出的圣来 神说 你履行了当 旅行的条件 基督就替你活出的圣来 我们可以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我所觉得的算不得数 世上最大撒谎的 就是感觉 感觉和撒 但是最好的同事 神啊 我感谢你 我能信你的话 不信感觉 只有神的话是真的 感觉是撒谎的 所以 弟兄姊妹们 你遇见事态也好 你遇见感觉也好 请你说 我是信神的儿子而活 我不管 我放手 你一放手 你一相信 你就要看见神的儿子替你征战 神的儿子替你得胜 神的儿子把你的脾气除去了 神的儿子把你的刚硬除去了 神的儿子把你的骄傲除去了 神的儿子把你的嫉妒除去了 阿里路亚 全世界只有一个得胜者 阿里路亚 全世界的人都是较弱的 阿里路亚 我们都是失败的 都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阿里路亚 只有主是得胜者 阿里路亚 从古到今 只有一个得胜者 阿里路亚 所以我们不能不 以主基督为夸口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什么 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 你不要说强盗和妓女 若非主的恩典 我们和他们是一样一事的 阿里路亚 我们不是改变 乃是改换了 弟兄姊妹们 只要你们履行条件 一面你不能 也不打算能 而信神的儿子而活 这就是得胜 阿里路亚 一切都是他做成的 我们要求神教我们看见 什么事都是他儿子做的 和我们没有分 这就叫得胜 第六篇 降福 我们读两节圣经 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却能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还缺少一件 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 主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却能 我们都知道 主是在什么时候说这话的 因为有一个少年人 来到主的面前 问主说 我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急问该做什么事 所以主就回答说 借命你是小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主说了 像这一类的五件事 主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靠行为得着永生 就是得着神非受造的生命 那像这一类的事 有的你不可做 有的你应当做 这个少年人想 如果是像这一类不可做的事 和应当行的善 那你说几样我有几样 并且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 但是主说 你还缺少一件 今天晚上 我没有工夫来解释 这一段圣经 我只用这一段圣经 当做一个原则 当少年人问主说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 主只告诉了他五件事 主为什么不把六件事 都告诉他呢 主为什么不干脆一起都告诉他呢 主为什么说了五件之后 再说你还缺少一件呢 主所以这样 唯一的缘故 就是要他知道他的不能 永生是一个恩赐 是神的恩典 人不能靠著作什么来得着 主所以先对他说那无恙 后来再说你还缺少一件 就是要少年人 知道他不能靠行为的永生 他想靠行为的永生 是办不到的 但是少年人不懂 还说我能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所以主在底下加上一句话 就是你还缺少一件 主看准了 有一件是他办不到的 主看透了 有一件是他没法过去的 今天对于得胜的问题 主在我们中间 要做同样的功 要有同样的原则 也许有的姊妹 也许有的弟兄 要说我这个人 不像别人那样骄傲 我这个人 不像别人那样嫉妒 我这个人 不像别人那样刚硬 或者说我这个人 在许多的事上 都比别人好得多 但是弟兄姊妹 神知道有一件事在你身上 是你一直不能得胜的 神留下一件 就是要叫你看见 这是在人是不能的 我们是想 我们没有奸淫 没有杀人 没有偷盗 没有作假见证 又孝顺父母 我们就定规什么都能了 如果有人问你得胜吗 你也许要说 这件我得胜了 那件我也得胜了 你以为你什么都好了 但是请你知道 今天的问题 不是问你得胜了多少件 乃是问你 起码有没有一件 不能得胜的 神留下一件 就是说 你还有所不能的 礼拜六的晚上 我们已经看见 神对我们的断案 是只配定死在十字架上 神看透了 我们不能胜过罪恶 神看透了 我们永远做不好 但是 神说你们不中用了 我们以为我们还中用 神看透了我们 我们还没有看透自己 无论你说你怎么好 但是神说你还缺少一件 有的人就是脾气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就是刚硬 一直跟着他 有的人也不骄傲 也不嫉妒 但是刚硬一直在那里 跟着他 你还缺少一件 你总有一件不能胜过的 你没有能力 胜过你这一件的罪 有的人也不骄傲 也不嫉妒 也不刚硬 也不发脾气 但是他的口充满了话 不说话 不能过日子 他说 那个罪他没有犯 这个罪他没有犯 但是主要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有的人是舍不得钱财 他一生一世 没有犯什么罪 但贪财是他的罪 贪财是他卑鄙的行为 神师说 你还有一件 这一件 为什么还摆在你身上呢 这一件还留在你身上 就是要证明你的不能 你要得这完全的生命 在你身上显出来 但是你还有一件 这证明你还没有得着 弟兄姊妹们 这是头一个条件 就是承认你的那一件 有的人是骄傲 有的人是嫉妒 有的人是多话 有的人是思想污秽 有的人不仅只有一件 乃是好几件 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要得救 在人是不能的 要得生命 在人是不能的 要得胜 在人是不能的 要得丰盛的生命 在人是不能的 但是少年人不信自己的不能 他的话很雄壮 从小这一切都遵守了 这是多雄壮的回答 他说的时候多痛快 他以为一切都有了 但是主说你还缺少一件 有的人说你说的骄傲 极度 刚硬 多话的罪 我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还缺少一件 你回家去想一想 你必定还缺少一件 神要人看见自己的不能 弟兄姊妹们 我今天很值得告诉你 神的断案是你不能 神已经定规了说你不能 神已经看准了你不能 神已经看透了你不能 神已经说了 现在是看你怎样说 你到底如何说呢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为什么你得救了 神让你一直失败呢 你得救了 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到今天 这是为什么缘故呢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哭着说 有这个罪我没有胜过 有那个罪我没有胜过 弟兄姊妹们 让我告诉你 我不是不表同情 与你的悲伤 因为有一件罪 一直缠累你 但是我感谢赞美神 你不能 你服了 你输了 神叫你看见你不能 神不必告诉你很多的罪 神只留下一件 叫你看见你的不能 有一位姊妹 别的罪都胜过了 就是说谎的罪胜不过 一说话就说谎了 一说话就说谎了 他知道他有一件罪不能胜过 有一位姊妹发脾气 没有法子办 一动就发脾气 一动就发脾气 一面发了脾气 一面又认罪 一面发了脾气 一面又认罪 发脾气认罪 认罪发脾气 弄得真是难以为情 但是没有法子 过一会脾气又来了 有一位弟兄 许多的罪胜过了 但是有一件罪 就是吸烟 他胜不过 他是个很好的弟兄 但是吸烟这一件事 他总不能胜过 有一位姊妹 许多的罪都得胜了 但是临时的罪胜不过 为什么许多基督徒 有着许多不同的经历呢 这没有别的 这是神要证明你的不能 神看透了你不能 但你还说你能 神说你没有希望了 但是你还说你有希望 你要知道 你这多次的伤心失败 你这多次的羞辱失败 就是神证明说你不能 神证明给你看 你失败够了没有 神证明给你看 你永不能得胜 神让你一次失败 神让你两次失败 神让你十次失败 神让你二十次失败 你还不够了吗 神要你有这多次的失败 就是要你看见你的不能 就是要你对神说 神啊 我不能 弟兄姊妹们 得拯救的头一步 就是对神说 神啊 我不能 人要得救 必须先承认说 我不能 人要得胜 也必须先承认说 我不能 你一到这地步 神就要做工 可惜来到主耶稣面前的 这少年人 失望地回去了 可惜他知道他的不能 却失望地回去了 神在一千五百年之中 把律法赐给人 神赐给人律法 做什么用呢 不必说四千年之中 神把律法赐给人 只说神在西乃山 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人 做什么用呢 神把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 不是要以色列人遵守 乃是要以色列人违反 这怎么说呢 因为神知道人不能遵守 神知道人都是罪人 但是人不肯服神的断案 等到人办不到了 才肯说 神啊 我是个罪人 罗马书是告诉我们 神降律法给人 不是叫人遵守 乃是叫人违背 人不能遵守了 就只好服了 只好服下来 谁用四千年之久 叫人知道了自己的不能 才把基督赐下来 叫人接受基督而得救 二千年来 有许多罪人得救了 我们是罪人得救了 就该服了 那只脾气也不知道 进步了多少 骄傲也不知道 进步了多少 进步是进步了 但是往里面压 本来脾气是在外面的 现在把脾气往里面压 本来骄傲是在外面的 现在把骄傲往里面压 压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神就是给你看 你是如何的不能 神是说 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的罪 没有一个人有法子对付他的罪 只有一件 人就办不到 人就没有法子想 弟兄姊妹们 你没法子想了 你到神的面前来的拯救 头一步就是对神说 神啊 我不能 我也不打算能 神啊 我服了 我完了 我了了 我不打仗了 这就是降服 弟兄姊妹们 这是得拯救的 头一个条件 我不能了 我不打仗了 我不花力气了 本来我想把骄傲改变一点 主 我现在不打算改变了 本来我想把脾气改变一点 主 我现在不打算改变了 本来我想把多话改变一点 主 我现在不打算改变了 我不能了 我不改了 我不管了 降服就是撒手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当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替你死了 你一信就怎样呢 你就不打算自己做好 你一信就得救了 照样 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 把你带去一同盯死了 你也不必打仗 不必改变了 你一信 主活在你里面替你得胜 你就立刻停止自己的作为 让神拯救你了 我们对主说 主啊 我从今以后永不会好 主啊 从今以后我也不打算做好了 从今以后 我什么都不管了 从今以后 我什么都不理了 从今以后 我什么都不惨了 从今以后 我什么都放手了 从今以后 什么问题都不是我的了 弟兄姊妹们 这就叫降服 这就叫放手 有的人说 放手很难 事态一来 总得打一打仗 脾气一来 总得征战一下 这一次立志不做这样 不做那样 结果失败了 下一次 制要立得坚定一点 多一次的立志 多一次的失败 多一次的应许 多一次的失败 多一次的定规 多一次的失败 上一次立得志不够大 下一次立得志再大些 也不行 还是像罗马七章所说 立志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有应许无一是对的 因为手还没有放下 你还是在那里 担当你的事情 你就不能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 十字架了 你就不能说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了 死就是放手 死就是撒手 死就是不管 死就是不理 你不能神救其手能 第一要紧的 就是你要把手放下 在天津有一位李弟兄 曾问我说 撒手是怎样撒法呢 放手是怎样放法呢 我撒又撒不下 放又放不下 怎么办呢 我说 弟兄 你在某公司里管什么 他说 我是某公司的 劈头部部长 我说 如果你的经理先生 今天对你说 我的公司下月 用不着你 要把你辞了 你怎么办 他说 那到了下个月 只好辞了 到了下一个月 新部长来了 所有的事 你都得交代 交代好了之后 忽然楼下 有个跑街来对你说 部长 有什么部 价值多少粮 再过两天 要涨多少粮 这时你怎么办呢 他说 要在前几天 我就要打算了 要看公司存货有多少 再添多少货 现在我交代了 乐得无事 只好在旁看一看 这个就叫放手 这个就叫降福 这个就是 我已经和基督 同钉十字架 对于主 你只好说 主 不是我有本事而辞 我是吃不消 是一点本事都没有 是办不了 只好辞了 我的脾气还是脾气 我的骄傲还是骄傲 我的刚硬还是刚硬 我的极度还是极度 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只好交代 我只好对主说 主啊 从今以后 都交在你的手里 但是 不要给跑街 一来又慌了 跑街多得很 跑街天天来向你兜货 你只要摆在主手里 你只要不理不管就好了 这个就叫得胜 这个就叫降福 撒旦的试探 就是要你动 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试探 有一位弟兄说 我长寿是叹发脾气 有一位弟兄说 我长寿试探 态度很硬 有一位弟兄说 我长寿试探 有不洁的思想 有一位弟兄说 我长寿试探多化 这样 好像一千人 有一千样不同的试探 但是 弟兄姊妹们 全世界 只有一种的试探 我们是以为 受试探去发脾气 受试探去骄傲 受试探去贪心 受试探去犯奸淫 但是 撒旦只有一种的试探 就是叫你动一动 撒旦试探你 不是叫你发脾气 不是叫你生骄傲 不是叫你起贪心 不是叫你犯奸淫 撒旦的试探 是叫你动一动 撒旦只要叫你动一动 他就得胜了 这个动 不管是什么动 只要是出乎撒旦的 我们就失败了 或者是祷告 或者是读经 只要动一动 他就得胜了 我巴不得有够多的眼泪说 我们不要动 只要我们动一动 我们就失败了 我们和他挣扎也可以 和他打仗也可以 和他抵挡也可以 只要我们动一动 撒旦就已经完全得胜了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得胜在乎旁观 我们的得胜在乎不管 如果你一管 就失败了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谁要把我们摆在一边 让他儿子来替我们得胜 加拿太书五章是基节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这里不是说我们和情欲相争 不是说情欲和我们相争 这里是说圣灵和情欲相争 情欲和圣灵相争 我们没有分 是他们两个彼此对敌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弟兄说 我们所愿意做的是什么 是喜欢犯罪 是喜欢误会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是圣灵和情欲相争 情欲和圣灵相争 我们没有分 这是神的拯救 我们是站在外面看圣灵和情欲相争 站在外面看情欲和圣灵相争 这是得拯救 当我才得救的时候 我听见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小女孩也懂得得胜的事 在开西聚会中 有个人问一个小女孩说 你受试探的时候 用什么法子得胜 她说 从前魔鬼来扣门 一扣的时候 我就说 不要进来 不要进来 结局总是失败了 现在魔鬼来扣门 我就说 主啊 你去开门 主去一开 魔鬼一看见是主 就说 对不起 我敲错了门 转身就逃跑了 如果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就说 主啊 试探又来了 主啊 求你救我 主啊 求你救我 这样 门还未开 魔鬼就已经进来了 今天完全要让主对付他 祷告越长 越急 越重复 你的手就越没有放下 有一位弟兄说 彼得要沉下海里的时候 只说 主啊 救我 你只需求一句 就是放手 如果你一直说 主啊 救我 主啊 救我 一连五六次 多念几次 你就已经失败了 这一种的祷告 我替他取一个名称 叫做上吊的祷告 一挂又挂不好 一挂又挂不上 这样的祷告一多起来 你就并未放手 你是打算用祷告 来抓住得胜 你仍是想用自己的力气来得胜 所以 结局 仍是不得胜 你不说 就是得胜了 所以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记得 撒旦 就是要你动一动 只要你动一动就好了 就是 祷告也是好的 例如 你在从前 一听见人说次你的话 就要冒火 今天呢 有一个人 一直在那里说话刺你 越刺越重 你怎么办呢 你如果对主说 主啊 这件事我不管 脾气不是我的事 得胜 是你的事 我不能管我的脾气 主啊 你负责 这就叫放手 主就叫你活出 他的忍耐来 你还能感谢赞美主说 主啊 我不管 如果人刺你的时候 你有点受不住了 就说 主啊 求你拯救我 我快要发脾气了 这样 十五分钟就像十五点钟 外面虽然没有发脾气 里头却已经冒火了 你并没有得胜 撒旦并不要你发大脾气 只要你动一动 他就得胜了 得胜 就是你不动 得胜 就是你不踩 得胜 就是你不理 不动 不踩 不理 这个就叫放手 得胜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已经死了 是基督替你得胜 你死了 基督活着 这就叫得胜 这次在烟台聚会 有许多弟兄姊妹 过了得胜的关 其中有一位姊妹 她的遭遇很可怜 丈夫带她不好 婆婆也带她不好 她真是忍耐 但是她没有得胜 当我讲得胜的生命 她接受了 但是过了两天 她来见我说 放手放不下 怎样放在主手里呢 说来说去 她不懂 我就求主给我一个比方 我对她说 某师母 你有没有坐车子 到朋友家去过 她说 有 你坐车到你朋友家的门口 你正掏钱要付 你的朋友却赶出来 要帮你付 弄到你要付 他要付 你还他 他还你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 她说 有 我说 比方 他替你付了两脚车钱 车夫接在手中就走了 你想不要叫他破费 所以当你离别的时候 突然把两脚钱 往他手中一塞 他在送你的时候 又突然把两脚钱 向你手中一塞 四来四去 你只好一面 把钱摆在路当中 一面对你的朋友 说我走了 但是 你心里又想 我的朋友 会不会把钱拿回去 如果他不拿回去 被路人拾去了 怎好呢 被过路的车夫 拿去了 怎好呢 被小孩子看见 拿去了 怎好呢 你偷偷回头一看 你的朋友 到底拿不拿 你看见他没有拿 你走走 又偷偷回头看一看 我告诉你 你的眼睛 偷偷一看的时候 你的朋友 定规不去拿 如果你把钱 摆在路当中 就对你朋友说 钱在这里 请你拿去 你说完了 就什么都不管 就什么都不管的 跑了 你的朋友 就必定来把钱拿去 我说了这个比方 他就明白了 他就尽到得胜的生命里去了 许多人交托神 就是这样 一面说交托 一面又不放心 又要回头看看 你管 他就不管 他就让你自己管 你不管 他就管 他就负完全的责任 如果你自己要管 就还得自己压下去 还得自己去拿 什么叫做降服呢 就是把钱摆在路上 掉头不顾地走你的 什么你都不管了 孩子拿去也好 车夫拿去也好 行人拿去也好 用不着你操心 你不管好了 你只要对神说 神阿 一切都交给你 从今以后 我好也好 不好也好 我不管事了 你这样一交托 神定规把你接过来 你只要把你交给神好了 你放手 神接手 你是想等神接手了 才放手 神是要等你 放手了才接手 我已经对那一位弟兄说 假使你的东家 下月一号辞你 现在就请一个新人来 你要一面交他 一面交代给他 这样 他负一半的责 你也负一半的责 这一种的新旧交替 是一种交错的交替 但是 神不接受则已 一接受就完全接受 你一半 他一半 神从来不做 你三十一号出来 神一号接手 慢慢地谢 神并不接手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一大罪 就是不信的恶心 我们天天自己管自己 天天自己压自己 天天都是我管我压 我们以为 如果我不管自己 我们不压自己 失败了怎么办呢 当你传福音 给外交人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 什么都不要管 基督已经替他死了 他一信就得着了 照样 我们已经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基督已经活在我们里面了 感谢赛美神 基督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他的肢体 基督是葡萄树 我们是只子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出去了 我们不管了 我们不理了 我们不踩了 他就起手负我们的责 一个外交人如果搬空了 鬼还可进来住 鬼回到他所出来的屋里去 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便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但是我们得救的人 是同居地搬去了一家 却还有一家 人如果没有得救 就是停止了一切自己的作为 他并不能得胜 如果得救了 一停止自己的作为 主就立刻完全给他得胜 自己一出去 就得胜了 自己一搬家 就得胜了 放手 撒手 这个就叫自己出去 这个就叫自己搬家 这个就叫完全的降服 信徒快乐的秘诀一书上 才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基督徒 要下到一个枯井去 在井口上 有一根绳子 他是两手替换着 抓住这根绳子 一直垂下去 但是到了一个地步 忽然这一手一抓 那一手在抓时 已经落空了 绳子没有了 他想下去 不知还有多深 不如回到井口去 但是又来不及了 他只好抓紧这绳子 一直喊 救命啊 救命啊 但是 一面因这井 是在旷野 一面人 又在井底下 怎么喊 也没有人来救他 喊到生死力竭了 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 再也抓不住了 他只好祷告说 神啊 求你叫我跌到永世里去 他祷告完了 守依松 从天上跌到地下去 才只有三寸呢 所有以为跌一跌 就要跌到坑里去的人 当他把手一放开 就发觉不是跌到永世去 而是跌到永远的磐石上面去 弟兄姊妹们 放手 放手 得这得胜生命的 头一个条件 就是放手 从今以后 你不管 从今以后 你就得胜了 就是这一个 从今以后 你不管 你就得胜了 这次在烟台 有一位姊妹 听见了要得着 得胜生命的两个条件 就是降服和相信 我问他 你过了关没有 他尝试到山上去祷告的 所以他答应说 今天在山上 我又挖了一个新坟墓 又葬在那里了 一连好几次问他 他就是这样作答 我知道他对付了很多难对付的罪 我也看见他真是忧愁 我也替他祷告 但是总没见效力 有一天 我就求神说 神啊 求你赐我口才 好帮助他过去 这一天 我听他谈了一首诗 就问他说 现在你到底如何 我只问了他一句 他的泪又落下来了 他说 许多的事 我都对付了 只有一个小罪 我没法对付 就是吃零食 这在别人本算不得什么 但是 在他看是一个小罪 他说的时候 我就笑着说 再好没有了 很好了 他说 你们说 要得着得胜生命的条件 就是第一要降服 第二要相信 但是 我不能降服 我也不能相信 我说 你就也不降服 也不相信好了 他说 你们不是说 得胜的条件 是第一要降服 第二要相信吗 现在 我也不能降服 我也不能相信 怎么好呢 我仍是说 你就不降服 你就不相信好了 什么叫做降服呢 降服就是放手 本来放手就是不必做 你现在 把放手当做工作 本来相信就是不必做 现在 你把相信当做工作 你现在不能降服 不能相信 你就照着你的样子 过去就好了 改一改良也不必 放一放手也不必 本来得胜的条件 是叫你降服 是叫你相信 现在 你把降服 相信 当做得胜的公式 这是一点都用不着的 你完全放手好了 你什么 都不必做好了 就是要放手都不必 要相信都不必 能赞美就赞美 不能赞美就不赞美 能来到神的面前 就来到神的面前 道也是来到神的面前 死也是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这样 这才叫放手 朋友们 我们人是很调皮的 神是说 什么都不必做 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做那个 许多弟兄姊妹说 我要放手了 我要放手了 他们又把放手 当成一个工作 不放又放 放又不放 还是在那里挣扎 还是在那里 花自己的力气 弟兄姊妹们 放手就是说 我就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得胜 这位姊妹 听我这样一说 她糊涂了三天 光太大了 她糊涂了 三天后 她过去了 弟兄姊妹们 那一件是你不能过去的呢 这位姊妹 只有一件 是她不能放手的 神带她过去了 我们的软弱 是可夸的 哥林多后书 十二章九节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这给我们看见 我们不只该以为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无力的 我们是无办法的 我们并且要因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无力 我们的无办法 而快乐 这里是说 你要为你的软弱哭吗 不 不止不哭 反而喜欢 不止喜欢 并且夸口 什么叫夸软弱呢 世上的人 都是为自己的软弱叹息 但得胜的人 是以他的软弱为夸口 因为他有信心 弟兄姊妹们 你觉得你的难处吗 你觉得你的失败吗 你要知道 你的难处 你的失败 都与你有益处 是帮助你得胜的 这一次 我在烟台 碰见一位大夫 得救才有三 四年 他在军队中 做了十几年事 所以他的行动 脱不了军人的样子 十分豪爽 他有一个嗜好 就是吸烟卷 他的得救 一点没可疑惑 他在东北的时候 吸烟卷不大要紧 到了烟台 就有点难 教会里的弟兄 有七八十人 烟台地方又小 只好躲在家里吸 但是在家里也不敢明晰 因为他的师母 是一位姊妹 在医院里 几位护士 也是我们的姊妹 他一面要吸 一面又感觉苦 正在吸的时候 一听见人的声音 就得捏吸了 在路上吸的时候 还得前后看一看 有没有熟人 戒又戒不掉 不戒又不好 真是没有办法 有一天聚会完了 他就约我明天 早上九点和他谈话 他说 他有很要紧的事 要和我谈 第二天早上 他一见我 就把他的故事告诉我 吸了十几年的烟卷 怎么戒也戒不掉 怎么办呢 他越讲 我越把脸朝着天笑 他说 倪先生 我的事情要紧得很 我说 我知道 他说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说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再好没有了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真是再好没有了 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 我心里欢喜快乐 因为你这件事 只有主有办法 这件事 你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 你的妻子 没有办法 弟兄姊妹 也没有办法 有了这么样的一个病人 主耶稣 又来了一个 好门诊了 他说 十几年 没有办法的事 不是不要紧的 我说 是的 在你是男 在主 并没有男事 只要这么一转 就成了 我说 石大夫 你是好大夫 我有好身体 结局 你用不着我 我也用不着你 如果你要在我身上 显出本事来 除非我生病 并且还要生大病 我的病越难治 你史大夫的本事 就越能显出来 今天在这里 有一位主耶稣 他能对付你史大夫 所不能对付的 这件事 他说 这怎么回事呢 我就把离后 十二章九节的话 告诉他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我说 你不能不吸烟 再好没有了 如果你想不吸就好了 你就还没有懂得 离后十二章九节的话 你不能不吸烟很好 你不吸烟反而不好 因为离后十二章九节说 基督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照你自己的看法 是吸烟不好 但照神的看法 是不能不吸烟很好 他给我说的呆住了 眼都发直了 我又对他说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吸烟是可悲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不能不吸烟是很不好的 你反而要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我会吸烟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我不能不吸烟 但是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你能叫我不吸烟 你能替我戒烟 他说 真的 神能 我说 真的 神能 我们就一同祷告 我先祷告了几句 他也祷告 他实在有信心 他祷告的时候 也是像军人说话一样 直直地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吸烟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我的烟溅不掉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你能替我戒烟 他祷告完了 泪还未干 拿着帽子就要走 我就问他说 史大夫 你还会吸烟吗 他说 我史 再临不会戒烟 但是 神能替我戒 我知道 他无事了 晚上我有点 惦念他的事 到医院去打听 史大大 到底怎样 回答说 没有事 没有事 第二天上午 再打听 史大夫 到底怎样 仍是回答说 没有事 没有事 那天下午 我遇见他 他说 我吸烟绝有十几年 我师母 怎么和我吵 也戒不掉 但是 我只要和神医说 半点钟 就戒掉了 他说 昨天我没有吸 今天我也没有吸 引走 我再问他说 你史大夫 会不会戒烟 他说 不会 我说 那怎么办呢 他说 主替我戒 这样 我就为他放心了 弟兄姊妹们 你不要以为 你会改变一点 你再过五十年 还是会发脾气 得胜 是基督替你活 你可以说 感谢赞美神 我不能 感谢赞美神 基督能 我巴不得 对全世界的人说 不怕人的脾气太坏 不怕人的性情太急 不怕人的骄傲太大 只怕人没有看见 自己的不能 只怕人没有看见 基督的能 弟兄姊妹们 你为着你的得胜 感谢神 这是很好的 但是 你还当为着 你的软弱 感谢神 因为你的软弱 特别显出 基督的能力来 我感谢神 你脱身坏透了 我感谢神 基督再一次 在我的身上 显出他的能力来 我对神说 我没有良善 我没有公义 我没有圣洁 我没有忍耐 我没有安静 但感谢赞美神 我没有 我也不打算有 神啊 从今以后 我的一切都交给你 神啊 从今以后 是你的儿子 替我得胜 这样 你立刻能得胜 只需一分钟 一秒钟 你立刻得胜了 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路加十八章 给我们看见 有一个少年人 办不到 路加十九章 给我们看见 有一个 撒该办得到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 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他立刻办到了 那少年人 做不到的 撒该做到了 路加十八章 是给我们看见 再人是不能的 路加十九章 是给我们看见 再神凡事都能 路加十八章 的少年人 做不到 路加十九章 的老年人 反做得到 路加十八章 主对少年人 说的 少年人不能听 路加十九章 主没有对老年人 说什么 老年人 反而信了 这少年人的不能 是因他 不信神能 这老年人的一家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有信心 救恩 救灵道 这一家 这是神做的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感谢赞美神 仁爱 我不能 忍耐 我不能 谦卑 我不能 温柔 我不能 但是 神在圣经里 所说的话 没有一节 是叫你 做你所能做的 叫你过 你所能过的 神都是叫你 做你所不能做的事 过你所不能过的日子 每天早起 我感谢赞美神 说 今天神又要行神迹 晚上 我感谢赞美神说 神又行了神迹 神今天叫我忍了 我所不能忍的 神今天叫我爱了 我所不能爱的 神今天叫我做了 我所不能做的 神今天叫我行了 我所不能行的 感谢赞美神 天天都是 再人这是不能的 再神反事都能 第七篇 相信 加拉太书 二章二十节 并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 是因神心的儿子而活 西伯来书 十一章一节 信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 的确句 要得胜 必须相信 今天我只读 这两节圣经 这几天 我们在这里 看见一件事 就是得胜的生命 不是别的 就是基督 得胜的生命 我们看准了 不是自己的进步 不是自己的改良 不是集自己的力量 做到像基督一样 得胜 就是基督 在我里头活 就是基督 替我得胜 从前 他在十字架上 替我死 叫我得救 今天 他在我里面替我活 叫我得胜 这几天 我们已经看见 得胜的条件 第一是降服 第二是相信 我们相信 神的儿子 活在我里面 我们相信 神的儿子 在我里面 活出他的得胜来 昨天 我们重复看过 什么叫降服 今天我要和你们 重复来看 什么叫相信 我很怕许多人 就是降服了 还是没有得胜 因为他们 没有相信 所以 请你们记得 你们就是降服了 若是没有相信的话 还是不能得胜 只有降服 不过是消极的 还当相信 因为这是积极的 在消极方面 降服了 在积极方面 相信了 就必定有得胜 在烟台 有一位弟兄 他曾到过上海 他聚了会 回家去 他说 我已经降服了 但是 我还没有得胜 今天一天都不行 还是和从前一样 今天在店里 还发了一次的脾气 我就告诉他说 降服还不够得胜 因为这不过是消极的 还有相信 也是紧要的 他接受了 他得胜了 他末了一次 在聚会中赞美神说 他是第一次赞美神说 他没有什么可夸的 他是第一次赞美神说 什么都是神做的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记得 得胜的条件 不只是降服 只有降服 不一定就得胜 因在降服之后 还必须专一地相信 既降服了 又相信了 就必定得着得胜 使徒保罗的经历 到底是如何 他到底是怎样得胜的呢 他第一步是降服 他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 钉十字架 他已经得着 不再是我的经历了 但他说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的意思是 我信他在我里面活 我信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许多人降服了 为什么还没有得胜呢 因为他若没有相信就不行 今天我在这里要讲 到底什么叫做信心 不过今天不能仔细地讲 只能稍微说一说 今天所要讲的 是信心和得胜的关系 到底有多大 相信神的事实 圣经里所有的事 都是神替我们做 一切的事 都是神替我们做 在去年一月的聚会里 我们曾讲到 神给我们三件东西 一件是神所给我们的约 一件是神所给我们成功的事实 一件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神所给我们做的事情 都包括在这三件里面 约在讲新约的时候 说了很多 今天在这里不讲了 应许是神要替我们做的 是神将来要替我们做的 事实是神在基督里已经成功的 是神已经做好的 今天在这里 要说到神的事实和神的应许 许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神的事实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替所有的人死 替全世界的人死 这是神的事实 但是有几个人得救呢 只有信的人 今天有一问题 就是基督既然替全世界的人死了 就信也可以 不信也可以 信也得救 不信也得救 信也好 不信也好 因为基督替人死 总是神的事实了 今天许多基督徒 对于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信心 也是这样 基督是头 我们是身体 头如何感觉 如何支配 如何管理 如何负责 基督徒也就如何感觉 如何支配 如何管理 如何负责了 今天 今天有几个基督徒 看见主耶稣是头呢 今天到底是基督感觉呢 还是你感觉 是基督支配呢 还是你支配 是基督管理呢 还是你管理 是基督负责呢 还是你负责 到底你们的难处在那里呢 没有别的 因为没有信心 也许有的弟兄姊妹答应说 主耶稣是头 我信 但是 一切都是头负责任 我信不来 许多人信不来 许多人不懂得信心 圣经里是说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不是他要做我们的葡萄树 不是我们要做他的枝子 不管你信也好 你不信也好 他总是葡萄树 我们总是他的枝子 不过 信的人 有水枝从他身上流过 做工就结果子 不信的人 主的生命 就不能从他的身上流过 他要尽力去做工 他要尽力去结果 你告诉他说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他说 我为什么不能做工 不能结果呢 你要回答说 因你没有信心 但是他要说 主既然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信也好 不信也好 神的事实 总是事实了 他不懂得 什么叫信心 信心乃是显实神的事实 希伯来十一章 一节 讲到信心的紧要 全本圣经 只有这一节 讲到信心的定义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句 实底这个词 有许多译法 在希腊文里 这词是很难翻的 这一个词翻的准一点 是该翻作显实 一级有一种的本能 能把一件东西 显为实在 比方这里有灯的形状 墙的颜色 风琴的声音 这些形状 颜色 声音 我们有什么方法 把它显为实在呢 我告诉你 能显明颜色的存在的 没有别的 就是我们的两只眼睛 比方这里有一张图画 绿的地方真好看 红的地方真好看 黄的地方真好看 但这些好看的颜色 需要眼睛 把它显为实在 若没有眼睛 颜色再好看些 也不能把它显为实在 其声好听得很 有耳朵 就能把它显为实在 如果是笼子 就没有法子 把声音显为实在 眼睛看 不能把声音显为实在 手触摸 不能把声音显为实在 只有耳朵 才能把声音显为实在 物体的形状 有方的 有圆的 有平面的 有三角的 有曲线的 必须用手摸 或者用眼看 才能知道它的实在 所以 东西的存在是一件事 把东西的存在显明出来 又是一件事 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 都需要有一种 本能来证明它的实在 信息也是这样 这里有一张图画 有山 有水 有花草 有树木 景致 真好看 你有眼睛 就能证明这幅图画的好看 就能证明这幅图画的存在 如果这里有一个虾子 生来就没有看见过颜色 你告诉他说 这里有红色 红的真好看 他要说 什么叫红色呢 你告诉他说 这里有绿色 绿的真好看 他要说 什么叫做绿色呢 你只好说 红红的就叫做红的 绿绿的就叫做绿的 虽然有一张图的存在 但他不能享受 这图的好处 虽然图画的景致实在好 但他不能享受 在这里 有一位姊妹 谈琴谈得真好听 有耳朵的 懂音乐的 就能见上 这位姊妹所谈的 没有耳朵 不懂得音乐的人 就不能证明 这音乐的好听 我们的信心 也是一样的 所有神的事实 都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 只有信心 才能把神的事实证明出来 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句 一张好图画 有那样好的风景 一个瞎子看不见 但能不能 因他看不见 就没有这张图画了 图画的存在 是一个事实 你看得见 它是一张图画 你看不见 它还是一张图画 好看的颜色 还是在那里 问题是你得着 这张图画的好处没有 有眼睛的人 要因着这张图画快乐 有眼睛的人 要因着这张图画的好处 主在十字架上 流血为世人死 这是事实 但结局是 有的人有信心 能把主在十字架上 死了的事实证明出来 叫他自己得着好处 有的人没有信心 主死在十字架上 是一个事实 不过他还不能 得着这个经历 弟兄姊妹们 你们有没有看见 信心的要紧呢 我们需要信心 来把一件 属灵的事实证明出来 像我们需要眼睛 耳朵 手 来把一件东西 证明出来一样 在属灵的事上 必须用信心 来证明那东西的实在 手能把物质的形状 证明出来 耳朵 能听声音 但手不能摸颜色 耳朵也不能听颜色 颜色只能用眼睛 把它证明出来 属灵的事 也是一样的实在 比如 主是头 我们是肢体 这个联合是事实 无法再分开了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也是这么一回事 你信这个 你就能得着这好处 有的人也说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但它没有水枝 没有生命 也不会结果子 因为它没有信心 什么叫信心呢 信心不是头脑里 明白一件真理 信心乃是看见的 一件事实 能把那件事实 证明出来 你听说 主死在十字架上 流血赎罪 不错 你也说 主死在十字架上 流血赎罪了 你听说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不错 你也说 主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你听说 主耶稣是你的生命 是活在你里面 不错 你也说 主耶稣是我的生命 是活在我里面 但是 你还是不能 把这些事实证明出来 弟兄姊妹们 你是把自己丢掉了 你已经知道 你的无能了 你已经知道 你的无用了 你是已经放手了 但这还不过是消极的 你还得在积极方面 把基督证明出来 这是太稀奇的事 只要一分钟 只要一秒钟 基督所成功的事实 都能在你身上证明出来 一张图画 很好看 你怎么知道它好看呢 因为你看见了 在基督里的丰富 你怎么知道是丰富的呢 因为你看见了 哥罗西书有话说 你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 你怎么知道 你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呢 因为你看见了 如果你看自己 你是一点不完全 人说你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 你说你在基督里已经完全了没有呢 主是把他的丰满给了我们 并且恩上加恩 你已经有了没有呢 不是你的头脑里有没有 是你的心里信了没有 以福索一章三节说 愿送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不错 我们相信神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但是这些福气在那里呢 弟兄姊妹们 所有的问题都在乎信 就是信神的话是真的 这真是简单 我没法再说了 什么叫信心呢 我们在神的面前 现在就是看这件事 基督徒的一个大失败 就是不能信 能信就能把事实证明出来 一看见就能把事实证明出来 一信就能把事实证明出来 一信就得着了 从前在英国有一位唯白布鲁先生 有一天他的女儿死了 他安葬了他的女儿回来 就想明天讲什么题目呢 我的女儿死了 教友们知道我伤心 我要讲一篇道理 安慰安慰他们 于是就讲了连后十二章九节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做题目 他把这一个题目 按着圣经分条分段 分完了 他就跪下求神祝福这题目 他在祷告的时候 就自问说 到底神的恩典够不够我用呢 若是神的恩典不够我用的 我怎能说神的恩典够我用呢 我若对人说 神的恩典够我用的 但是我的女儿死了 我难受 我心疼得很 这就是说神的恩典不够我用的 我不能说谎 他想换一个题目 时间又来不及了 所以他就想 无论如何 求神叫他的恩典够我用好了 他就求神说 神啊 求你叫你的恩典够我用 神啊 求你叫你的恩典够我用 他祷告了好久 但是一点效力都没有 这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看见壁炉之上 有挂着的一节圣经 是他的母亲 当他去送病的时候摆进来的 这节圣经是三色印的 我 你印的是蓝色 够印的是红色 其余的字 印的是黑色 他忽然得着神的亮光 他就在神的面前认错说 神啊 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但我说 你的恩典不够我用 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但我还求你 叫你的恩典够我用 他一面向神认罪 一面感谢赞美神说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不必求了 他充满快乐和感谢 他不必求了 第二天 他站在讲台上 讲了一生之中 最好的一篇道 有人问他 得能力的改变 是在何时 他说 是在送他的女儿 安葬之后 他今天的不同 就是学会了相信 今天的难处 就在这里 听说主耶稣是头 但是 环求主说 主啊 求你做我的头 你为什么不感谢赞美主说 主啊 你是我的头 如果这样 你就立刻把事实证明出来了 有一位弟兄说 倪先生 你讲了那么多 我一点都没有得着 我说 因为你光是听我说的 你该去求神对你说 他在夜里就祷告神说 神啊 求你叫我得胜 神啊 求你叫我得胜 神啊 我的脾气坏得很 神啊 求你叫我得胜 他在祷告的时候 想起那个长大麻风的求主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他也就求主说 主啊 只要你啃 我的脾气就要离开我了 他祷告到这里 就说 主已经啃了 还祷告什么呢 主已经成功了 主已经啃了 什么都好了 弟兄姊妹们 只要你们能信 以后十二章九节 或者路加十八章二十七节 就行了 我们只要信 我啃二字就好了 我啃 难处已经过去了 脾气已经过去了 不止这样 妻子病得要死 因为主说 我啃 也好像没事了 这就是信心 信心不是求 信心不是求神所 已经应许的 有一位弟兄 有一次 讲到过得胜的观 讲完后 问弟兄姊妹们 有没有难处 如果有 可以发问 他看见一位青年姊妹 在那里流泪 却不站起来问 有一位老太太说 这几年 我一直祷告要得胜 但是 一直没有得胜 毛病在那里呢 这位弟兄回答说 什么毛病都没有 是因为祷告太多了 如果你把祷告改为赞美 就什么都好了 话一说完 有一位男子起来说 我求得胜求了十一年 但是 一直不得胜 刚才听了你和这位老年姊妹的 一问一答 我已经得着了 这位传道的弟兄 走到那位青年女子的旁边 问她怎样 她说 听见刚才的问答 也已经得着了 这就是信心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记得 不要以为放手就已经得着了 如果你没有信 就不能把事实证明出来 像图画的颜色 需要眼睛把它证明出来 风琴的声音 需要耳朵把它证明出来 物质的形状 需要手把它证明出来 照样 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 也需要信心 把它证明出来 我们不是慢慢地求神说 神啊 求你做我的得胜 神啊 求你做我的生命 神啊 求你做我的圣洁 我们乃是说 神啊 你是我的得胜 我感谢赞美你 神啊 你是我的生命 我感谢赞美你 神啊 你是我的圣洁 我感谢赞美你 弟兄姊妹们 我的试探不少 有许多难办的事 临到我的身上 有许多难听的话 临到我的耳朵 我是求神说 神啊 求你给我力量得胜吗 不 我是说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你是我的得胜 主啊 是你替我得胜 我感谢赞美你 是你替我抵挡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是我的头 我是你的肢体 你是葡萄树 我是枝子 你是在这里攻击我一切 他已经在这里攻击我一切 他按他的话语 攻击我一切了 我们得救的时候 是在神几千句的话语中 得着了一句 就得救了 有的人 是凭约翰三章十六节 有的人 是凭约翰五章二十四节 有的人 是凭罗马十章十节 他们只要有一句神的话 就得救了 得胜 也是从神许多的话语中 得这一句就行 像刚才说的那位弟兄 因着我肯一语 就得着得胜了 有许多人 因着灵后十二章九节 就得着了 有许多人 因着罗马六章十四节 就得着了 有许多人 因着灵前一草三十节 就得着了 信心不是盼望 信心不是什么呢 信心不是盼望 所有有盼望的人 不一定信了 你讲得胜的问题 问人说 你得胜了没有 如果他说 我盼望得胜 你就知道 他没有信心 像你讲得救的问题 人告诉你说 我盼望得救 你就说 他没有信心一样 有的人在那里 一直盼望主拯救他 一直盼望主教他得胜 有的人在那里 一直祷告 求主叫他得胜 有的人在那里 一直等候 等候主叫他得胜 有的人说 我已经降服了 我已经相信了 但是 我还要等一等开行不行 我说 如果你等等开行不行 就你必定永远不行 因为信心不是盼望 有一位弟兄问我说 得胜了以后 是不是一直要记得说 主耶稣是我的得胜 主耶稣是我的得胜呢 在工厂里 我有二十多个伙计 我要管他们 一下子就记不得 我是监工 从早起到晚上八点 那么多的女工 那么多的事情 我怎能记得呢 这样到底还得胜不得胜呢 我回答他说 你在工厂里 记得不记得 你有两只眼睛呢 他说 不记得 我说 你出工厂的时候 你要不要用手 摸摸看你的眼睛 在不在呢 他说 用不着 我说 你记得不记得不要紧 只问在不在好了 感谢赞美神 得胜的生命 并非是 我们记得主耶稣 乃是主耶稣 记得我们 如果要我们 记得主耶稣 不知道多苦 但感谢赞美神 是他记得我们 信心不是感觉 有的人不是在那里盼望 有的人不是在那里祷告 有的人不是在那里等候 但他是在那里要有感觉 有一位姊妹说 我已经降服了 我已经相信 主是活在我里面了 但我不敢说 我是已经得胜了 什么缘故呢 因为我自从 接受主耶稣的得胜以来 一直到今天 一点感觉都没有 弟兄姊妹们 信就完全是信 感觉并没有用处 一张图画 感觉没有用处 只能用眼镜 感觉在有的事上 虽然有用处 但在懂得主耶稣的事上 一点用处都没有 手指能摸冷热 手不能看图画 对于属灵的事 是要用信心去证明的 不能用感觉 你的得胜 只能因信神的话 因为神说了 就是了 不是这几天 特别觉得有力量 不是这几天 特别觉得有快乐 得胜 只因为神的一句话 就够了 今天早起 有一位弟兄 来说到他的难处 他已经降服了 已经相信了 但他总不敢说 他已经得胜了 撒旦在那里控告他 昨天有一件事 好像回头了 他有点疑惑起来 他的得胜 到底是不是 这么一回事 我说 比方我房后 有一花园卖给你 我写一张气纸给你 你进花园的时候 里面忽然有一人说 中间有一块地是他的 现在怎么办呢 只有两种办法 第一是相信 我写给你的气纸 凡所写的都是你的 第二是 如果我的话是真的 那个人的话就是假的 现在你信谁的话呢 如果你信那个人的话 你就只好让他住在里面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就要吩咐他搬走 他就只好搬走了 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是靠得住的 如果你说 你的脾气 你的骄傲是真的 就神的话是靠不住的 你不信 你的脾气 你的骄傲就是真的 你信 所有的那些东西 就都被赶走了 神给你一个约 说温柔是你的 忍耐是你的 谦卑是你的 仁爱是你的 节制是你的 凡在基督里的 都是你的 但是 你又发脾气了 你又骄傲了 你又误会了 你又失败了 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信神的话 你就要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我能温柔 我能忍耐 我能谦卑 我能仁爱 我能节制 因为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我能 只要你抓住神的话 你所怕的这些东西 就都过去了 不信是最大的罪 今天在神的儿女中 有一最大的难处 就是相信不来神的话 你叫他放手不难 他既然放手了 信就应当是很容易的 弟兄姊妹们 请你来到神的面前 把手放下之后 就应当信你能过去了 有一位姊妹 完全放手了 完全交代了 我问他得胜了没有 他说 我还不敢说 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还没有看见国孝 我很值得对他说 你犯了人所犯的最大的罪 就是不信 你不信 就是说神撒谎 神是说 你如果放手 你是只子 主的生命要活出来 但是你说 你已经放手 神还没有拯救你 你说 你已经尽你的本分 神还没有尽神的本分 他说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说 你应当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你已经给我了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记得 你信主是头 你信主是你的生命 你信是的这的 就已经得着了 一信 就很难的都过去了 你一信 就没有一样 能拦阻你得胜 阿里路亚 这是救恩 阿里路亚 这是救恩 今天我们信 不是工作 是把事实证明出来 信主是头 信主活在你里面 信主是你的生命 信主是葡萄树 你是只子 信主替你得胜 你信 就一切的试探 都要过去 你信 一切都是他做的 感谢赞美主 一切都是他做的 我们在这里聚会 已经八 九天了 我要看你们 到底是怎样 你们已经放手的 有多少 你们不止放手 并且已经相信的 有多少 现在先请 已经放手的 弟兄姊妹 把手举起来 再请已经放手 而又相信的 弟兄姊妹 把手举起来 刚才表示放手的 和表示已经放手 而又相信的人 数目差不多 不过表示相信的 比表示放手的 差几个 所以 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们 一点关乎相信的事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记得 神所说的话 是靠得住的 我们不是相信 自己的经历 我们不是相信 自己的感觉 我们乃是相信神的话 神说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不只成了我们的义 并且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也成了我们的圣洁 所以 我们不只能说 基督是我们的义 也能说 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我们不是觉得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不是觉得 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我们乃是相信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相信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因为神的话 是靠得住的 神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也说 基督是我的生命 神说 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所以我也说 基督是我的圣洁 神说 基督是我们的得胜 所以我也说 基督是我的得胜 神说了 我相信 在烟台 我问一位姊妹 你到底放手了没有 她说 我已经放手了 因为神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我说 你得胜了没有 她说 我不敢说 因为我没有把握 我就很直地对她说 姊妹 神说 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 你说 耶稣基督不一定是我的生命 神说 耶稣基督是你的圣洁 你说 耶稣基督不一定是我的圣洁 神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你说神的恩典不一定够我用 你和十二者之间 必定有一个说谎的 不是神错 便是你错 不是你错 便是神错 你敢不敢说 神是说谎的呢 神说 基督是你的生命 你说 基督不一定是你的生命 神说 基督是你的圣洁 你说 基督不一定是你的圣洁 你这样说 岂不是说神的话 是靠不住的吗 我说到这里 他的脸色都变了 立刻回答说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相信神的话 弟兄姊妹们 你们在这里 如果还犹豫不决 还不知道基督 是不是你的生命 还不知道 基督是不是你的圣洁 你以为 这是一件小可的是吗 我很值得告诉你们 你是在这里 说神是说谎的 在烟台还有一位姊妹 我和她谈了几句话 一位聚会的时候快到了 我简单地问她说 你放手了没有 她说 已经放手了 你得胜了没有 她说 没有 但是 我知道 我是什么毛病 不过 这毛病不大要紧 我看见 只有几分钟要走了 求神给我话语回答她 我说 你笑一笑说 我没有信心 但是 在神看来 你是犯了一个大罪 就是不信神的话的大罪 神对你说 基督是你的生命 神对你说 基督是你的圣洁 神对你说 基督是你的恩典 神对你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你信不来 还笑一笑以为不要紧 姊妹 我告诉你 你是犯了一个大罪 你要到神的面前对神说 神啊 我不信你的话 我得罪了你 神啊 求你赦免我 求你除去我不信的恶心 求你除去这个罪 有人在那里不信 还笑着 以为是不大要紧的 其实这是犯了一个大罪 这罪比奸淫的罪还重 比杀人的罪还重 所以你要对神说 神啊 求你赦免我 我得罪了你 神啊 求你除去我不信的恶心 你把不信神的话 当作罪 就容易过去了 你的信是根据神的话 像离后十二章九节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多好 临前一章三十节神 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多好 哥罗西三章四节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多好 你抓住神的话 你信神的话 就好了 你只要有一节 有一句神的话 你立刻有把握了 立刻得胜了 第八篇 信心的试验 今天晚上 请看一节圣经 就是比前一章七节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今天晚上 我要说到什么叫做 信心受试验 圣经里给我们看见 没有一次的信心 是不经过试验的 所有的信心 都要经过试验 信心所以要经过试验 有以下几个大原因 信心要经过试验的原因 一 为要叫我们长进 神试验我们的信心 乃是要我们有长进 没有一个基督徒有长进 而他的信心是 没有经过试验的 全世界的基督徒 所有长进的信心 都是经过试验的 我没有保留地说这话 所有基督徒的信心 都是经过试验的 信心长进唯一的方法 就是经过试验 神要带领我们进步 唯一的方法 就是叫信心经过试验 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 是借着信心 接受神的一切恩典 所以神叫我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我们就自然而然地 长进了 二 为要满足神的心 神叫我们的信心受试验 不只叫我们有长进 也是叫他的心得正满足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信了主 蒙了神的恩典 而他的信心是 没有经过试验的 所以要试验你的信心 就是证明说你实实在在是信了 你信心的实在 叫神得了满足 这经过试验的信心 是叫神的名的荣耀的 在世上能荣耀神的名的 就是经过试验的信心 你无论经过什么种的患难 什么种的逼迫 什么种的拦阻 什么种的黑暗 你经过了试验还能信 经过了试验还不到 这一种的信心 要叫神的名的这荣耀 三 为要堵住 撒旦的口 神叫我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不只叫我们有长进 不只叫我们 能满足神的心 神叫我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也是要堵住 撒旦的口 撒旦不肯说 我们是信了 撒旦不肯让我们说 信是已经得着的 就已经得着了 他总要来捉弄你一下 他总要来为难你一下 神试验你的信心 就是叫撒 但无话可说 撒旦看见你不是一语的 他才肯退去 若是可能 他总不肯让你平平安安地过去 若是可能 他总不肯让你得找神的祝福 若不是真无办法了 他总不肯让你过去 为着要堵住撒旦的口 所以神必须试验我们的信心 四 为要叫我们帮助别人 神所以试验我们的信心 也是为要叫我们能帮助别人 一个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 是不能帮助别人的 别的弟兄姊妹 能得着你的帮助 都是因为你的信心经过了试验 一个人 如果他说他已经信了 而他的信心并未经过试验 就他的信心还有点靠不住 真是受过试验的信心 叫撒但没有办法 叫撒但怎么弄也弄不到 这样的信心 才能叫全教会得着帮助 弟兄姊妹们 经过试验的信心 是比能坏的金子 更显为宝贵的 信心受试验和得胜的关系 现在我要讲到 信心受试验 和我们得胜的关系是如何 神所以试验我们的信心 就是叫我们看见信心 就是信心 真实的信心 都是偿命的 凡是短命的 就不是信心 真实的信心 总是偿命的 过三天还能信 过一月还能信 过一年还能信 过十年还能信 过五十年还能信 真实的信心 受得住一次的拦阻 受得住五次的拦阻 受得住十次的拦阻 真实的信心 经过一次的试验 还是信 经过五次的试验 还是信 经过七次的试验 还是信 凡是短命的信心 凡是一碰就倒 一碰就终了的信心 定规不是信心 凡是信心 定规是偿命的 在圣经中 给我们看见 得胜是在乎信神的话语 神说祂的儿子 是我们的生命 神说祂的儿子 是我们的头 神说祂的儿子 是我们的得胜 神说祂的儿子 是我们的圣洁 神说祂的儿子 是我们的能力 我知道 是祂担当我一切的重担 我知道 是祂担负我一切的责任 我知道 是祂攻击我的忍耐 我知道 是祂攻击我的温柔 我知道 是祂在我里面 攻击我一切 感谢赞美主 我信 我也知道 但是 这样的信心 还需经过试验 今天早起 有一位弟兄对我说 我已经放手了 我已经相信了 我已经过得胜的关了 但是 昨天聚会完 我骑脚踏车回家去 行到大马路 现实公司那里 被一老人碰到了 当时我的外面 虽然没有说什么 可是我的里面 已经发脾气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已经放手了 已经承认自己的不能了 已经相信了 已经相信 基督是我的得胜了 可是 我没有想到发脾气 但脾气 却已经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们 这有两个原因 一 我们得胜并非自己有了改变 我们过了得胜的关之后 以为我有一个礼拜不犯罪了 我有两个礼拜不犯罪了 我有三个礼拜不犯罪了 我有四 五个礼拜不犯罪了 就以为我好了 我现在改变了 我现在进步了 你在那里得意 你在那里自夸 所以 神定规给你试验一下 叫你失败一下 叫你如到你 自己一点改变不没有 你如果能忍耐 这不是因为你改变了 而是因为你改换了 是主替你忍耐了 如果你说你改变了 你就定归失败 你要知道 如果你能忍耐 这是基督替你忍耐 如果你能温柔 这是基督替你温柔 如果你能圣洁 这是基督替你圣洁 你得胜了多少日之后 你还是你 你永远还是你 你一点改变都没有 尼拓生永远是尼拓生 过五十年 尼拓生还是尼拓生 恩典一出去 尼拓生还是尼拓生 我感谢赞美主 得胜是基督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还是会犯罪 我一点改变都没有 在烟台 有内地会的几位西国教师 问我说 什么叫做改变 什么叫做改换 我说保罗加上彼得加上约翰 减去恩典 还是等于罪人 不要说保罗 彼得 约翰 溢除去恩典 还是和普通的人一样一事的 我们离了神的恩典 和马路上的强盗 和许多的妓女 并没有两样 若是有恩典 那是主代替了我 并不是我自己有了什么改变 有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说 当我的心稍微高扬 我就近乎跌倒归地 这是真的 弟兄姊妹 要知道 你还是这么一回事 你一点改变都没有 二 到底是神的话靠得住呢 还是我们的精力靠得住 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的精力 我们以为说 像我这样的软弱 像我这样的失败 像我这样的脾气 那里有得胜呢 我们因为 看见自己的精力是这样 就说神的话是假的 但是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到底是神的话靠得住呢 还是你的精力靠得住 在烟台 李长寿师母 有一次来见我说 我已经降服了 我也已经完全相信 主是我的得胜 我实在过了得胜的关 但是 我的得胜很短 一个礼拜之后 就不得胜了 两个孩子会吵 我忍耐不住 这两三天又没有得胜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 基督有没有改变 他说 没有 神的话有没有改变 他说 没有 我说 基督既然没有改变 神的话也没有改变 为什么你说不得胜呢 他说 因为我的精力不对 我说 比方你的孩子蒙光 跑到马路上 碰见一个人对他说 蒙光 你不是你妈生的 你是你妈花两脚钱 从药材店里买来的 蒙光跑回家问你说 妈 到底我是你生的 还是你用二脚钱 向药材店里买来的呢 因为外面的人说 我是你买来的 你就说 蒙光 你是我生的 你不要相信 外面的人的话 他又出去 又碰见那个人 又是像他这样说 并且说 你妈买你的时候 我还亲眼看见他 蒙光就又回家问你 你就说 蒙光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 后来蒙光出去 又碰见那个人对他说 蒙光 你问清楚 你妈了 没有 真的 你妈用二脚钱 买你的那天 不止我看见他 还有这个洋车夫 也看见他 另外 那 还有他 还有他也看见他 这人差不多能拉出 一二十个人来做见证说 蒙光不是妈生的 是用二脚钱买来的 这个时候 一边是母亲的话语 母亲的话是不用证据的 另一边是外人的话语 有二十个人做见证 有五十个人做见证 是充满了凭据的谎言 那时候 蒙光是听自己的母亲 不需证据的话语呢 还是听路上的人 充满了凭据的谎言呢 如果蒙光仍然回来对你说 妈 妈 那个人用许多凭据说 我是你买的 妈 我到底是你生的 还是你买的呢 到这时候 你必定说 你这孩子 真不中用 李师母 今天 神也要对你说 你这一个不中用的孩子 神说 他叫他儿子 做你的圣洁 做你的生命 做你的得胜 神说了 就是了 可是 你一出来 有点发急 就说 不对啊 有凭有据的 我还没有得胜呀 虽然神说 他的儿子是我的圣洁 但是 我说 不对啊 我是有凭有据的 没有圣洁呀 你这样的行为 和蒙光一样一世的 你相信 充满了凭据的撒旦的谎言 而没有宣告神的话语 如果人用画片蒙光的时候 蒙光就笑着说 我妈说的是靠得住的 你是骗子 如果人第二次骗他 他还是笑着说 你是骗子 人十次骗他 二十次骗他 五十次骗他 他总是笑着说 你是骗子 我母亲的话 是靠得住的 这样 蒙光就羞辱了仇敌 荣耀了他的母亲 如果撒旦来 叫你觉得冷淡 你还是说 我是得胜的 因为基督是我的得胜 如果撒旦来 叫你觉得急躁 你还是说 我是得胜的 因为基督是我的得胜 你宣告说 撒旦所说的是谎言 只有神的话是真的 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经过试验的信心 这就是叫神的 明的荣耀的信心 如果我们口里说信 但是一受试探就哭回来 就你的信到那里去了呢 这种的信心 是短命的 真实的信心 定规是要经过试验的 如果你一碰见试探 就说没有得胜 那就完了 弟兄姊妹们 你碰见试探的时候 如果你说 神的话是靠得住的 如果你说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是靠得住的 如果你说 他说了就是了 如果你说 神的话是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的 你就站得住了 所以 现在的问题 是你信谁的话 信心在这里 山就得挪开 有一位姊妹 南提和李师母一样 也说 信是信了 还是不得胜 我说 我们要有移善的信心 如果一是就不行的信心 就不是信心 什么叫做大的信心呢 什么叫做移善的信心呢 坚信不移的信心 就叫移善的信心 移善的信心 就是不因任何的拦阻 而受阻挡的 信心在那里 难处就得挪开 这就叫移善的信心 山在这里 信心在这里 这二者不能同时存在 不是山挪开 就是信心挪开 山在这里 信心就得挪开 信心在这里 山就得挪开 每一次的受试验 就是要把山挪开 所以 现在的问题 不是受试验的问题 乃是山在那里 信心就得挪开 信心在那里 山就得挪开 问题是我们是信路人的谎言呢 还是信神的话语 已经试验就到的 就不是信心 有一位弟兄过关了 还没有看见得胜 撒旦对他说 你看 过了得胜的关 还是失败 你上当了 那里有这么一回事呢 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也说上当了 就定归完了 神定归照 你所信的成全了 我记得 有一次 我并在这楼上 有一天 有一位弟兄 替我是热度 查脉搏 热度很高 脉搏很快 前几夜 我一连几夜 不能睡 真是快进死门了 那天夜里我祷告 到第二天 下午我得了主的话 主已经听祷告了 主给我罗马八章十一节 然而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也逼借着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 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那一天 我以为特别要睡得好 那知道 我那一天 特别睡得不好 第二天 那位弟兄 再替我是寒热 热度更高 脉搏更快 撒旦很忙 他一点不慢地来说 这是什么应许呢 神应许你活过来 你看 你那里活过来呢 撒旦说的话 很有道理 在这个时候 神立刻给我 两节圣经 一处是约拿书 二章八节 那信从虚无的人 离弃恋爱 他们的主 这是约拿在 大鱼的腹中说的 外面的景况 外面的情形 都是虚无的 都是虚晃的 一处是约翰17章17节 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说 我的话就是真的 其余的话 都是假的 如果 神的话是真的 那么我热度的 高就是假的 我脉搏的快 就是假的 我夜里的睡不好 也是假的 所以我立刻感谢神说 罗马八章11节的话 是真的 其余的病状 都是假的 我就是这样相信 我就是这样宣告 到了下午 我的热退了 脉搏也慢了 到了夜间 我也能睡了 真实的信心 只相信神的话 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信心的试验 什么叫真实的信心呢 真实的信心 就是光相信神的话 而不相信自己的经历 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不相信黑暗的环境 阿里路亚 只有神的话是真的 如果环境和经历 与神的话相合 我们感谢赞美神 如果环境和经历 与神的话不合 就只有神的话是真的 凡和神的话相反的 都是假的 撒旦对你说 你说你得胜了 你看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败坏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软弱 你那里得胜了呢 你可以对撒旦说 是的 我还是我 我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 神说基督是我的圣洁 神说基督是我的生命 神说基督是我的得胜 撒旦说你还是败坏 但神的话是真的 撒旦说你还是软弱 但神的话是真的 撒旦说你还是误会 但神的话是真的 撒旦对你说的都是谎言 只有神的话是真的 在烟台 我学了一个功课 有一天 我和八小姐 都特别求神赐给恩赐 我是求信心的恩赐 八小姐是求医病的恩赐 我们只祷告了一刻多钟 就都得着了 晚上去聚会 有一位安姊妹对我说 住在聚会楼下的一位姊妹 发神经病了 从前她一月发一两次 最近常常发 聚会完已十点半了 我回去的时候 心里想 一个人住在聚会楼下 竟然发神经病了 这怎么办 我和一位弟兄话别后 神的话立刻临到我 就是笔前一张七节 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我就说好 信心要受试验 就受试验 第二天 我去找八姊妹 本来我一个人可以去 但是 她昨天才得医病的恩赐 我昨天才得信心的恩赐 现在要去应用啊 八姊妹听见我邀她去 好像有点作难 但是 她说 我祷告祷告看 她祷告了 就定归去 我们一到那里 病人那一阵 刚刚有点睡着 做大夫的使弟兄说 还是等她醒了再说 她说 按人看来 一点办法都没有 八姊妹是在十一点半 就要上船离开的 但是我们等到十点五十分 才有人请我们进去 我和那生病的姊妹 说了两三句话 我看见她的头发都直了 你们知道 那是一个人 快到发疯的那个样子 但是 感谢赞美主 我祷告了一两分钟 神就给我信心 信心爬起来了 我就赞美神 我知道 她必定好 八小姐祷告了几句 也有信心了 她也赞美神 然后还有两位弟兄 一位姊妹 也陪我们祷告了几句 不过她们不在这个流中 因为时候到了 我们就送八小姐上船 等到我从码头回来去看她 她又是哭 又是笑 大吵大闹起来 等一等 她晕过去了 她们都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信心地受试验 做大夫的弟兄 把我拉出去说 弟兄 快祷告 不然的话 我说大夫的 真没有办法 我说 不必祷告 我笑着说 撒旦 你再试试看 再做大一点看 尽你的力量 做做看 她疯了 我也想疯了 她在里头闹 我在外头闹 她闹到三点半钟 我笑到三点半钟 那时我的信心是爬起来的 四点有聚会 我要走了 就对史大夫说 你一点不必发急 你一点不必想办法 看撒旦尽她的力量做 神说了就是了 神从来不捉弄我们 晚上 史大大对我说 快好了 第二天上午 史大夫说 快和常人一样了 但我知道她还要发 因为还有好几位弟兄的信心 要受试验 这位病人 好的时候最长一点钟 很好的时候 只有半点钟 下午她又大闹了 史大人又来问怎么办 我去跪下祷告 没有话 信心好像爬不起来 这个时候 撒旦很忙地说 你再笑笑看 昨天你会笑 今天你再笑笑看 这个时候 好像我的信心丢掉了 撒旦在旁边说 你昨天会笑 你今天这样冷 但是感谢赞美主 我里面有声音说 你昨天和今天 感觉是有改变 昨天会笑 今天发冷 但是我没有改变 我说 是的 主没有改变 我立即感谢赞美主说 主 你没有改变 昨天我信神的话 那样笑 并不能叫神更现实一点 今天的感觉 这样冷 不会笑 也不能叫神的信实 减少一点 所以我只感谢主 我不祷告了 到了晚上 据史大夫说 按医学的诊断 他完全好了 到第二天 脸色也转了 阿里路亚 神的话是靠得住的 这是信心的试验 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八部的一信 就有结果 我们是八部的一信 就有精力 但是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难道你不能信神三天吗 难道你不能信神三个月吗 你不能信神三天 不能信神三个月 就你的信到那里去了呢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我说了 我再说 有一天晚上 主命门徒渡到那边去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主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主起来斥责了风浪之后 对门徒怎么说呢 在马可福音室说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在马太福音室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可见许多急得要命的祷告 就是不信地表示 如果有信心 就是站在那里 主是命你渡到那边去 主不是命你渡到海底去 主已经吩咐了 风再吹大一点 也不要紧 浪再打高一点 也不要紧 看船翻得了翻不了 没有信 一碰见试验 就要躲起来 有信 就是碰见试验 还能站在那里 小的信心 一碰见试验 就要躲起来 大的信心 碰见试验 还是站住 假的信心 一碰见试验 就到了 真的信心 碰见试验 还是站住 只站在信心这一边 有一个人 骂我很厉害 我越忍耐 他越骂我 那个时候 我就求神说 神啊 求你快一点 给我忍耐 求你快一点 给我力量 使我能忍受得住 不然 我的脾气 快要发了 如果是现在 我不但不会急 我还可以笑着说 撒旦 你借着人 骂得再厉害一点 也不要紧 看你能不能 把我里面的基督 骂得发起机来 我不但不恨 那个骂我的人 我还能爱他 真的 你一这样 撒旦就 无奈你和 弟兄姊妹们 感谢赞美神 得胜是基督 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话 我的忍耐 只有这么多 再过一过 就要发脾气了 如果是基督 就没有一次的试探 是太厉害的 如果是基督 就没有一次的试验 是太难当的 我们站在神的话 这一边 我们站在信心 这一边 撒旦 就无奈你和 主命令 渡到那边去 就定规 能渡到那边去 并不是我们的话 算得什么 乃是因神的话 靠得住 因神是信实的 弟兄姊妹们 莫了让我问你 你有没有 一两件老饭的 罪把你吓倒了 我想一定有 弟兄姊妹们 我很值得问你 住在你里面的基督 把你带到 受试验的时候 是试验谁 我告诉你 每一次临到你的试验 不是试验你 乃是试验神 我们的信心 受试验 是神的儿子 受试验 是神的信实 受试验 不是我们 受试验 所有的试验来到 是试验基督 能做什么 每一次的试验来到 是试验神的信实 到底如何 你站在神的这边 你站在神的话这一边 你站在 与环境相反的这一边 这个就叫信心 这个就叫得胜 撒旦说 你还是污秽的 但你说 基督是我的圣洁 撒旦说 你还是骄傲的 但你说 基督是我的谦卑 撒旦说 你还是失败的 但你说 基督是我的得胜 无论撒旦怎么说 你总是说 基督是靠得住的 神的话 是靠得住的 这个就是信心 这个就是显明神的话的实在 阿里路亚 基督是得胜的 阿里路亚 神是信实的 阿里路亚 神的话是靠得住的 弟兄姊妹们 请你们记得 信心的试验 不会长久的 就在你才得胜的那一段时候 试探特别多 但是 信心受了试验 就叫别人能得你的益处 能受你的帮助 信心受了试验 就使神的心得着满足 神的明得着荣耀 信心受了试验 就堵住了撒旦的口 就叫撒旦 无奈你喝了 阿里路亚 因为神的话是靠得住的 感谢赞美神 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没有什么在你面前能站得住 当你站在信心面前的时候 没有一座山 不能挪移 信心是专门移山的 只要是山都得挪开 阿里路亚 因为神是信实的 第九篇 长进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我们今天晚上 在神的面前还要看一件事 当我们还没有看这一件事之先 我们要温习一下 我们所已经看见的 我们已经看见 我们自己的经历是一直失败的 我们也已经看见 神为基督徒所定规的生命 是远超过我们的经历的 第三 我们看见 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得胜生命 就是基督 我们看见 我们的法子 像压制 挣扎 祷告等 都不中用 第四 我们看见 得胜生命的性质 有五个特点 其中最紧要的一点 就是这生命的性质 是改换的 而不是改变的 第五 我们看见 怎样进入这生命 很简单的两个条件 一 就是降服 就是放手 二 就是相信 神说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就是够我们用的 神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神说 基督是我们的圣洁 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 第六 我们看见什么 叫做放手 第七 我们看见相信 不过是把神所做成的 表明出来 第八 我们看见虽然信了 信心还要经过试验 今天晚上 我们要继续下去 讲到关于得胜的问题 就是到底怎样可以长进 你们听过了前面的那些点以后 必定会问说 我们过了得胜的观以后 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就至高无上 无以复加了呢 我今天在这里 就是要讲 一个人已经过了得胜的观之后 每天所该做的是什么 过了得胜的观后 每天该做的是 一 胜过禅类我们的罪 有许多基督徒 观是过了 基督是他的得胜了 但他不知道 每天怎样维持他的生活 所以他就要跌下去 第一 每一个基督徒 当他得胜了之后 头一见看见 盼望 期待的 就是神拯救 他脱离他那唯一的罪 就是一直在那里打扰他 一直在那里拦阻他的那个罪 没有一个 已经过了得胜的观的基督徒 可以仍然带着那个 唯一的罪的 主已经拯救了你 他已经是你得胜的生命了 你可以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基督的得胜是我的得胜了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基督的圣洁是我的圣洁了 是基督在你里面替你活 如果有一位弟兄是有脾气的 他的脾气要出去了 或者有人是多疑的 多疑一直打扰着你 或者有人是多话的 多话一直打扰着你 或者有人有以上所说 那八种的罪之中的一种罪 一直打扰着你 你能盼望神把这些罪赶出去 你一得这了得胜之后 就要对神说 神啊 我仰望你胜过那罪 还有许多罪的问题要对存 例如 你从前得罪了人 得罪了弟兄 你就要去向他赔不是 从前你没有力量去赔不是 现在你有力量去赔不是了 又如你从前有一件事 没有的释放 现在因基督活在你里面 你就得着释放了 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 一得了得胜的生命之后 就要仰望神除去你那唯一的罪 就是一直胜过你的那个老罪 如果你把唯一的罪还留在身上 不止弟兄姊妹不能信你已经得胜了 就是你自己也要疑惑到你的得胜了 你没有得胜的生命之前 你没有力量去征战 你现在有了得胜的生命了 你就有力量去征战了 你现在有了信心 有了力量 你可以去征战了 在烟台 有一天有几个西国姊妹问我说 是不是得胜了以后 就可以不征战了呢 我说 你是征战了来得胜的 还是得胜了去征战 征战了来得胜 是永远做不到的 得胜了来征战 是对的 是不错的 所以问题是从征战到得胜里去呢 还是从得胜出来而征战 许多人一直在那里挣扎 一直在那里处理要得胜 但结果总是失败 因为得胜不是你可以用力去得的 得胜是靠着基督 完全是神赐给你的 你已经信了 主是你的圣洁 你已经信了 主是你的完全 你已经信了 主是你的得胜 所以现在这些东西都要出去 凡不是我父栽种的都要拔出来 我曾对一位弟兄用一个比方说 你买一块地 那卖地给你的人写一张 气纸给你 上面在明这块地有多长 有多阔 当你去领这块地的时候 碰见几个流氓 硬要在这地皮当中 盖上草房住在里面 你怎么办呢 你必定凭着气质所写的 把那些流氓赶出去 今天我们和罪恶争战 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乃是平身所赐给我们的权柄 不错 圣经说我们该争战 但是圣经是说该用信心去争战 不错 圣经说我们该胜过仇敌 但是圣经是说该用信心去得胜 不错 圣经说我们该抵挡魔鬼 但是圣经是说该用信心当藤牌去抵挡魔鬼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 你那特别的脾气 是不是基督的生命里所有的呢 你那特别的疑惑 你那特别的多话 你那特别缠累你的罪 是不是基督的生命里所有的呢 我们都知道不是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基督里的 所以你能命令他搬走 如果你想先抵挡 后得胜 你就定归失败 如果你想用己力去征战 以至于得胜 你就定归失败 如果你是得胜的去抵挡 如果你是得胜的去打仗 你就要一直得胜 所以要紧的问题是 你是打仗到得胜里去呢 或者是从得胜里打出来 从得胜里打出来 就是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基督已经得胜了 因基督已经得胜了 所以在我身上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赶出去 每一基督徒得胜了之后 就该说 感谢神 这一件罪 因基督是我的生命 他不该留在我身上 他该出去了 那唯一缠累你的罪 推一推就出去了 这就叫打仗 那一直打扰你的罪 推一推就出去了 这就叫得胜 二 承认自己不能 接受基督做一切 第二 你每天的生活 该和你头一天 过得胜的关一样 你每天早起 要对神说 神啊 我在你面前 还是不能 还是软弱 还是一点都没有改变 还是这么一回事 同时 主啊 我感谢你 今天你还是我的生命 今天你还是我的圣洁 今天你还是我的得胜 今天一天 我相信你要替我活出你的生命来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都是你的儿子替我做的 同时 有几件事 是你们应当小心注意的 两种试探及其对付的路 像那一位弟兄 聚会后 骑脚踏车回家 经过大马路 被一个走路的人碰爹了 他说 连想都没有想 脾气就发出来了 如果有时间可想 还有机会考虑 还有机会管住自己的脾气 他所碰见的 是连想的机会都没有 他的脾气就出来了 所以 我在这里告诉你们 我们日常所遇见的事态 有两种 一种的试探 是没有机会留给你 是突如其来的 一种的试探 是慢慢提倡 慢慢提议的 一种是没有时间 可思想的试探 一种是有时间 可思想的试探 我们以为 有时间可以思想的试探 好像可以胜过 没有时间 可思想的试探 好像是难以胜过一点 所以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 当你过了得胜关之后 你每天早起 还得在神面前 做两件祷告 如果你疏忽 你就必定失败 头一件 你要对主说 主啊 求你救我脱离试探 不要连想的机会都没有 不要叫我连想都没有想 就已经犯罪了 我告诉你 主能叫你胜过你想 都想不到的试探 这一个祷告 不知多宝贝 这一个祷告 不知拯救了多少人 今天晚上 我没有功夫 读罗马五章 我只能略提一提 罗马五章 十二至十九节 教训我们几件事 就是我们和亚当的联合 与我们和基督的联合 是一样一事的 你从前怎样 和亚当联合一下 就会犯罪 照样 你和基督联合一下 也就会行义 弟兄姊妹们 我问你们 有几个弟兄要发脾气 是用力才发的呢 不 不必用力气 是一裂就发 一碰就发的 是因和亚当有了联合 自然而然的会发脾气 我们和亚当联合 是用不着励志 就会犯罪的 是用不着出力 就会犯罪的 但是神所应许 在基督里的生命 与我们和亚当联合 是一样一事的 你应当对主说 我从前如何与亚当联合 不必思想就会犯罪 不必立志就会犯罪 照样 我今天在基督里 也不必思想就能忍耐 不必立志就能忍耐 不必抵挡就能忍耐了 主啊 今天联想的机会都没有 但我感谢赞美你 我在基督里的合一 像在亚当里的 合一那样深 所以今天试探临到我 就是来不及思想 来不及抵挡 你已经借着我 显出你的温柔 显出你的圣洁 显出你的得胜来 如果我在神面前 真是站在这个地位上 你就能胜过 第一种的试探了 你每天早起 信神能救你 脱离你想都没有机会 想的试探 你每天早起 信基督的生命 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 要活出他的得胜来 我们在亚当里 如何用不着思想 就会发脾气 我们在基督里 也如何用不着思想 就不发脾气 问题只在乎信不信 所有神的事实 只要你信 就都要成功为你的经历 关乎第二种的试探 不是忽然来的 是慢慢来的 好像一直在那里徘徊 一直在那里劝你的 你怎么办呢 你不要踩他 你不要抵挡他 问题全在主耶稣怎样 如果问我 我还是没有改变 如果问我 我还是软弱 如果问我 我还是不能抵挡 主啊 我不能 主啊 我不止不能 我也不打算能 主啊 我不止不能忍耐 我也不打算忍耐 主啊 我从前不能 我如今还是不能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我不能 阿里路亚 我不能 阿里路亚 我没有办法 同时 你仰起头来看主说 主啊 你能 主啊 你在我身上 不是软弱的 你在我里面 是有大能的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你能 阿里路亚 你能 弟兄姊妹们 你站在这个地位上 试探就跑掉了 当你和试探挣扎 抵挡的时候 他好像不肯离开你 当你说我不能 当你说神能 当你夸你的软弱 当你夸神的能的时候 试探就立刻过去了 一人阴陷而活 有的弟兄问 是不是我们 过了得胜的关后 就不会再犯罪 我的答复是 我们终究要达到 实行的地步 不过我们 还有犯罪的可能 圣经给我们 看见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圣经给我们 看见的 每一基督徒的生活 是信心的生活 一人阴信而活 一人阴信得生 是开头的 一人阴信而活 乃是揭续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 有两个世界 一是物质的世界 一是属灵的世界 当我们用五官的时候 我们是活在物质的世界里 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 我们是活在属灵的世界里 当你用你的眼睛 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还是罪人 你还是污秽 你还是骄傲 你并不比普通的世人好一点 但是当你用信心在基督里 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就要看见 你的脾气没有了 你的刚硬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的难处 就是因为有这两个世界 你每天都得有所拣选 我们人都是有理性的 有情感的 有意志的 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拣选那一个世界 我们就要活在那一个世界里 如果你靠着五官 活在物质的世界里 你就要把物质的世界显出来 如果你借着信心 活在属灵的世界里 你就要把属灵的世界显出来 换一句话说 当你用感觉的时候 你就立刻活在亚当里 当你用信心的时候 你就立刻活在基督里 你是在此二者之间 你凭着感觉 就活在亚当里 你凭着信心 就活在基督里 你活在基督里的时候 就一切在基督里的 都成为你的经历了 在圣经中 没有拔罪根的教训 但是 一个信徒得胜了以后 按着神的工作 按着神的供给 按着神的命令来说 没有一个基督徒 是该犯罪的 我们能天天彰显基督 我们能天天得胜有余 但是 我们一活在感觉里 一凭着感觉活 我们就立刻失败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 我们要天天活在信心里 我们才能证实 在基督里的一切 失败后 即刻靠血恢复 但是 若是不信我们失败了 就怎么办呢 你可以立刻到神面前 把你的罪摆在主的 保血之下 下一秒钟 你可以立刻仰望神 对神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你的儿子还是我的生命 还是我的圣洁 你的儿子要从我里面 活出他的得胜生命来 只要几秒钟就恢复了 不必等到五分钟 不必等到一点钟 许多的时候 神已经赦免我们 神已经洗净我们的罪 但是 我们是想 该多难受一点 该多受刑法一点 就罪 可以洗得更清洁一点 这是我们自己找苦头吃 这还是凭感觉而活 这不过是在亚当里 多活两个钟头 或者有人要问 得胜了以后 仍不免失败 仍是需要保血的洗净 这岂不和没有得胜的时候 一样吗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 大两样 当你没有得胜之间 你的生活都是失败的生活 你是偶然得胜 你是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的 当你得胜了之后 你的生活都是得胜的生活 你是偶然失败 你是一直得胜 一直得胜的 差得多 阿里路亚 差得多 从前你是失败多 得胜少 现在你是失败少 得胜多了 从前你的失败 是疑虑的 发脾气 总是发脾气 思想污秽 总是思想污秽 刚硬窄小 总是刚硬窄小 极度总是极度 每一次的失败 都是一样的 得胜是少有的 你一直被你的脾气捆绑 一直被你的骄傲捆绑 一直被你的极度捆绑 一直被你的说谎捆绑 你得胜以后 不过偶有失败 就是偶然失败了 也不是一直犯那个罪 就是犯 也与从前不同 当你没有得胜之先 你一失败 就弄得手足无措 不知道如何恢复 不知道如何可以 回到神的交通里 不知如何可以 再得神的亮光 你好像要上间接 你不知道多难 当你得胜了之后 你偶然失败了 几秒钟 你就得着恢复 你立刻承认你的罪 你就立刻得着喜敬 你也可以立刻感谢赞美神 基督又要从你里头 活出他的得胜来 这又是一个大不同 每天该和基督 有正大的关系 我愿意弟兄姊妹们 知道这件事 约一五章 十一至十二节说 这见证 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 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你们看见吗 得胜的生命 是怎样赐给我们的呢 是在儿子里赐给我们的 我们要得胜的生命 没有儿子就不能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神给我们生命 不是单把药材给我们 乃是连大夫都给了我们 神不是单单把生命给我们 神是在他儿子里 把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要得胜的生命 不是接受生命 乃是接受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和基督的关系 什么时候出毛病 我们什么时候就要出事情 我们对于基督的信实 对于基督的应许 一发生疑惑 我们就立刻出事情 神不是把忍耐赐给我们 神不是把温柔赐给我们 神不是把谦卑赐给我们 神是在他儿子里 把忍耐 温柔 谦卑赐给我们 我们和他的儿子一出世 就立刻失去得胜 所以我们每天该和基督 有正当的关系 我们每天都该说 主啊 你还是我的头 我还是你的肢体 主啊 你还是我的生命 你还是我的圣洁 你的眼睛如果看你自己 就这些一样都没有 你的眼睛如果看基督 就你样样都有了 信心就是这样 你不能在基督之外 去抓住圣洁 得胜 忍耐 谦卑 你有了基督 就有了圣洁 得胜 忍耐 谦卑 俗话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神不是给你以柴 神是给你以山 山在柴自然在 我们只能信神的儿子 在我里头活 凭着感觉活 不凭着信心活 这是许多基督徒失败的大原因 我们失败并非以往的经历 是错的 乃是信心出了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得胜后是需要失败的 没有得胜之先 我们需要失败 神要我们失败 要我们特别的失败 但是得胜了以后 失败是不必须的 就是失败 也不过是偶然的 你在亚当里 你觉得冷 你觉得硬 你觉得污秽 你觉得这样 就是这样 你在基督里 你说我有圣洁 你说我有得胜 你说我有 你就都有 看见真理 并接受恩典而掌记 很莫了 让我们来看什么 是真掌记 我要承认 我们得胜了 以后该有掌记 有的人骄傲 以为我得胜了 圣洁了 就什么都好了 不错 你是得胜了 圣洁了 但是 你要知道 过关不过是 进了一道门 没有入门 就不能走路 得胜了 才有进步的可能 所以 在这里 我们该知道 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是有理性的 是有感觉的 所以 得胜只能胜过 我们所已经知道的罪 不能胜过 我们所不曾知道的罪 所以 掌记是必须的 你所知道的一个罪 比方说 你的脾气很急 当你真的是 在基督里得胜的话 你的那个忍耐 就无法再进步了 你的忍耐 是绝狠的了 什么缘故呢 因为这忍耐 是基督分给你的 你的这个忍耐 和基督 当初在世上 33年半的人耐 是一样一世的 除非你的忍耐 是假的 如果真是基督 替你忍耐的忍耐 就这忍耐 是不能再忍耐的 因为这忍耐 是基督的忍耐 我们只能胜过 我们所已经知道的罪 还有些罪 是我们还不知道的 所以就还未显出 在基督里的得胜 所以就需要有 约翰17章17节所说的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一面是临前一章 三十节 神又使他成为 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一面是约翰17章17节 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叫我们成圣的是基督 扩充我们成圣之度量的是真理 有没有一位弟兄 是懂得全圣经的呢 没有一个 我们都是慢慢懂得的 真理是指明什么对 什么不对 比方 许多是 你在前两年 不知道他是罪 现在却看他是罪了 许多是 前两礼拜还不知道是罪 今天却看他是罪了 许多是 从前以为好的 以为不错的 现在看是罪了 什么缘故 现在和从前 有这样的不同呢 是因为真买懂得越多 罪也找出的越多 罪找出的越多 就需要基督做生命越多 度量越大 就需要基督越多 我们一天过一天 要在神的面前 好好读神的话 叫我们 看见什么是罪恶 我们看见的罪恶越多 就越要对神说 神啊 求你叫我看见 在这些事情上 基督是我的得胜 基督是我的攻击 所以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要进步的话 真理的亮光 是不可少的 真理的亮光 要显出来 你有多少错 要显出 你是多不中用 真理的亮光 把你的情形 一显出 你的度量 就越发大了 你的度量越大 你所吃的 就越发多了 我很喜欢笔后三章十八节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有长进 这是全圣经 唯一说长进的地方 是在恩典里长进 什么叫在恩典里长进呢 没有一个人 是长进到恩典里去 乃是在恩典里长进 你不能长进到恩典里去 你必须在恩典里长进 什么叫恩典呢 恩典就是说 神替我做 我在恩典里长进 就是说 我需要神替我做更多的功 有五件 神已经替我做了 还有三件 仍需要神替我做 我的需要多起来了 我就更需要神替我做了 恩典和真理 真理和恩典的关系是这样 真理是指明我们的缺乏 恩典是攻击我们的缺乏 真理是指明我们在那里缺了 恩典是补上我们的缺处 阿里路亚 神不只有真理 神也有恩典 旧约时代的人 一直失败 一直失败的缘故 就是因为他们只有真理 没有恩典 他们有律法 但是他们没有力量遵行 我们感谢赞美神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我们感谢神 指明我们的有真理 攻击我们的有恩典 阿里路亚 所以从今以后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 对神说 神啊 我永远是一个讨犯者 我永远是一个大叫花子 今天来要 明天还要来 后天还要来 感谢神 我天天要 今天礼拜一我要 明天礼拜二 我还要要 你这样和神啰嗦 向神讨求 神就说 你在恩典里长进了 你一次过一次 看你失败多得很 你一次过一次 向神也要得更多 你更需要神来为你负责 你说 主啊 我还是没有办法 我还是需要你负责 你一看见自己在那里错了 第一件事你就说 神啊 我要承认我的罪 神啊 我不去改变它 我又多学一个功课 我是永远改变不好的 我也不打算去改了 神啊 我感谢你 我又多一次夸我的软弱 神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能 神啊 我感谢你 你能替我 除去我的软弱 弟兄姊妹们 每一次 你夸你的软弱 每一次基督的能力 就要复辟你 每一次你说我不能 每一次神就显出神能了 你每次这样行 你就能一直地进步 今晚 我要举几个例 看到底什么叫长进 许多的罪 我们并不知道是罪 等到一知道了 就对神说 神啊 我有罪了 神啊 我需要基督 替我活出他的生活来 我可以做一见证 有一个人搓带我 我说了两句极话 我知道说极话是不该 不过我说 他错有那么多 还没有向我赔不是 我错了一点点 难道还要去赔不是吗 但是 神要我做 这个人得罪我 我不恨他 我也赦免了他 但是 我还得认罪 我以为我还不错 但是 按马太武章所说 要爱你们的仇敌 我真做不到 我说 这一个人 如果能爱他的话 就阿猫阿狗 都能爱了 我本来写好一封信 去向他认我 说了极话的不是 现在我看见 我不能爱他 这封信 我只好不记了 索性等到 能爱他的再写 我不恨他 我也赦免了他 但是 爱他 我不能 只有神能 神说 爱是真理 你不能爱 这是罪 我要得胜 还是要征战 不过 是用信心征战 我对神说 神阿 如果你不叫我能爱他 我就不能爱他 有一天 我真说 我不能 有一天 我真说神能 就在那一天 我能爱他了 一面真理说 你该爱 一面恩典 攻击你力量 叫你能爱 对付这些事 有的时候 一秒钟就行了 有的时候 却需要好几天的 巴若兰小姐 有一个童工 常常难为他 专门出花样 叫他吃亏 巴小姐说 有某件事 他就偏说没有 巴小姐说 没有某件事 他就偏说有 他好像总是要叫人 看见巴小姐 不够诚实 巴小姐忍耐他 没有办法对付他 和他见面的时候 不是拍拍他的肩 就是拉拉他的手 表示着气爱 外面好像说 无事 无事 但是里面总是说 有事 有事 他有一天 读笔前一张 看见当已清洁的心 热切地爱你的弟兄 他就想 要我爱他 没有这一回事 要我热切地爱他 更没有这一回事 他就说 神啊 这件事 我没有得胜 神啊 这件事 我找出是罪 神啊 你说 该热切地爱弟兄 但是 我不能 这是罪 他求神 除去他这罪 他不恨他 他也花了功夫 但是 爱他 真难 他每一次见他 都想尽力地爱他 但是不行 这实在是难 有一天 他关起门来 对神说 神啊 我该爱他 但是 我不能 这是罪 今天 如果我再不爱他 就不行 他一直祷告 有三个钟头之久 主的爱充满了他 他为他死都能了 他不只爱他 他也热切地爱他了 他因为热切爱他的缘故 就整夜为他带倒 第二天下午公事 一晚又为他带倒 结果 这位同工 不止过了得胜的官 也过了能力的官 这个就叫真理使他成圣 这个就叫在恩典里长进 真理 是叫你看见什么是罪 恩典是攻击你力量 叫你能胜过这罪 你一找出什么是罪 什么是不得胜 就不让他过去 这样你就天天在恩典里长进了 有三位姊妹都是英国人 一位已经和人订了婚 并外二位是保独身主义的 他们三人在内地做主的工 那位已经订婚的姊妹最不快乐 虽然她的未婚夫常有信给她 叫她受一点安慰 但是一过去她又难受了 她是喝了还要喝 有一天她在房里觉得很孤单 她又哭了 那两位姊妹说 你为什么觉得孤单呢 你还有未婚夫常常给你信呀 要觉得孤单的该是我们两个人啊 他们说了这话 回到自己的房里 也觉得孤单起来了 他们想在内地做工 没有好的吃 没有好的住 真是孤单的很啊 最真是会传染的 他们这样难受的时候 想起主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又想起十篇十六篇十一节的话说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他们就说 主啊 感觉孤单是罪 你是说 我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说 孤单是罪 你是说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说 孤单是罪 他们二人就一同跪下祷告说 主啊 我们说 孤单是罪 他们这一次对付了 孤单就再不回来了 阿里路亚 孤单再没有一次回来了 弟兄姊妹们 我们天天都能找出新的罪恶 天天都能找出新的失败 但是天天都有恩典的新功级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我们一次得着了 并且还要得着 有一位姊妹 在印度做工 她有好多挂虑 有一天 她读到 菲利比四章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他就看见挂虑是罪 不感谢也是罪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一看见 有什么失罪 就当在主面前 一面承认这罪 一面也承认主 是在你里面活着 这个就叫做长计 在基督里得胜的性质 是绝狠的 是无法再进步的 但是 得胜的范围 却是一直进步的 个人所得的亮光 各有不同 一个人多的亮光 就多进步 少的亮光 就少进步 一个人多知道 什么是罪 就多得神的攻击 少知道什么是罪 就少得神的攻击 弟兄姊妹们 你们该知道 真理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该知道恩典 和你有什么关系 盼望你们天天 在神的面前说 主啊 我不能 主啊 我也不打算能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我不能 你们天天要求 神给你亮光 天天要求 神给你恩典 你偶有失败 但是 一分一秒之内 你立刻 可以得着恢复 我们天天如此行 就没有一人 能预料到 他要进步到 什么地步 因为是 基督自己做的 阿里路亚 这是完全的救恩 阿里路亚 他要一直带领我们 往前进步 阿里路亚 撒旦也 无奈我何 阿里路亚 因为基督已经得胜 第十篇 得胜的音调 诗篇二十篇五节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 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 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历代之下二十章一节 此后 摩押人和亚门人 又有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三节 约沙法便惧怕 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的宣告祭时 十二节 我们的神阿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 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 单仰望你 十五节 他说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 惊慌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十七节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打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阵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实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当初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十八至二十二节 约沙法就灭付余地 犹大众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叩拜耶和华 歌侠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 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 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四日清早众人起来 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着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必立稳 信他的先知就必横通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送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说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 击沙那来攻击 由大人的亚门人 摩亚人和西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二十四节 由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剑尸横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二十六节 第四日 众人聚集在彼拉加谷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那地方名叫 彼拉加谷 直到今日 二十七至二十八节 由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 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 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鼓塞 吹号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这几天晚上 我们在这里 一直看一个问题 就是基督徒 是如何得胜的 感谢神 在我们的当中 有许多弟兄姊妹 已经过了得胜的关 昨天晚上 我们看见 得胜生命 是如何长进的 今天我们要另外 看一个问题 就是得胜的音调 你们知道 许多的时候 人唱诗 字是对的 但是调不对 请你们记得 得胜的生命 也是有音调的 字对了还不够 条还得对 所以 今天我要提到 什么叫得胜的音调 诗篇二诗篇五节 我们要依你的救恩夸胜 救恩 也可一座得胜 夸胜 也可一座快乐 所以 我们要依你的 救恩夸胜 也可一座 我们要依你的 救恩快乐 也可一座 我们要依你的 得胜夸胜 这个实在无大紧要 救恩和得胜 实在没有分别 不过是一件事的两段而已 感谢神 许多的弟兄姊妹 已经过了得胜的关 但是 你们过了得胜的关 你们得胜的音调 还得对 或者 你们不懂得 什么叫音调 我就换一句话说 得胜 是有它的标记的 你怎么知道 你是得胜的呢 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是得胜的呢 这没有别的 就是 诗篇二诗篇五节所说 我们要因你的 救恩夸胜 得胜与夸胜的不同 我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得胜和夸胜的不同 什么叫得胜呢 什么叫夸胜呢 我要告诉你们 得胜完全是基督做的 夸胜是我们做的 得胜是基督的工作 夸胜是我们做的 得胜是那个工作 一直得胜 夸胜是在得胜了之后 一直夸口 比方 从前我喜欢打棍球 打的时候真苦 球很重 打得手很痛 和人比赛一个中头 要留汉出力 一门打进去 再一门打进去 再一门打进去 这就叫得胜了 这个时候 同学们因我们这一队 打了胜仗 就在那里先冒阳金 一直在那里欢呼喜乐 这就叫夸胜 得胜的是我们一对 但是他们夸胜 感谢神 得胜是某都做成的 我们并没有流血 我们却能在这里夸胜 所以 请你们记得 每一个基督徒得胜之后 他的口就得夸胜 每一天没有阿里路亚 每一天没有夸胜 每一天只看见泪的全员 这就是没有夸胜 我们的音调 是要因他的救恩喜乐 因他的得胜夸胜 我们棍秋比赛得胜了 把得胜送给学校 让同学一直夸胜 照样 我们的主得胜了 把得胜字给我们 让我们一直夸胜 所以 我们要说 阿里路亚 基督得胜 所以 凡不会说 阿里路亚的 我不说他没有得胜 但是 我可以说他得胜的音调不对 一个江西人说北平话 自是对的 但是 腔调不对 不能说阿里路亚的 他的腔调不对 我们不止说得胜 我们的腔调还得对 如果你的腔调不对 人要疑惑你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也要疑惑 你是怎么回事了 彼得的腔调 是加利利的腔调 连那个使女都听出来了 我们缺乏加利利的腔调 我们的声音 不能显出我们的得胜 我们天天 要有加利利的腔调 我们要被人说 你是跟过耶稣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的腔调 约撒法王的夸胜 在旧约里 犹大国有一个王 叫约撒法 我们要独一独立 带这下二十章 看看他得胜的腔调 是如何 那个时候 摩押人和亚门人 又有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撒法 在约撒法的时候 有大国很弱 对于外敌 一点办法都没有 约撒法看自己 自然是怕得很 从前是如何没有办法 现在也仍是如何没有办法 这些老仇敌又来了 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尽时 他没有别的办法 他只有来到神的面前 他对神说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 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 单仰望你 他承认自己的无力 他们的眼目 单仰望神 弟兄姊妹们 这几天我一直说 降服的条件 第一就是我不能 第二就是我也不打算能 另一方面就是相信神 约撒法就是这样 他承认说 我们无力抵挡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神啊 我们只有仰望你 神就立刻打发一位先知来说 你们不要因这大军恐惧 惊慌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打仗是神的事 得胜或失败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脾气 骄傲 多疑 污秽的思想 贪心 各式各样的罪 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神说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阵站着 神只要你不动 神要你把手完全放下 神只要你完全不理 你只管站在那里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是争战的人 我们都是观战的人 什么时候你没有夸胜 什么时候你已经失败了 你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怕 因为神要为你们征战 但是 约沙法做更进一步的事 他不止不动 不止在旁边观战 当他听见了先知的话语之后 他就面赴于的敬拜神 由大众人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叩拜耶和华 人家那么多的人 联合起来攻击他 他这边怎样做呢 他叫一般力为人起来 送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他这样岂不像疯了吗 他们不怕石头 不怕箭矢 他们唱诗赞美神 这就是得胜的音调 得胜的音调 就是知道 耶和华已经把得胜给你 就是知道仇敌已经失败 就是知道你已经得胜了 人士说 看见试探来 就挣扎 就抵挡 但神士说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 击沙那来攻击由大人的 亚门人 摩押人 和西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什么时候 唱诗赞美耶和华 什么时候 仇敌就被打败了 结局呢 由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剑尸横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神不给得胜则已 神一给得胜 就一个也不留下 是我们 也许留下五 六个 是神 就一个也不留下 方唱诗的方字 就派扶兵的旧字 是很有意思的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扶兵 击沙那来攻击由大人的 亚门人 摩押人 和西尔山人 弟兄姊妹们 神只能当你赞美的时候做工 什么时候你赞美 什么时候神就做工 弟兄姊妹们 我知道你们有不少的试探 我知道你们有不少的试炼 或是身体的软弱 或是环境的不顺 或是事业方面各种各样的困难 你们要说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样能得胜呢 弟兄姊妹 你知道得胜是不错的 但是你的音调不对 你看见试探来 你说阿利路亚 你看见试炼来 你说阿利路亚 你看见难处来 你说阿利路亚 你一说阿利路亚 仇敌就失败了 我们的神当你一赞美 他就做工 当你一唱诗 他就做工 弟兄姊妹们 你承认你的不能 这不够 你相信神能 这也不可 你还当从心里说 阿利路亚 神啊 我感谢你 因为我受试炼 神啊 我感谢你 因为我没有办法 神啊 我感谢你 因为得胜是我的 约沙法一直唱诗 因他相信已经得胜了 从约沙法的眼睛看来 个个都是尸首 所以他一往之前 一直唱诗 他不怕事实 因为他算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上望楼一看 都是尸首 都已经死了 两段的感谢赞美 第四日 众人聚集在比达加谷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时 他们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鼓塞 吹号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感谢赞美有两段 一段是在没有成功之先 一段是在记得成功之后 今天的大错 就是在事先没有赞美 把赞美扣起来 要等一等看到底如何 许多的弟兄姊妹 已经承认自己不能 也不打算能了 已经相信神的事实 已经相信基督 就是他的得胜了 但是他不敢说 阿利路亚我得胜了 有一位弟兄说 我要看行不行 有一位姊妹说 我要看有没有效力 他们的意思是 明天有一点行 才感谢赞美神 明天有一点果效 才感谢赞美神 但是约沙法有两次的赞美 每一得胜者 都有两次的赞美 肉眼没有看见就赞美 肉眼已经看见了 又赞美 这个就是得胜的音调 什么时候没有赞美 什么时候就已经失败了 就已经失去得胜了 你是问有没有得胜 我是问有没有阿利路亚 阿利路亚是得胜的音调 音调是对的 就表明是真得胜 什么都有法字架 这个没有法字架 所以凡得胜的人 都有一个腔调 就是一直欢乐 一直赞美 人有什么音调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 看人有没有得胜 只要听他的音调如何 得胜的标记 就是能说阿利路亚 就是能说赞美主 得胜的标记 就是当试探一来 能说阿利路亚 能说赞美主 因为没有一个 看自己的人能赞美主的 只有仰望主的人 才能赞美主 你一看自己 还是那样不能 你就不能说阿利路亚 赞美主 你一看主 你就能说阿利路亚 赞美主 试探再大一点不要紧 磨压人 亚门人再多一点也不要紧 因为征战的是主 不是我们 是主负所有的责任 所以得胜的音调 就是欢喜快乐 感谢赞美神 你不必等到 你实在失败的时候 实在污秽的时候 实在犯大罪的时候 你才说你失败了 只要你什么时候 失去感谢赞美 你就已经失去得胜了 不必你犯大罪 只要你不能夸胜 不能欢喜快乐 不能感谢赞美 你就已经失去得胜了 弟兄姊妹们 神赐给我们的得胜生命 是天天能唱阿利路亚的 是天天能欢喜快乐的 标记一失 就得胜已经失去了 在欢喜快乐里 保守得胜 有一节很熟的圣经节 就是尼西米八章十节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神所赐的生命 是借着什么表明呢 就是借着喜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呼吸的空气 是在欢喜快乐里的 是在感谢赞美里的 我这几年学这功课 我已经赦免了 已经忍耐了 已经奉献了 已经顺服了 但是我在那里 有一点觉得苦 有一点埋怨 我不能说感谢赞美主 什么时候 你不能说感谢赞美主 什么时候 就已经失败了 弟兄姊妹们 你们的得胜在喜乐里 什么时候 欢喜快乐一丢掉 立刻就把得胜丢掉了 什么时候 欢喜快乐一丢掉 立刻就别气了 因为弟兄说 从来不知道 喜乐的力量有这么大 这些日子才知道 什么时候不欢喜快乐 气就别了 你要在欢喜快乐里 保守你的得胜 得胜像鱼一样 要养在水里 得胜要养在欢喜快乐里 我们该在欢喜快乐里 保守得胜 在患难失恋中有 欢喜快乐 但是 怎么能欢喜快乐呢 当然 你在许多的事上 都能欢喜快乐 赞美神 就如你过了得胜的观 你过了能力的观 你自然能 欢喜快乐 赞美神 但是 圣经说 就是在许多 不能欢喜快乐的事上 还能欢喜快乐 我们可以看圣经 告诉我们 在那些事情上 我们能欢喜快乐 得胜的生命 你能夸胜 就是在大军进攻 在大患难的时候 你还能喜乐 赞美神 得胜的特点 就是在患难中 充满了感谢和赞美 有一位弟兄 在铁道上 做分道夫 有一次有火车过来 他一不小心 就被砸断了一只腿 在医院里 醒过来的时候 有人问他说 你还能说 感谢赞美吗 他回答说 我感谢赞美神 只砸断了一只腿 弟兄姊妹们 这大不同 患难 他真是遇见患难 但他还能感谢赞美神 这个就是得胜的音调 得胜的音调 是在大患难中 还有感谢和赞美 雅各书一章二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识连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比前一章六节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章八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四章十二至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 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 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这几处的圣经 说到在受试炼的时候 怎样过日子 雅各书说 百般的试炼 该有的来 不该有的也来 求敌来 朋友也来 外教人来 弟兄也来 有理的来 无理的也来 各式各样的试炼 都有 但是 这些并不能叫我们不喜乐 请你记得 圣经讲喜乐 都是用这样的字眼 就是大有喜乐 满足的喜乐 神所给的 都是大的 满足的 比前 一章六节说喜乐 是大有喜乐 说忧愁 不过是暂时忧愁 是否可忧愁呢 忧愁是免不了的 有两眼在 泪还得流 有泪和在 泪还得流 虽然流泪 仍是喜乐 所以一章八节说 音信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这个喜乐 是没有法子说出的 多少时候 泪还没有干 口里已经能说阿里路亚 多少时候 泪还在流 口里已说 感谢赞美主 很多的人 是一面流泪 一面感谢赞美主 你们记得 和寿恩教士 有一首诗说 虽然心可伤痛 愿灵仍赞颂 当你活在地上的时候 你的心不能不痛 心是有感觉的 但灵仍可乐 笔贤四章十二节 一集不只是在 试炼的时候 要喜乐 是有试炼临到的时候 就要喜乐 一集要欢迎试炼 要感谢赞美主 说 又来了 有的弟兄姊妹 一见试炼来到 就皱起眉头说 又来了 但彼得说 要欢喜的感谢神 说 又来了 什么时候 你能感谢赞美神 你就在患难之上了 没有一件东西 能把我们摆在事态上面 摆在环境上面 摆在难处上面 过于喜乐 和感谢赞美的 这是一个得胜者 所该显出的得胜音调 在烟台 有一位姊妹 过了得胜的关 真是受失恋 一个女儿 过了几个钟头死了 丈夫在离得很远的地方 她的女儿一死 弟兄姊妹们 去安慰她 她的眼睛虽然流泪 她的面孔还会笑 她说 感谢赞美神 孩子死了是可惜 但不知道 为什么还能 很欢喜快乐 弟兄姊妹们 本来打算去安慰她 反而被她安慰了 一顿回来 这个假不来 得胜就是用 这样的音调保守着 就是在受失恋的时候 还能欢喜赞美神 今天基督徒在地上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好像迷样 好像货样 好像样本 神把你摆在地上 做样本 这样子好看不好看呢 人哭你也哭 人难你也难 你与世人一样 无二 你的得胜在那里呢 我们该在这些事的上面 叫他们看见我们 有喜乐 有力量 虽然好像疯子 但是他们羡慕 能叫你好像疯子的基督 但愿神师恩给我们 叫我们在失恋中 能显出基督的得胜来 马太福音五章 十一至十二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你早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人家骂你 你说我现在要忍耐 人家辱骂你 你说我现在不还嘴 你不要以为你忍耐 你不还嘴就已经够了 若是你只有忍耐 只不还嘴 就已经失败了 忍耐 不还嘴 这种态度世界上的人 做得到 和尚做得到 儒者做得到 我们应常和他们不一样 人家在那里骂你的时候 你说 主 我感谢赞美你 你以人骂你为可喜乐的 人家逼迫你的时候 你说 主 我感谢赞美你 你以人逼迫你为可喜乐的 你的得胜如果是得胜 你必定大大欢喜快乐 得胜如果不过是忍耐 就不过是人做的 一切人做的都是压制的 一切主做的都是能欢喜快乐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里的问题是腔调对不对 今天最大的难处 是以为忍耐是无上的道德了 当人骂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大大快乐呢 当人骂你的时候 你还是面朝下 不过不作声而已呢 有很多的人 受人家的逼迫 有很多的姊妹 受丈夫的逼迫 有很多的人 受人捏造言语的毁谤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求主保守 我们不发脾气 我们求主保守 我们不冒火 我们没有发脾气 没有冒火 就以为得胜了 你大的胜没有 你自己得胜的是不错 但是这不是主给你的得胜 如果是主的得胜 就当有人辱骂你的时候 你能大大感谢赞美主 当有人逼迫你的时候 你能大大感谢赞美主 我再说 什么时候你不感谢神 什么时候你不赞美神 你就已经失败了 得胜的音调 就是感谢和赞美 有一个人在电车上 和他的一个大仇敌 坐在一起 这一个是弟兄 就求主说 主啊 求你保守我 他一直这样对主说 他外面还有好好的态度 并且还和这位仇敌 一直谈话 连什么新闻 像现在的运动会 都谈到 里面却对主说 主啊 你叫他先下去 或者我能得胜 好不容易 到了目的地 下了车了 叹一口气说 我得胜了 这是什么得胜呢 这是说谎的得胜 这是人造的得胜 这是虚空的得胜 如果是神的得胜 就不必求主保守 不必求主教你忍耐 就只需说 神啊 我感谢赞美你 你把我摆在这个地方 既然这样 就时间再长些 也无妨了 菲利比四章四节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圣经里说到喜乐 不是大 就是蛮有 不是蛮有 就是常常 常常 是一直的 你们听见了没有 如果没有听见的话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这是保罗的意思 一集你们若没有听见 我就再说 你们要喜乐 神所给的生命 是喜乐的生命 喜乐是基督徒 天天的生活 别的地方是患难 是试炼 但是仍然能喜乐 这里的对面是挂虑 许多人替儿女挂虑 许多人替钱财挂虑 许多人替买卖虑 但是主的话是说 应当义无挂虑 我们以为挂虑 是有理由的 但主是说 应当义无挂虑 为的是要常常喜乐 我们一天不喜乐 就是犯罪 有一次聚会 一位弟兄讲道说 应当义无挂虑 有一位姊妹听了狠气说 人那里能够不挂虑呢 你们弟兄多挂虑一点 我们伙食就要好一点 但是主一直抓住他 叫他看见挂虑是罪 后来他就得胜了 如果要说下去 有很多的话好说 所以保罗在离后十二章 诗节说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保罗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知道要遭遇什么事 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 不会多顺利 有的人自己病 有的人亲属病 有的人遭遇亲人要去世 有的人前途要遭遇逼迫 我告诉你说 你怎么办 你说 主 我忍耐忍耐 你这样说 你失败了 如果你说 主 我感谢赞美你 你就得胜了 这样 基督立刻能表现在你身上 这样就有机会给主显能力 所以就能欢喜快乐 这一个是我们天天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要常常喜乐感谢赞美主 铁撒罗尼加钱书五章十八节 凡是谢恩 一切的事都该谢恩 哥罗西三章十七节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着他感谢父神 这两处的圣经 把一切都包括在内 今天漏掉没有念出的 都在这里了 我感谢赞美神 我说 阿里路亚 人看我们这样 要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 我们还是凡是谢恩 凡是赞美 弟兄姊妹们 你们若能这样 就试探 无意能抵挡得住你 试炼无意能 抵挡得住你 任何的试探 任何的试炼 都不能摸着你 什么人能这样 什么人就有信心 去碰试探 对于试炼 你能感谢赞美神 是因你顺服神 有的人 也许以为 我和忍耐作对 我说 忍耐很宝贝 忍耐是该忍耐 但忍耐 不是咬着牙齿的忍耐 哥罗西一章十一节说 凡是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是要欢欢喜喜的忍耐 不是勉勉强强的忍耐 不是悠悠愁愁的忍耐 凡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这是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强调 凡是谢恩 凡是赞美 这是三层天的生活 主给的是得胜有余的得胜 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 才算是得胜的生命呢 为什么必须有欢喜快乐 才算得着了得胜的生命呢 罗马八章三十七节说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神给的得胜 只有一种 就是得胜有余的得胜 凡是仅仅的得胜 凡是刚刚的得胜 都不是主赐给的得胜 主赐给的得胜 都是得胜有余的得胜 刚刚得胜 仅仅得胜 都不是得胜 主给的得胜 都是得胜有余的得胜 得胜有余的得胜 只有一条路 就是能欢喜快乐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杯是满意的 神所赐的都是满意的 凡不是满意的 就不是神所赐的 神所赐的得胜 是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抢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得胜有余胜的 才是神的得胜 仅仅的得胜 都是人力 人工做出来的 弟兄姊妹们 这一个是得胜的音调 我巴不得神开我们的眼睛 凡不是得胜有余的得胜 是在那里仿造得胜 你在那里压制 降福你就是在那里仿造得胜 如果是基督活在你里面 你就在任何的世上 都能欢喜快乐 同时也能感谢赞美神 能说阿里路亚赞美神 从今时直到永远 第十一篇奉献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十五节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倒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十六节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至诚意 十二章一至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六章十九节 我以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 献给不节 不法做奴仆 以至于不法 现今也要照样 将肢体献给一座奴仆 以至于成圣 二十二节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 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今天晚上的聚会 是我们这个礼拜 讲得胜的生命 最末了的一次 所以必须要讲到一件事 这一件事若不讲 只停在昨天所讲的那里 就还达不到多远 这一件事不能早提 早提就不行 但是今天必须讲 就是关于奉献这一个问题 奉献是得胜生命 所做的头一件事 本来奉献是在一个人 得救之后就该做的 但是许多人虽然得救了 并没有奉献 所以在过得圣观之后 奉献就是必须的 拥有的人在得救的时候 已经奉献给主了 但因多年来起起跌跌 有些不行了 所以也需要奉献 我不敢说 奉献是在得胜之后的 头一件事 或者头一个表示 我只敢说 奉献是因主替我死 主替我活 所以奉献是得胜生命 所做的头一件事 有人说 奉献是在得胜之前 必须做的事 必须奉献了才能得胜 但是罗马六章十三节说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可见奉献是在得胜生命之后 在这里有很明显的一件事 人若没有死而复活 就不能奉献 是已经死 已经复活的人才能奉献 这几天 我一直讲与主同定十字架 一直讲主是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与主同死同活的人了 所以 凭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就看见一个基督徒 是在得了得胜生命之后 才奉献的 你如果没有得着得胜的生命 你就不能奉献 你就是奉献 神也不要 因为神不要属乎亚当 属乎死亡的 如果你没有得着得胜的生命 就是奉献了 也是靠不住的 今天奉献 明天就忘了 今天在神面前许愿了 对神说 愿意替神做这个 做那个 明天又忘了 有一位西教士去过开西聚会七次 他说 每年复开西聚会 好像表得发条松了 去把它卷一卷 一年卷一次 年年要去卷 许多基督徒是这样 去的时候 在神的面前 应许一大堆 等到回来 一起都忘记了 这就是说 我们不能奉献 我们没有力量奉献 如果我们没有得胜的生命 就是你要奉献 神也不要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 不过是在亚当里的 是死的 所以神不要 没有得救的人的钱 不止我谢卷不要 神也不要 只有从主来的 才能奉献给主 出乎自己的 是不能奉献给主的 我们要知道 得这了得胜生命之后的 头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 现在是该奉献给主的时候 现在是有机会 奉献给主的时候 不然的话 你就要完全退回去 过几天又要不行 奉献的根据与动机 不止罗马六章如此说 罗马书十二章也如此说 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呢 保罗说 我凭着神的慈悲劝你们 什么叫神的慈悲呢 什么叫神的怜悯呢 罗马一至八章 都是神的慈悲和怜悯 按教训 罗马十二章 是继续在八章之后的 神的慈悲和怜悯 是在八章前的那些事 从前我们是罪人 神的儿子 来替我们流血赎罪 三至四章是讲道血 五章是讲道赦免 六至八章是讲道十字架 一面血是为着赦罪 叫我们得着赦免 一面十字架 是为着钉死我们的救人 叫我们从罪得着释放 感谢神 祂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 不止祂也替我们活 凭着神的这些怜悯慈悲 所以我劝你们 要把自己奉献给神 弟兄姊妹们 你们要知道 神创造我们有祂的目的 神拯救我们有祂的目的 神要我们显出祂儿子的生命 并且有份于祂儿子的荣耀 神在万古之先 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神不只有一毒生子 神也盼望有众子 所以罗马八章二十九节说 因为他欲先所知道的人 就欲先定下效法 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神为什么缘故这样做呢 神欲先定下我们 效法祂的儿子 这个是神的目的 神所以买我们 属我们 就是要得着我们 神用两个方法得着我们 一个是神一边的 祂差遣祂的儿子 来替我们死 把我们买回来 按照买来说 我们是祂的奴隶 感谢神 祂买了我们 我们是祂买来的 神对亚伯拉罕说 无论是家里生的 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都要受割离 阿里路亚 我们是神生的 我们也是神买的 我们是神所买的 我们是属乎神的 但是 神让我们自由 虽然按主权说 按旧书说 我们是属乎神的 但是 神并不强制我们 你要是奉马门 神让你去 你要是奉世界 神让你去 你要服侍杜妇 神让你去 你要服侍偶像 神让你去 神不动 神要等你 等到你有一天说 神啊 不止因你买了我 我要做你的奴隶 神啊 我也甘心乐意 要做你的奴隶 罗马六章十六节 是说到奉献一个 很宝贝的原则 请你记得 不止神买我们 我们才是神的奴仆 但是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一面是神买我们 我们是他的奴仆 一面是我们甘心乐意肯 做神的奴仆 弟兄姊妹们 以律法来说 当神救赎我们的那一天 我们就是神的奴仆了 以经历来说 是当我们奉献的那一天 才做了神的奴仆 按主权来说 我们得蒙救赎的那一天 我们就是神的奴仆了 以经历来说 是等到我们甘心乐意说 神啊 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的那一天 才真是神的奴仆 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 就做谁的奴仆吗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做神仆人的人 是他自己不知道的 你总得奉献 才是做神的奴仆 这一个奉献 完全是你自己拣选的 神一点不勉强你 保罗不是勉强你们 保罗乃是劝你们 求你们 神一点不勉强你们 神要你们甘心乐意地奉献给他 弟兄姊妹们 我告诉你们 得胜的生命 和得就有一个大关系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地要奉献 那生命逼得我们要奉献 每一得救的人 都觉得该为主活 但是我们没有力量 有许多是围着我们 我们不能为主活 但是感谢神 他把基督赐给我们 叫我们能把自己奉献给神 我们死在最终 我们就不能 我们得救了 若仍活在最终 我们仍是不能 但是现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圣洁 所以我们能甘心乐意 把自己奉献给神 潘汤先生说 在非洲有一女黑奴 有一天被人家拍卖 有两个人在那里敬买 彼此一直加价 这两个人都是很坏的人 这女奴知道 无论落到那一个人的手中 都是男 所以她一直流泪 一直哭泣 极其难受 这时候 忽然有一个白种人 也加入进来 大家加价 到后来 那两个人出不起了 这女子就被那个白种人 买得了 但她立刻叫一铁匠来 打断了她的锁链 宣布她的自由说 我买你 不是要你做我的奴仆 我买你是要叫你 逮着自由 说了这话 她就走了 那女子弄得莫名其妙 过两分钟醒悟过来 就追着那个白种人说 从今日起 直到我七段之日 指 我愿做你的奴隶 弟兄姊妹 这就是主对于我们的爱 我们因着这爱的策利 所以我们也对主说 从今以后 我愿做你的奴隶 弟兄姊妹们 神买了我们 也叫我们死而复活 我们已经蒙了慈悲 蒙了怜悯 我们就该把自己奉献给神 在罗马六章 是说把我们自己献给神 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 在罗马十二章 是说把身体奉献给神 在这一个奉献里 所包括的是不少 是很多的 在过去的十一日 我们讲到放手 同时也相信 我们就能活出神的要求 就能活出神的生命 神的要求 就是要我们把自己 完全奉献给神 这一个要求 包括了所有的 但是 凭着我们的自己 我们做不到 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我们就做得到 本来我们不能 但因着基督 所以我们能 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怜悯 所以我们能 西伯来人的奴仆 主人买了他 他必服侍主人六年 第七年 他可以自由 白败地出去 但是 他若说 我爱我的主人 我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人就要 带他到审判官那里 又要带他到门前 靠着门框 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弟兄姊妹们 神拯救我们 是用他的鞋买了我们 他不是用能坏的金银买了我们 而是用他儿子的宝鞋 把我们买回来 许多基督徒 为这良心的缘故 好像不能不服侍神 等到有一天 你知道主的可爱 你就不能不甘心乐意地 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了 当你这样甘心乐意地 要做主奴徒的时候 主也要把你带到门前 靠着门框 用锥子穿你的耳朵 门框是在逾越节的时候 涂羊羔的血的地方 今天你也流血 你也被带到十字架 你爱主 所以你愿永远做主的奴隶 因主爱你 所以你愿永远服侍主 你不能不说 主啊 你爱了我 你拯救了我 你是放了我 主啊 我爱你 我不能不永远服侍你 该奉献的几件事 一 人 我们第一该奉献的 就是我们所爱的人 人如果不爱主 过于父母 妻子 儿女 朋友 就不能做主的门徒 你如果奉献给主了 在世上 就再没有人 站住你的心 就再没有人 能抓住你的心了 神救你 就是要完全得着你 多少的眼泪 要拖你回去 多少的人情 要拖你回去 多少的伤心 要拖你回去 你必须说 主啊 我和任何人的关系 都摆在祭台上了 我和所有的人 都脱离关系了 彼得保罗先生的 妻子病了 有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 不为你的妻子祷告 他说 神还没有叫我 为他祷告呢 还有一位弟兄 问他说 如果你的妻子 离开世界的话 你难受不难受 他说 他早已离世了 有一位弟兄 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神要这一位弟兄 把他放下 他只好放下 他对神说 你要 我肯 神赐基督做我们 得胜的生命 不只是叫我们 知道神的旨意 也是叫我们 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甘万不要以为 得胜的生命 只在消极方面 不犯罪 实在得胜的生命 乃是在积极方面 叫我们能够 和神有交通 能够顺服神的旨意 神给我们 得胜的生命 不是来成功 我们的目的 乃是要我们 成功他的目的 所以 没有一个基督徒 能把手 放在一个人身上 如果人 没有奉献出去 今天晚上 你就不能 叫神的这满足 人必须出去 你必须能说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你必须能说 我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我的神 我爱和 受恩教士 他真是一个 尽心 尽性 尽意爱主的人 他死后 有一本圣经 对于这一节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 披着以下的话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有这样 一个命令 许多时候 我们看见 神有太多的命令 就不免难受 但是 你当说 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有这样 一个命令 就是神给你的 神也不让你摸 无论是你的父母 你的妻子 你的儿女 你的朋友 神都不让你摸 连凭神应许生的 以撒 也得放在祭坛上 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失败 就是被人抓住了 啊 是 不止人该奉献 还有许多事 也要奉献 有多少的事 是我们定规要做的 有多少的事 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做的 我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 有一位弟兄 必至在毕业的时候 要考第一名 考大学 也要考第一名 他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力量 都花在学问上 当他过了得圣观以后 他就把这件事 摆在神手里 他觉得 就是神叫他 考末了也可以了 弟兄姊妹们 你把所有的时间 摆在你的事业上 虽然很好 但是 你和神的交通不亲密 就与你无益处 在你的生意中 你有一种期望 你不能放手 在你的职业上 你有一种期望 你非得不可 如果这样 你就必须奉献 你总不能让一件事 抓住你 有许多弟兄 求学是他的盼望 将来可以出人头地 这是他骄傲的盼望 我不是说 你该辍学 我是说 主若呼召你 你总得放下一切 有一位弟兄是孤儿 家境很穷苦 他的字写得好 音乐也很好 在孤儿院时 别人学土工 木工 他却能进中学 每一季 他总有奖学金 当他读完大学二年 学校当局有意 送他到上海 圣约翰读二年 然后再送他去美国 条件是 他从外国回来 就到母校府 他的母亲 欢喜得写信贺他 他的叔叔 他写信贺他 但是 他在两个月前得救了 把他许多盼望打碎了 同时 他也把自己奉献给神了 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去问他 他说 定归去 到了一个地步 就要签字了 他说 你和我同学八年之久 你还不知道 我的盼望吗 我和他临别的时候 对他说 今天我们还是弟兄 你从美国回来时 恐怕不是我的弟兄了 他就到神的面前 祷告说 神啊 你知道我的盼望 同时 你也呼召了我 但是 我摆不下我的盼望 主啊 你若肯 我就是到乡下 传福音也肯 他祷告完了 立即跑去对校长说 不签字 不去了 校长以为他有什么病 他说 主已经呼召我 要我出去传福音 过了四天 他的叔叔来 表兄来 母亲也来了 母亲哭着说 你父亲死了 我这多年来 辛辛苦苦 就是探望你出头 今天你能出头 你又不出头 你又不出头 他的母亲一直哭 一直哭 他的叔叔说 当你没有进孤儿院时 你是我抚养的 你的母亲 也是我看顾的 两家都得你负责 还有这些表兄弟 连求学的学费都没有 你有这好机会 却把机会丢在水里 他们又来找我说 倪先生 你的父母用不着你养活 我们却是要他养活的 我们的弟兄 这时真是左右为难 就对主说 主 怎么办 他就看见 他欠人的并不多 但欠主是更多 以后 凡他母亲 叔叔的必须 他都负责 不过他不能达到 他们像他那样的盼望而已 他终于顺服了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 你们都该把你们的是 奉献给神 我不是说 个个都该出来传道 我是说 我们该把一切奉献给神 什么叫己的奉献呢 一级对主说 主啊 我要遵行你的旨意 今天的错误 以为奉献就是传道 但我们是奉献自己 遵行神的旨意 许多人 因为真的奉献了 看见神要 他在生意上努力 好供给工作的虚用 就反而不传道 许多人因为现在的需要 因为憋慌的需要 就专门出去传道 这几年中 在我们中间 缺少弟兄同工 也缺少姊妹同工 神如果动工的话 不久有许多弟兄 也有许多姊妹 要出来完全服侍神 就不能不把许多事 奉献给神 三 悟 不只人合适该奉献 还有许多的东西该奉献 有的人 也许是首饰该奉献 有的人 也许是房产该奉献 有的人 也许是服装该奉献 有的人 也许是一点东西 该奉献 你不能让一点的东西 在你身上拦阻你 有许多人 没有奉献 也许是两三金钱的装饰 也许是什么 珍珠的装饰 这不是律法 不过要奉献的话 也许是金的首饰要除去 也许是时髦的衣服 要除去 也许有许多的钱财要出去 有许多人浪费钱财 是不能蒙神悦纳的 但是 有许多人积蓄钱财 也不能蒙主悦纳 浪费在主面前没有地位 积蓄在主面前也没有地位 我们并非要把钱一下子用光 乃是要把钱转到神的账上 新约从来没有十分之一的说法 是一切都得摆在神手里 你头一天把钱拿回来 就要对神说 神啊 钱都是你的 家用要多少 你给我多少 不是我要用多少 把剩下来的给神 我不敢说 有时神都拿去 但是 你如果真的奉献给神了 就一切都是神的了 我告诉你们 许多弟兄姊妹 就是他们家里 一点陈设的东西 身上一点穿的衣服 手里一点的产业 叫他们不像神的子民 如果神摸着你这些 你都得奉献 在这里 有年老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很小心 写你们的遗嘱 你所写的 要显出你是什么 重的基督徒 神已经把你救出来了 钱是神的 你不应当又把他 放到世界里去 你为你的儿女打算 你又把钱财给你的儿女 拿到世界里去 就不该 神已经把你和你的财产 从世界取出来了 你就不该让他 再回到世界去 所以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连一提也不留在埃及 我们也该一提 不留在世界里 这样 我们办不到 但是 感谢神 我们靠着神 就凡事都能做 腓立比四章十三节 我们心意做 我靠着那能力我的 凡事都能做 一集我被主能力一下 我就凡事都能做 我们要把所有诬陷上 真是做不到 但靠着那能力我的 就做得到了 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 所以我能做 有许多少年的弟兄姊妹 当他们没有许多钱时 还有奉献 等到他们钱多时 所奉献的比钱 少时更少 所以 主如果得着我们的心 主也该得着我们的钱贷 心要紧 钱也要紧 钱贷不开口 心也永远不开口 四 吉 不只人该奉献 是该奉献 物该奉献 最末的一件 就是自己也该奉献 你该把自己奉献给神说 神啊 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 来遵行你的旨意 弟兄姊妹们 我不知道我们前途的遭遇是什么 不过有一件事我知道 神对我们每一个 都有一定的旨意 不一定是享福 不一定是受苦 不过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的旨意 是福 是苦 你都肯 许多人肯给神用 被圣灵充满 一直过得胜的生活 就是因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了 这个是奉献什么呢 是奉献身体做活祭 圣经没有一次说奉献自己的心的 圣经是说奉献自己的身体 没有一个人奉献了自己 还把身体留下不奉献给主的 我们把全人奉献给主了 从今以后 我的口不是我自己的 我的耳不是我自己的 我的眼不是我自己的 我的手不是我自己的 我的脚不是我自己的 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 从今以后 我不过是主的经理人 从今以后 这双手是主的 你不能用了 有一位少年弟兄死了 他的老父亲说 抬他失手的人要小心 因这个身体 曾做圣殿二十多年 我们不要等到死 才把身体奉献给神 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 今天主已经住我们里面了 所以林前六章十九节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有一首诗说 愿献双手为主用 献我双脚时以擒 拳为主 擒为主 欢然专程用为主 这个就叫做奉献 这个就叫奉献身体 没有一个人能说身体是他的 所以你每天的生活 你的全身体都是为主的 你不过是一个经理人而已 在外国 有一次主日 有人拿着捐盘收捐 临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 她说 把盘子放低一点 再放低一点 再放低一点 等人把盘子放在地板上 她就站在盘子里 因为她没有钱 所以她就把她自己捐在盘子里 我们今天 不只把人 把事 把物奉献给主 我们也要把自己摆进去 每主日把钱摆进去 把自己也摆进去 当你把自己放在外面的时候 神不接受你的钱 神不先给你 神就不要你的 神得了你 神才要你的 许多人奉献给主 不一定就是传道 也许主要他做一好的买卖人 世界的每一角都需要有光 我们不是拣选工作 我们乃是对神说 神啊 从今以后 我定规遵行你的旨意 奉献的结局 奉献有什么结局呢 一是罗马六章所说的 一是罗马十二章所说的 许多人不知道它的分别 实在有很大的分别 罗马六章的奉献 是叫自己得益处 叫自己结成圣的果子 罗马十二章的奉献 是叫神得益处 叫神的旨意的这成功 罗马六章奉献的结局 就是从罪的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一天过一天 活出得圣的生活来 罗马十二章奉献的结局 不只能蒙神悦纳 并且能察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弟兄姊妹们 你们不要以为说放手够了 不要以为相信够了 不要以为赞美够了 最后还有一件 你要把你摆在神兽里 神才能借着你的身体 显出祂的圣洁来 从前你没有力量奉献 但过了得圣观以后 你就能奉献了 请记得 我们从前没有办法 把自己摆在神手里 现在不是不能摆在神手里 是你不摆在神手里 前些日子是不能摆 现在是不摆 澳大利亚有一位弟兄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了 有一次在火车上 有几个朋友要打牌 三缺一就要他加入 他回答朋友说 对不起 因我是没有手的人 这双手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别人的 不过摆在我身上 所以我不敢用 从今以后 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口 都是主的 我不敢用它 每一次碰见试探 你说 我没有手 这是罗马六章的奉献 你这样奉献 就能成圣 每天就有成圣的果子 所以 奉献是得胜之后的第一件事 也是得胜之后的第一个果子 罗马书十二章的奉献 是为着神这一边的 这里是说 该把身体当作活祭奉献给神 他说 这样的奉献给神 第一是圣洁的 第二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 请记得 这里是为卓士奉神 六章是个人的圣洁 十二章是为着工作 六章说奉献 也说到成圣和成圣的果子 十二章也说到成圣 什么叫做成圣 或说什么叫做圣洁呢 无论是成圣 是圣洁 一集分别出来给一个人专用 本来有人摸着我 本来有事情摸着我 本来有东西摸着我 本来我是为着自己的 现在是专门为神了 有一次 我从赵峰公园回来 要上一部公共汽车 却为开车者所惧 我仔细一看 才知道是一部定备车 不是普通的客车 每一基督徒 应当都是定备的 但是 今天许多基督徒 是公共的 但是 我们不是公共的 是定备的 是完全为着神的旨意的 是分别为圣的 罗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 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 不管是你的丈夫 是你的儿女 不管是你的钱财 是你的珍宝 应当完全围着神 专一为着神 你专一为着神 专一把自己献给神 你立刻信神悦纳了 因神的目的是要这个 神的目的 不是要你发一阵热心 人如果不把自己奉献给神 神不满足 人如果不完全奉献给神 神不满足 人如果不用相高高主 神不满足 人如果不把一切养生的 都奉献给神 神不满足 所有的都得献上给他 弟兄姊妹们 感谢神 你真是从死里复活的 你真是蒙神怜悯的 你这样奉献 是神所喜悦的 同时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有的基督徒都该奉献 不是特别的基督徒 才该奉献 他的血买了我们 我们是他的 他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要为他活 请记得 这样的献上 是怎样的献上 我们是活时 是一直活着的 是一个活的计 旧约的计 是一刀杀死的 我们是活的计 这样一献上 结局就是二姐所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我们今天 要达到的大目的 去年一月的得胜聚会 你们听见 过神有意永远的旨意 要成功在他儿子的身上 神借着他创造 是为着这个目的 救赎 是为着这个目的 打败魔鬼 是为着这个目的 拯救罪人 是为着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所定规的 永远旨意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 成功神所要成功的 我们在这里 不只是要救人 更是要神 永远的旨意的这成功 所有的工作 都要连于神 永远的旨意 如果我们没有奉献 我们就看不见 这旨意是良善的 今天只要说 神的旨意这四个字 许多人听见就怕了 许多人听见就很难受 今天的基督徒 怕听见神的旨意 但保罗说 人将身体奉献了之后 就能查验和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能唱歌说 神的旨意真好 我们能说阿里路亚 神的旨意真好 神的旨意是良善的 不是凶恶的 神的旨意都有益处 神无恶意 我们个个是近视眼 神的旨意很好 有一位弟兄祷告 说得很好 我们求饼 我们以为你是给我们石头 我们求鱼 我们以为你是给我们蛇 我们求鸡蛋 我们以为你是给我们蝎子 但当我们求石头的时候 你给的却是饼呢 多少时候 我们不明白神的爱 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知道 他对于我们的打算 都是良善的 都是非常之好的 许多是 我们当时要埋怨 但是 过两年 我们却要赞美他 我们不如今天就赞美他 神的旨意 不只是善良的 并且是纯全的 神为爱他的人 所定的旨意 无意不是有意的 你知道这个 你就不会不喜悦神的旨意 你将身体献上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不止你也喜悦神的旨意 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 是善良 纯全的 今天是最末了的聚会 所以请你们做最末了的一件事 就是对神说 神啊 我完全是你的 从今以后 我不肯为我自己活了 弟兄姊妹 得胜的条件 你都履行 你都过去了 但是 奉献是得胜生命最末了的一件 奉献也是得胜生命起头的一件 不过你一奉献 就得相信 神立刻接纳了你的奉献 你一次奉献 就奉献了 你很热心也可以 很冷淡也可以 只要你的心 是真把自己奉献给神就好了 我这样说 是要你不要凭感觉 在烟台 有一位弟兄已经奉献了 觉得和主主了事 以为要再奉献 我说 一个女子出嫁了 有一天和丈夫不和睦 难道还要再结婚吗 所以 你和主就是出了事 但是 奉献只有这一次 从今以后 你是主的 你只能为主所用